书接上文 宋江决定 在水博梁山举办 罗天大教 这就是做法事 咱们前文书说了 在最后这一天 塌了个地穴 李逵探地穴 弄出一块石碑来 这石碑上 全都是天书蝌蚪 一般人都不认识 幸亏有个姓和的和道士 探家有天书 对照着翻译过来了 上的密码码 全是人名 这正面是三十六个人名 背面是七十二个人名 左右还有两行字 一行字写的是 替天行道 一行字写的是 忠义无双 宋江啊 等翻译完了之后 就是一愣啊 众位弟兄 都挤到下面 在这静静地看着 宋江当众宣布 各位啊 阻非何道士帮忙 你我全都坠在无礼物中 这可是老天爷的意思啊 我不敢隐瞒 现在 我把翻译过来 这些人名 当众宣读一下 这可不是我的意思啊 这是天义 有天刚兴 三十六位 大家注意听的 天魁兴 忽宝义 宋江 天刚兴 玉其林 卢俊义 天机兴 智多兴 无用 天贤兴 陆云龙 公尊圣 天勇兴 大道观圣 天雄兴 豹子头 林冲 天猛兴 批勒火勤鸣 天威兴 双边大将胡彦朔 天英兴 小李广花荣 天贵兴 小玄丰柴印 天赋兴 扑天彪李英 天满兴 美兰公诸童 天狐兴 花和圣 鲁志申 天商兴 行者武松 天力兴 双枪将 董平 天杰兴 莫语剑张青 天暗 行 青面兽 杨智 天右 行 金枪 守徐明 天空 行 急仙风 索超 天素 行 神 行 太保 在宗 天意 行 赤发鬼 流淌 天杀 行 黑玄 风 李奎 天威 行 九温 龙 石进 天揪 行 梅 折 兰 兴 兴 插 赤虎 雷 兴 兽 行 混江 张龙 李俊 天剑 行 立比太岁 阮小二 天敬行 船火张衡 天罪 行 短命 二郎 阮小五 天损行 浪里白条 张顺 天败行 活颜 罗 阮小青 天劳行 病观 索 杨雄 天慧行 叹命 三郎 石秀 天暴行 两头蛇 谢真 天哭行 双尾 歇 谢宝 天巧 行 浪 子 燕 青 这三十几个人一听 我们都是天星下界 天刚星 三十六个人 这心里就热乎乎的 飘飘然 跟神仙相似 就听宋江接着往下读 读着十节背后 七十二元 碧煞星 碧魁星 神机军师诸武 帝煞星 镇三山黄信 帝勇星 并欲吃孙利 帝杰星 丑骏马宣赞 帝雄星 井木干好斯文 帝威星 百圣将 韩涛 帝阳星 天木将 鹏起 帝奇星 圣水将军 善平归 帝蒙星 神火将 魏定国 帝文星 圣守书生 肖让 帝正星 铁面孔木 裴宣 帝阔星 魔云金赤 欧鹏 帝河星 火眼酸泥 邓飞 帝强星 锦毛鼠 燕顺 帝暗星 锦抱子 阳林 帝昼星 轰天雷 灵阵 帝惠星 神算子 讲净 帝左星 小温侯 吕方 帝右星 赛人贵的 国盛 帝灵星 神医 安道全 帝寿星 紫然薄 黄浮端 帝威星 矮小虎 汪鹰 帝惠星 一丈亲 护三娘 帝暴星 桑门神 暴絮 帝燃星 混世魔王 梵瑞 帝昌星 矛头星 孔明 帝狂星 独火星 孔亮 帝飞星 把被讹杂 向冲 帝走星 飞天大圣 离滚 帝巧星 玉碧将金大监 帝宁星 撇笛子马林 帝晋星 出头交同微 帝退星 翻江早同盟 帝满星 玉帆甘孟康 帝随星 通帝援侯剑 帝周星 跳剑虎陈达 帝隐星 百花蛇阳春 帝义星 白马郎君 正天寿 帝里星 久违归 陶宗旺 帝君星 铁扇子宋青 帝教星 铁教的月和 帝杰星 花巷虎 公旺 帝肃星 仲剑虎 丁德孙 帝阵星 小折兰 牧春 帝鸡星 曹岛鬼 曹政 帝摸星 云里金刚 宋万 帝妖星 摸着天 渡谦 帝忧星 并大虫薛勇 帝福星 金言雕诗恩 帝匹星 大虎将李宗 帝空星 小霸王周通 帝孤星 金钱豹子汤龙 帝全星 鬼脸渡星 帝短星 出林虎邹渊 帝脚星 独角龙邹润 帝球星 汉帝忽律珠贵 帝藏星 笑面虎珠妇 帝平星 撇胳膊菜肤 帝娟星 鱼之花菜庆 帝奴星 催眠判官李立 帝查星 青烟湖李云 帝恶星 眉面目交亭 帝丑星 石将军石勇 帝树星 小玉池孙心 帝阴星 母大虫顾大嫂 帝行星 蔡元的张青 帝壮星 母叶子孙二娘 帝列星 霍闪坡 王定六 帝剑星 显得神 玉宝寺 帝号星 白日辅 白胜 帝贼星 古上枣 诗千 帝狗星 金毛犬 断井 柱 宋江一口气 读完七十二地煞呀 哎呦 众人文凭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互相惊呼 咱们都是天星下界 三十六天纲 七十二地煞 咱都是同道的人了 大家热烈欢呼 是热烈拥抱 天纲地煞大聚会 咱们前文书说了 宋江重赏了何道士 分付一生是热烈祝贺 祝贺什么呢 咱们都是天星下界 宋江反复强调 这不是我说的 也不是玉其林 卢俊逸说的 这是老天说的 玉皇大帝说的 众人惬意遵守 按着秩序排定座位 哪一个人 不准挑头闹事 如果违背者 必遭天前 同时宋江还制定了 法规法律 严加约束 趁热打撇 就在忠义堂时 分兵派将 一个个非常高兴 静静地听着 就听宋江说 众位大小兄弟 各个管领 细一遵守 不得有 有伤义气者 严惩不耐 有不遵法律 法规者 绝不倾诉 既开 梁山伯总兵 都头领 两员 头一个 忽宝义送江 第二位 玉其林 卢俊逸 这是水波梁山上 最高的两位头领 一个正 一个父 但前文书说了 宋江一心一意 按照朝天王的一言 要把头把金交椅 让给卢俊逸 后来 也是由天定 宋江打下东平府 而后又打下东昌府 不用讨论了 自然的宋江 就坐上了头把金交椅 卢俊逸坐上二把金交椅 现在这一分工 两人是正负的总头领 今后改了名的 叫总兵都头领 往下说 梁山伯掌管机密的军士 两位 头一个 智多兴无用 第二位 入云龙公孙胜 梁山伯掌管前两的头领两位 头一个 小玄丰柴进 第二位 普天标李英 马军 五虎上将 大刀官圣 豹子头临冲 劈了火勤鸣 双边大将胡彦硕 双枪大将 补平 这是梁山的五虎上将 马军 还有八标上将 兼任先锋官 兼任先锋官 头一个 小李广花荣 第二位 金枪守徐宁 第三位 青面兽杨智 第四位 急先锋所超 第五位 墨语剑张青 第六位 美然公诸童 第七位 九温龙使进 第八位 摩哲兰 木红 这就是今后 水不量山的 吴胡 八标上将军 还有小标将 小标将 一共是一十六人 其中有 镇三山黄信 并玉池孙丽 丑郡马轩赞 井木干好斯文 百圣将憨涛 天木将鹏起 圣水将善平归 神火将魏定国 摩云京士欧鹏 火眼酸泥正飞 锦毛虎燕顺 铁笛子仙马林 跳剑虎陈达 百花蛇阳春 紧抱着阳林 小霸王周通 这是十六位 小镖将军 兼任先锋官 步军头领 十个人 花和尚鲁智身 行者武松武二郎 赤法鬼流淌 插赤虎雷横 黑玄风李奎 浪子艳青 并观索杨雄 叛命三郎石秀 两头蛇谢真 双尾蝎 谢宝 除此之外 还有校尉十七个人 混世魔王樊瑞 桑门神 暴戒 拔被讹渣 相冲 飞天大圣 离滚 并大虫薛勇 金眼雕诗恩 小折兰木春 打虎将李忠 白面郎君 郑天寿 云里金刚 宋万 摸着天 杜千 出铃龙 邹渊 独角龙 邹润 花向虎 攻望 众剑虎 丁德孙 没面目 娇情 石将军 石勇 宋将还宣读 梁山伯 四寨水军 投领 一共是八个人 混江龙 李俊 川伙 张衡 浪里白条 张顺 立帝太岁 鸾小二 短命二郎 鸾小五 活颜罗 鸾小青 出洞交同碑 翻江造 同盟 另外 梁山伯 四处电房 打听消息 开店的掌柜的 八个人 东山酒店 归小玉之孙心 母大虫 顾大嫂 负责 西山酒店 归菜园的张青 母叶者 孙二娘 负责 南山酒店 归汉帝忽律 朱贵 鬼脸 杜星 负责 北山酒店 归催命 判官李立 归陕婆 王病六 负责 另外 水不良山 总探 投领 一个人 就是神行 太宝 加马 带宗 梁山伯 军中走 报 机密布军头领四个人 铁轿的月河 古上早失天 金毛犬 断井柱 白日辅 白胜 守护中军 马军 小将两个人 小温侯 吕方 赛人贵的 郭胜 守护中军 布军 小将两个人 毛头星 孔明 独火星 孔亮 还有一个人 是参赞 军机 诸胡 其他的人 咱不一一细说了 说在谁头上 咱在表谁 宋江 啪啪啪 分兵派将 哎呀 大伙心里高兴 这回 私专职了 干什么的 目标明确了 不像当初 哪用哪到 谁也不知道 自己是干什么的 这回是心灵眼亮 宋江宣布完了之后 又带头 一百丹八将 煞雪为盟 要对天地盟事 准备一个大盆 里头盛满了好酒 宋江带头 洗干净手 刺破中指 打打 逼了三滴血 第二个 玉琪琳卢俊逸 第三个 军师无用 啪啪啪 按着秩序 每个人 滴了三滴血 有人拿筷子 搅和开了 每人 饮下血酒一杯 然后 分香再告 宋江带头说 从今日使 天罡地杀 一百丹八位 弟兄 煞雪为盟 按着天意 不得违背 哪一个口不应心 背叛誓言者 群其而攻之 严惩 不耐 不求同年同月 同日生 但愿同年同月 同日死 这都发了事了 庄严肃目 有些人感动得 热血沸腾 都哭了 当晚 宋江就在中议堂 是圣牌宴 咱还得插一笔 在这七天嘛 一室当中 都吃尽口素 不行动荤腥 另外不准喝酒 今儿个破了力了 哎哟 有些人喝酒啊 喝得都发那狂了 今天要一醉方休 有些人你看看 我看到你 你是天刚星 我也是天刚星 你是地煞星 我也是地煞星 咱晚上抬头 往天上一瞅 全是星星 闪着亮光 闹着半天 咱都不是凡人 天星下界 这不是你说的 我说的 也不是宋哥哥说的 天降师碑为准 那师碑就是天书 那是玉皇大帝的旨意 咱说出的话 得负责 心得往一块想 劲得往一块使 您看这玩意有效力没 书中代言 这是怎么回事 没那么八宗事 都是宋江无用 公孙圣几个人 灭的窝边 因为这宋江啊 感觉到人要多了 离心离德 另外 摆愣什么都好摆愣 就这人不好摆愣 说我是训兽师 我能训狮子 我能训老虎 能训狼 这都好办 唯独这人不好训 因为他这个思想 他老有变化 此一时彼一时 在这时候 他说的是东 过了些日子 也许变成西了 这种事 举不胜举啊 宋江社会经验丰富 还不知道这个吗 你看现在 有不少人 倒戈归顺了梁山 表示得挺好 那么将来再打大仗 保不齐 他又倒了戈 保了旁人了 此一时彼一时嘛 所以利用这种方法 天纲地煞 煞雪为盟 让这些人心不变 这是一种全数啊 当然一个人难以完成 咱们前文书说了 宋江半个月没露面 说闹病了 干嘛呢 就计划这件事 策划人 都是无用公孙盛等人 那石碑呀 事事先刻好的 背着旁人不知道 埋在地底下的 这都是辩戏法 那这那人头脑也简单 也深信迷信 所以是坚信不移 因此 咱不必细说了 这阵煞雪为盟之后 开怀畅饮 宋江也多喝了几杯 平平敬酒 宋江打开了话匣子了 各位啊 你我都是犯罪之身 怎么这么说话呢 拿我来说 我坐楼杀死 严破西 我贪了人民官司 好学没掉了脑袋 是李逵闹江州 劫阀场 把我送上凉山 我才保住了我这条命 我是个罪犯 我对不起朝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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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你们自身 全是犯下不赦之罪 那我们今天是权益之计 占据水波凉山 那永远我们就这么干下去吗 我们就盼望着有朝一日 天子圣明 降昭旨开天恩赦免 你我无罪 到那时我们奉旨昭安 赶奔京城 前去请罪 如果蒙皇上开恩 赐以爵位 你我同心协力 达天下精忠报国 为民造福啊 今天打个心窝子说一句话 我就盼望着皇上早日昭安 哎呀 什么时候能盼来那一天呢 昭安啊 昭安啊 送杨 杨伯 咕嘟咕嘟咕嘟 又喝了三杯酒 林奎也喝多了 吴松也喝多了 这吴松就听这话就别了 八把酒杯一吨站起来 宋哥哥 我说几句你可别挑礼 我贤必 有话请讲 我说宋哥哥 你张嘴昭安 闭嘴昭安 我不爱听 要知道昭安 咱干这干什么呢 大英雄做了不悔 毁了不做呀 如果真要昭安 我不干了 这武松还算文明的 这几句话说出来 于经四座 在座的人无不惊害 李逵在旁边一听 诶 正趁心意 李逵是拍案而起呀 对了 吴二郎说的 我心窝里去了 我说宋大哥呀 我也不爱听 什么昭安昭安的 哪来那些鸟招安 皇帝老子 是一等一级的混蛋 王八蛋 造他的反就对了 造就造到底 将来领着梁山的人马 杀进东都汴梁 把皇帝老儿杀了 哥哥 就是他娘的皇帝老爷子 你拥有三公六院 与其林卢军业 来个八仙王 我们都是开国的 圆群 黑玄风李逵 吃酒带醉 大闹中意堂 这扫性劲就甭提了 本来大伙高高兴兴的 叫他这一搅和 整个的性质变了 说李逵喝酒喝多了 这不假 但他心里不痛快 他就不愿意听宋江 挂在嘴边这个昭安昭安 他从心往外败提 心说皇帝老子算个解 他不招安能怎么的 他招安又能怎么的 为啥非得拼他的 说宋江哥哥你当了皇帝 我们当了开国的元勋 不也一样吗 天下是人人的天下 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 可以轮流坐庄吗 跟你可好 动不动就盼着昭安 什么皇帝圣明 他圣明个屁 他想劝宋江 但是捉嘴奔塞肚子里有 倒不出来 这个窝火呀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今天家的喝多了 这家爆发出来 桌子他也周翻了 碗他也摔了 好吃的洒了满力 吓坏了无用 吓坏了众位毕兄 过来就嫁他 李奎 你耍什么酒放 你喝多了 不行 酒后涂真言 我说的是真的 我就不爱听宋哥哥说 招安 别人抱腰都抱不住 宋江那脸都气得变了颜色 有打红变紫 有打紫变青 有打青变黄 宋江啪 把桌子一摆 李奎啊 你惹事可不是一回子 这是什么地方 这叫中意堂啊 一百三八位弟兄 欢聚在一起 人们正在高兴的时候 你给泼凉水 你这人是唯恐天下不乱的 你这还了得呀 来人 把李奎推出去 砍了 宋江也震击了 把桌子拍得啪啪山痒 这刀斧手上来了 一看是李奎 什么下不了手 直作牙花 就 板口就杀了 坏杀 我不愿意见着他 玉奎林 卢俊一哭通 就跪下了 哥哥 哥哥 刀下留人 宋哥哥 李奎喝多了 撒酒疯 这个情有可原 再说呢 咱们都是自己的弟兄 就为这点事 就斩杀他 好像有点过分吧 忘哥哥收回成命 入云龙宫孙盛 神机军师诸武 五虎上将 胡拉超全跪下了 给李奎求情 宋江气得浑身之秃秃 嗯 好好好 把他压料下去 锁入空房 叫他行行酒 这还行 把李奎架出去 找一间空房的 把他推到里边 咔蹦 把他锁住 叫他去行酒 这宋江的心里 跟万把钢刀扎心一样 他认为李奎啊 委屈了自己 不同情自己 那么说到这儿 说书人得抛析抛析 您听得出来 宋江立足于什么呢 你得看占据水波量山 造大宋朝的反 他反的是高求 蔡经 同贯阳剑 不反对皇上 也不反对大宋国朝 他那意思 我是逼上梁山 一旦皇上降旨 昭安 赦免我等无罪 我们呢 就为朝廷尽忠报效 那他是这个心理 按个新词来说 宋江的革命 不是彻底的 您还记得数年前吗 连篇垒读的文章 报纸杂志 都出版过 叫批宋江 说宋江是投降派 这个不一定完全正确 是不是 那这儿的批宋江 那是有用意的 那叫敲山镇虎 撰写文章的人 是罪翁之意 不在己 也不是真批宋江 实际上 即使是真批的话 宋江在某种意义上讲 的确是个投降派 他的革命 他领导的义军 跟洪秀全截然不同 洪秀全创办 拜上碧会 旗帜先明 立场坚定 就要推翻 腐败的清政府 建立一个崭新的 由他领导的大币国 那么李自成的革命 也是坚决的 没有任何妥协 从起义那天开始 要推倒腐败的明王朝 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 再说瓦岗军 就是秦琼 程晓军等人 也比这宋江强 毕竟推倒了大隋 推倒了阳广 后来保了李世民 加入大唐朝的行列 但也比这宋江强 宋江老想着赵安 这不是投降派是什么 所以他内心的政策策略 是错误的 但是宋江啊 也没有办法 咱就说这一百单八将当中 就说跟朝廷彻底决裂的 人数不是那么多 咱举例子说 豹子头临冲 临冲全家不遭的迫害 血液上梁山 他也不来 大刀官圣 将人抓了俘虏了 所以说 也被逼无奈 在梁山入伙 发自内心 他也不想造朝廷的返 再举例子说 双颠大将胡彦硕 诚心造反吗 被抓了 俘虏了 敢送 杨志恩 入了火了 发自内心 也不想造反 诸如清面寿 杨志 小玄丰 柴晋 等等 绝大多数 还想回到朝廷去 说彻底在梁山 朔大旗 推倒大宋 不是那个想法 宋江看得非常清楚 如果他像李逵说那样 咱彻底推倒大宋 我来主持江山 我说皇上 你们都是开国援军 这帮人早就散伙了 宋江投其所好 没事谈心就说 忍着吧 等待有一天 皇上明得过来 将招招安 咱们还福保大宋 这就跟大家的心理想法吻合了 所以大伙呢 才安安稳稳 给梁山办事 如果宋江像李逵说那样 恐怕也就散伙了 总之 作为当家人 有难言之隐 再加上宋江从心里望外 也不反对朝廷 对皇上有好感 所以才说出这些话里 当然我说了这么半天 对于不对 供您参考 咱们书接前文 大家不欢而散呢 叫李逵整个给搅了 宋江一晚上也没睡好觉 光生气了 大家轮流着解劝 等天快亮了 宋江眯瞇了一觉 这个叫啊 比什么药都好使会 说我难受 睡一觉 不难受了 说我心里烦躁 睡了一觉 心情好转了 烦闷的时候 您就睡觉 宋江醒了之后 酒气也过去了 想想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觉得自己做的也有些过分 想想李逵是粗鲁 他是知心肠的人 但是李逵这个人心地善良 敢作敢为 他是属于口快心直的人 存不住话 想想李逵想当年 大闹江州 劫发厂 出生入死 把自己给救出来 要没有李逵 也有现在 哎呀 宋江颇甘后悔 因此这眼泪 巴达巴达 掉下来 无用 最了解宋江的思想动态 无用啊 就劝 哥哥 算了吧 不愉快的事情 这篇 把他接过去 把李逵饶了 是啊 军事说的对 我做的有些过分 来啊 把李逵带上来 有人到空房一看 哼 李逵好不在乎 就躺在地上 四角八叉地 在那沉沉大睡 等人把他呼唤醒了 李逵一股的声 坐起来 揉揉眼就 好睡 好睡 哎 哎 我怎么跑这儿待着来了 小李广花容一笑 我说李逵啊 你闯的祸你都忘了 我闯啥祸了 嘿 行行行行 你真是口快心直 撒完了气就没事了 昨天晚上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是吗 谁把桌子周翻的 怎么赖到我头上了 哈哈 行行行行 别讲了 现在宋头领还在气头上 你过去 你过去说几句好话 这事就算结过去了 听没听见 武松也劝 卢志深也劝 李逵捕了这大黑脑袋 这才来到中一堂 一看宋将居中而坐 卢俊逸 吴君是众人相陪 李逵想了想啊 也有点后悔 哭同跪下了 哥哥 我错了 虽然错了 我说的那都是实话呀 我就不爱听这招安这俩字 最好哥哥望后 别挡着我的面提这个词 好吗 关上我错了 愿打愿罚 全凭你了 你说要我的命 我肯定心服口服 我生下来就是给哥哥你办事的 你看着办吧 宋将掉的眼泪来到李逵的近前 用双手相掺 我的好兄弟呀 兄弟呀 望后酒要少吃 事要多吃 你回忆回忆 就因为喝酒误事 你闯了多少大祸呀 哥哥我怎人心 要你这颗人头啊 我疼还疼不过来呢 呃呵 大哥 李逵跟小孩一样 当着大伙的面 把大嘴插一脸 嚎啕大哭 两旁有不少弟兄受了感动 也赔得掉眼泪了 宋将也哭 无用擦了擦眼泪劝 好 皆大欢喜 皆大欢喜 那篇不愉快的事接过去了 李逵先得快起来 更衣 你看你满身都是尘土和草 快去去换衣服去 李逵洗了个澡 换了一套新衣服 画着大黑脑袋 往旁边一坐 咧着大嘴插 一个劲的笑 无愉快的事接过去 咱这么说 打这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战事 梁山也没主动出击 也没攻城战地 外边也没人讨伐梁山 这个小独立王国啊 倒非常太平 过了一个安安稳稳的冬天 眼看快过春节了 就是过年了 梁山哎呀一片昏腾啊 过年过节 头领都有赏钱啊 改善生活 穿新衣服 谁不高兴啊 三十还得吃饺子呢 大家是欢偏喜闭 梁山大寨后寨 前寨左寨右寨 四面八方一片昏腾 这一天 就是二十九这天 宋江跟卢俊义 正在谈心的时候 报市地进来 报都头领 离着咱们梁山东北方向 十里闭吧 我们结了会儿做工的 这做工的一共是十七个人 压着一辆车 车上装的呀 据说是宝灯 我们把他截了 不知道是放行啊 还是把他带到山上来 什么宝灯 我没问清楚 请都头领 民了过问 这样啊 不要难得他们 把他们请到中议堂 是 过了很长时间 二十来人带上来了 这些人下的是斗一而战 刚头这俩人是做工的 是来州府支府衙门的 做工的就是官人 你得看小官不大 是负责人 豪博贵这些都是灯将 专门扎灯 做灯的手艺人 宋江一问他弄清楚 他就问这俩做工的 你们压这些东西往哪送啊 哎呦 回大王啊 我们送到京城去 因为每一年天子降照 这个灯啊 分配到各个地方 都得制作珍珠灯 宝灯 送到京城 到了正月十五闹元宵的时候 张灯结彩与万民同乐 我们这也领下任务来了 原来分配三盏灯 后来又追加了两盏 一共是五盏灯 故城宝灯 要送往京城去 因此从贵山路过 被劫了 不不 被请到这儿来了 哦 什么样的宝灯 我看看 这灯叫九花灯 打开 我过过目 医生令下如山倒 五盏灯 全抖了开 呦 其中有一盏 叫九花灯 这灯啊 从中叶堂的柄上 悬起来 只脱的地 九九八十一盏灯 中间点上蜡烛 光滑四射 做工非常精细 各位头领为这灯转 好灯 好灯 宋江说这样吧 我不难为你们 该送灯还去送灯 不过就这盏九花灯 我留下了 啊 你们怎么向上面交代 那是你们的事 这灯我不白拿 来啊 赏文言五十两 呦 谢谢大王 谢谢大王 宋江吩咐把这九花灯 挂到朝盖朝天王这祠堂 只有那儿 配挂这宝灯 就这样把这些人给释放了 通过这件事情 宋江想起一件事 这京城啊 每一年正月十五 闹花灯 今年也不例外 究竟现在京城是个什么情况 这花灯能办到什么程度 宋江打算进京城 就摸摸底 你要看原文说宋江 心血来潮 要去看灯去 可能吗 宋江不是小孩 主要到那儿 仿差民情 另外宋江还在想 京城天子脚下 大王之地 你仓龙卧虎啊 要能寻找机会 跟上边的人能沟通 将来昭安 或许有希望 你看 宋江始终不忘这个事 他把这个想法 跟吴用说了 跟其他的人都没说 吴用一听 金锁双眉 哥哥 你要赶奔京城 是啊 我看不错呀 你想那叫京城啊 防范甚严啊 哥哥声名在外 一旦被人家认出来 焉有命灾 太危险了 我看不去为夷 哎 君士 你尽管放心 我又不是小孩子 我又不像李逵似的 吃酒带醉 自己张扬 我不可能啊 我就到那 仿仿民情 点到为止 而后我就回来 这事不必上去了 我心已决 我 吴用一听这词 没法劝了 你看宋江这人有主意 他认准这条道 谁劝也没用 吴用说好吧 那么哥哥要去 带谁去呢 呃 我想带着小玄丰 柴晋柴兄弟 他见广师多呀 过去经常跟官府打交道 咱们都是外行 他呢 能跟上层的人士接触 嗯 好 另外我想带着戴宗 万一有个马高邓短 他腿快 能来回通报信息 好 呃 我还想带着花和尚 卢智深 行者武松 两人勇力过人 到时候可以起到保镖的作用 对 我还想带着木春 木红 这两个人勇贯三军 又是部下的将官 灵活多变 带着他俩保镖 行啊 我看行了 就这几个人吧 军事 我不在梁山 你和卢俊义 两个人好生掌管 过了元宵节 我马上就回转梁山 行行行行 这宋江还挺民主 把这个事跟大伙说了 大伙一听 出乎意料之外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没词了 但是觉得这事太危险了 宋江这胆也太大了 敢深入虎穴 那抓你还抓不着的 你这不是主动送到门上去了吗 哎呀 但是全没法劝 别人没提什么 李奎一听 眼睛瞪圆了 姑姑 带着我去吧 我长这么大 没到京城看过花灯 你叫我开开眼吧 算了 算了 带谁也不能带你 你是唯恐天下不乱 惹是生非 好生在这看家伙 哥 我求你了 无论如何 你带着我去 这回您放心 我一不吃酒 二不惹事 我听哥哥您的 我要不听话 你宰我还不行吗 包括前者闹中一堂的事 二罪归一 你要我这颗黑脑袋 哥 无论如何 你得带着我 软磨硬泡 哎呀 宋江想了一想 好吧 就破例带你一次 我再上回当 我看看你究竟能不能听话 多谢哥哥 多谢哥哥 我肯定听话 但宋江一想带他 没人看着他不行 燕青啊 小弟在 燕青啊 你也跟着去吧 我把李逵就交给你了 你负责管束他 如果他要不听 严加惩处 燕青乐乐 遵命 那位说 他能管得了李逵吗 哎 他就专门对付李逵 这个宋江太了解了 多日相处 没事呢 他们的弟兄们也比武 你看李逵那么大的本事 斗不过燕青 燕青会摔跤 一扔一个个子 李逵还就怕燕青 因此弟兄商量 起身 奔京城 书接上文 宋江决定领 一部分弟兄 赶奔京城去观灯 您看在旧社会 这个上元节 就是正月十五的花灯节 比过年热闹 过年不就过三十晚上吗 放放鞭炮 接着财神 吃个年夜饭 通宵打蛋 就玩一玩 就算了 但这个灯节 至关重要 您翻开历史看看 那个热闹劲 就好比西方这个 狂人节呀 狂欢节 跟那差不多 这个京城 年年举办花灯盛会 有一套书 薛刚反堂 那不就描述 薛刚 正月十五 闹花灯 批死太子 惊奔圣驾 那闹上的 地富天翻 在唐朝的时候 那花灯 更盛行 唐明皇 都亲自赏灯 这咱不必细说了 这宋朝也不例外 空前的隆重 宋江呢 想体察民情 所以决定 到京城去一趟 他们一共是不到十个人 把启程 应用职务 都准备好了 多代金银财宝啊 梁山上有的是干货 都是抢来的 什么蒜条金 蒜条金 金条 金端宝 金刻子 银子 珠宝玉器 捡那上乘的 包了那么几包 这是望上的打扁用的 你不带这么多好东西 办不了事啊 另外换洗的衣服 也都带着 宋江自然 办成买卖人 大老板 代宗呢 办做总管 李逵 燕青 办做小司 挑着挑 担着袋 拿着东西 其他的人 装作散客 在前后保镖 万无一失 吃完了午夜饭 初一这天 他们就登城赶路 自走了 卢俊义 无用等人 送到金沙江边 这才挥手告别 按下梁山 咱不说 但说送江众人 这回啊 没走太背景地到 什么走德州啊 过来州啊 往前又过滕州啊 转来转去 转去转来 赶到正月十一这一天 就来到京城了 离这天寿门十里 必有个小镇边 宋江一想 不摸笔系 先别贸然进城 这小镇边不错 干脆就在这打监吧 找了一处电房 就住下来了 包了一个独门独药 伙计常规的 侍奉的殷勤 他们要有的是钱 吃喝一点不成问题啊 宋江也累了 当天晚上就商议 今天是正月十一 明天就十二了 咱们下一步 怎么商量着进城 柴晋就说 大哥 我看这么办 为了稳妥起见 哥哥你点这别动 你好生休息 我带着燕青 我们哥俩 先行一步 进京去摸摸底 看看情况 万无一失的时候 哥哥在进城也不吃 嗯 也好 那我就听你们的心了 当晚勿化 第二天 小玄丰柴晋 带着燕青 换了衣服了 要说这俩人 长得是一个赛的一个 这小玄丰柴晋 出身在明门呢 过去家里有单书铁卷 收过黄蜂啊 那思观两面 手眼通天 柴晋 吃喝各个方面都讲究 只是到了梁山以后 一切环境都改变了 没法讲究了 现在还得恢复 其实这个恢复呢 是有用的 柴晋换了一套 好衣服 本来小伙长得就漂亮 衬着小黑胡 穿上狐豪叼烧 你一看贵不可言 再说这燕青 这燕青是水不凉山 头一个美男子 琴棋书画 喂不英 那小伙长得是溜光水花 头上戴紧帽 身穿花袍 妖素失败 再一装扮上 嘿 这个漂亮 就是光彩照人 这就应了那句话 人配衣服 马配安 这话一点不假 哥俩 带足了银两 告别宋江 起身赶奔京城 一路之上是备家谨慎 那根弦绷得紧紧的 这俩都是精细的人 但是一看呢 没有什么反常的现象 也没有人跟踪 那人出来进去的 大部分的人流 都奔京城奔 看那意思啊 都想看花灯 四香八镇的 百八十里的 哪的人都有 大部分是比较富裕的人 你像那穷苦人 饭都吃不上 哪有心思看花灯啊 等到天寿门成门洞子 一看两旁是有站岗的 但是盘查的不严 看着谁可疑 过来问几句话 一般的根本不管 因此这哥俩顺顺当当 混进天寿门 就进了京城 当时的开封可了不得 那是全世界首屈一指 这大城市 那大城市有多数人口啊 所在户籍人数 不超过四十万 再加上外来人口 加不到一块 也就五十万左右吧 那个说 那就叫特大城市啊 应当说特大城市人口 得超过千万 不 咱说的什么年头的事 就这些万人口 继续在一起 在当时世界上 就是独一无二的 那人也不少了 那一进了京城 你看三街六市 金字牌匾 人来人往 是车水马龙 吆喝声 说笑声 哎呀 悬天闹地 震耳欲聋 哥两个半 两旁看着 因为刚过了年 这个年气还没过劲呢 得过了正月十五以后 还算结束呢 所以这个街上啊 年气正浓 大红的对子 烫金的大字 春联 对联 灯了 哪都有啊 现在家家户户 就开始悬灯结彩 正月十五是正日子 还差那么几天呢 都在张罗着 老百姓脸上 一个个是喜气洋洋 说说笑笑 这哥俩先转了 七盘大街 又转到风球门 又转到金桥路 这看看那看看 一切都太平 正这时候 就听见 风球门那个方向 马挂 lifetime的声音 有当兵的呼喊 闪开闪开闪开 闪开闪开 闪开来别碰着 哥俩夹杂在人群 在人群堆里头一看 好像来了巡逻的队伍 不超过五百人 都是颠窥冠甲 全身龙广啊 特强实弹 这些队伍从面前通过 后边一把九曲外霸 大红消金伞 下边罩着一匹传潮马 是金安玉佩 马安桥端坐一人 佩得彪皮的斗篷 小脸沉沉着 宽脑门有点尖下壳 但是有点发福了 小肚往前偏偏着 是紫袍金带 看那样是神圣不可侵犯 那些卫队是前护后拥 从面前通过 燕青不认得 就问柴静 我哥哥 刚才过去那关什么关 威风的不得了 你不认识 我哪见过呀 那就是咱们山上的 对头冤家呀 太魏高求 三思太魏高求 他就是高求 对 这个王八蛋 看那不可一世的样子 早晚逮着走 拨了他这屁 柴静一摆手 少说为家 别叫耳朵长的听去 看得出 虽然举办花灯盛徽 内部防范森严 高求领着巡逻的弟兄亲自巡逻 弹压地面 保卫黄城 哥俩看完之后 过了街继续往前走 燕青就说 黄公在哪 就在前面 我也开个眼瞅瞅黄公啥样 行行行行 他就到了东华门外 哎呦 一看是金碧辉煌 燕青羡慕得不得了之 这里面就是皇上办公的地方 正是 又老大了 这边有多少间房子 哎呀 难怪人都想当皇上 富贵莫如帝王家 这话一点不假呀 这墙怎么这么高 哎 有多是到门呢 燕青羡慕得不得了 真想到里头去逛逛 那能进得去吗 外头是层层卡哨 那进不去 他们围着个城墙 转了一圈 又到了热闹的地方 一看酒饭茶寺 兴罗其木 就离着这个东华门不远 到边有一座 非常讲究的大酒楼 抬头一看 尼金大字 太白楼 燕青就问柴晋 我说大官人 要到这吃顿饭 大概这钱少不了吧 柴晋也乐了 你有兴趣吗 那怎么没兴趣呢 来回京城 要在太白楼上吃俩菜 喝点酒 也不白来 好啊 咱有的是钱呢 来来来 上楼 这两个人一高兴 进了太白楼 掌柜得笑脸相迎 到这吃饭的人 有的是啊 但是也有空座位 他们上了二楼 在楼上是居高临下 往东华门那块 看得清清楚楚的 把这窗户 他们坐下来 包了个单尖 再看这单尖里边 都是硬木雕刻的桌椅 星星红的辫子 坐着非常舒服 墙上都是挑衫对联 名人字画 屋里是香气扑鼻啊 可以说是一臣不忍 伙计笑脸相迎过来 擦磨砖 先泡了一壶好茶 给每人倒上 就是二位官人嘛 就我们哥俩 您吃点什么 喝点什么 赶紧吩咐下来 我们造上的给准备 要一桌上等酒席 要一桌上等酒席 多少钱呢 文银二十两 眼睛一瓶就一吐舌头 吃一顿饭 文银二十两 那是钱的呢 可是 柴晋说 好 我们就要花点二十两 把那菜饭做的 要非常得位 懂吗 一会儿我可能随时点菜 另外加钱 好嘞嘞嘞 活气看这是吃茶 灰金乌土 出去准备去了 又过了一会儿 把鸭桌碟摆上来了 六个鸭桌碟 这不算在酒席饭前之内 这是饭店赠的 燕青在这磕着瓜子 吃着花生菜 看着街上的风景 柴晋是若有所思 柴晋心说 你在外的瞎流的 你能看出什么来 最好能进黄城里的去看看 皇宫大内里边正在干什么 也许能发现点什么 也许有用 柴晋心众是有心的人 正这时候 正菜 要往上端了 柴晋一百手 慢 我说火价 你先等等 什么时候叫你传菜 你再来 我们再等一辈客人 吃了你了 火仪兑点水 又推出去了 燕青就问 我拆的官人 咱等谁呀 我就那么一说 你就那么一听 贤弟啊 你扶而过来 燕青把身子往前一探 柴晋给他出主意 你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哟 我大官人 你真有点子 好嘞 你交给我了 我在这听你的信 你什么时候回来 咱们什么时候正式开席 我明白了 燕青笑呵呵的 离开太白楼 出来到街上 直接赶奔东华门 到东华门 他这一看 出来进去的人呢 没人盘查 为啥呀 都穿一套特殊的衣服 大红的外衣 绿裤子 红鞋 头上都戴着丝绸的葡萄 就是一种特殊的帽子 葡萄上头 每人都产着一朵花 这朵花是人工制作的 用金银丝缠绕的 这花上叮叮当当 还带着个小金牌 你不仔细看 看不出来 这是一种特殊的标志 哦 燕青多聪明 善于观察 一看凡是这种装处的人 出来进去 不受检查 也没人过问 可以直接进皇宫里 难怪柴静叫我来啊 选个什么人呢 哎 他一看 前面来个人 正好从东华门往外走 这人也是大红的外衣 大绿的裤子 大红的福字旅 头上戴着丝绸的葡萄 头也插着金簪 上面有个小盘 看那样这个人 能有三十六七岁 燕青你看就是他了 赶紧迎上去了 一工扫地 大哥 一向可好吗 小弟做买卖在外 少有问候 死罪死罪 大哥 我给你拜年了 恭喜发财 这人就愣了 他不认得燕青 哎呀 恕我眼拙呀 我 我怎么想不起 您是哪位来的 哈哈哈哈 您真是贵人多妄事 这也难怪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您是一位观察大人 对 我的确是个观察 您姓张 是不是 张观察 你说错了 我不姓张 我姓王 对对 哎呀呀 哎呀 我也记错了 您是王观察 我张观理代了 死罪死罪 谈不到 我说这阁下 您您找我有事 您找我有事 我找您没什么事 我家官人找您有事 现在就在太白楼 恭候大驾 酒菜都准备好了 就等您去了开席呢 王观察 赏个脸 走走走走 你是爱 到那你就知道了 走走走走 连拉再拽 这位王观察 一想 有人请客吃饭 那有什么不好的 就没多想 一边走 一边琢磨 我交的朋友 也是太多点了 这是谁呢 在哪儿见过呢 跟我怎么这么热情 胡思乱想的时候 就进了太白楼 上了二楼 到了包间 燕青板连笼高条 请进请进 柴静一看 燕青好样的 带着这种人出来 又灵力 又聪明 省多少心 柴静一看这人 哦 明白了 被骗上当来的 这戏还得接茬房下演 小旋风柴静站起来 一抱拳 观察大人 哈哈哈哈 一边二年有余 你可发福了 比当初气色好多了 这王观察一瞅 这位谁 狐猴叼烧 堂堂一表 这不是一般的人 起码来说 是个百万的富翁 哎呀 我交的人太多了 想不起来了 他脸一红 哎 请问这位仁兄 先乡何处 尊姓大名 我一时努顿 我想不起来了 您是 等会儿你就想起来了 一会儿你就想起来了 坐坐坐坐 火下开鞋 七个铁子八个碗 大件跟着往上上 这王观察一瞅 哟 真够丰盛的 一桌上当的酒席 这虎花钱不当道 什么贵吃什么 真羞美味 燕青在旁边频频让酒 行行行 您多喝两杯 过年的时候 咱们就这些 高个性 来喝 哎 王观察 勉勉强强 喝了一杯 好酒 好酒 请问这位仁兄 我还没想起来 您是 你看 你怎么还没想起来 我真有点想不起来了 喝完酒 你就想起来了 喝喝吃吃吃 架不住俩人 一个劲儿在这劝酒 这位究竟也不知道 燕青柴晋 姓自名谁 喝喝喝喝 这脸痛红 他不喝了 不行 无功受禄 勤势不安 兄弟还有任务在身 您看着我没 这身装束 我看着了 您还当职 可不是怎么的 不瞒老兄 眼看正月十五 就到了 皇上要亲自 与民同乐 要出来关灯 为了保障皇上的安全 抽掉了五千人 保护圣家 我也是其中之一 你说这么多人 恋于识别 怎么办呢 每人给我们 发了一套特殊的衣服 一看这身衣服 就是保护皇上的卫队 我也是其中之一啊 那么要有人穿上这身衣服 假的怎么办呢 为了识别 看着没 我这脑袋上 有金簪 这金簪 你别小瞧了 看着没 这有个小金牌 上的有 玉刺的文字 通行 无处 我们这身装住 再插上金簪 就这小牌 上哪去 没人过问 正赶上 我这会儿当职 我处理想吃口饭 遇上人凶了 结果我吃了半天 我还不知道 人凶 您是哪位 他把底圈 说出来了 柴晋心里高兴 我要的就是这个 没这套东西 我怎么能混进皇宫啊 这样 再喝两杯 不不不 我不喝了 富难从命 究竟您是谁 您得告诉我 要不我这个心里闷得好 我说观察大人 他这么办行不行 你再最后喝一杯 然后我就爆通 明性 柴晋和燕青 骗了个王观察 哎呀 不亲假亲 不亲假亲 就好像多年的朋友 偶然相遇了 这王观察 迷迷等等 哎呀 心里堵个疙瘩 就猜这俩人是谁呢 我怎么就想不起来呢 您说那能想起来吗 根本就不认识 哎 连咱们呢 也有这时候 一个事蒙住了 说什么想不起来了 或者跟一个人见着面呢 瞅着眼熟 半天不值得姓名 哎 或者有的人 喝个熊的一叫 也有点懵懂转向 这王观察 就是这种处境 后来他觉得不行 不问清楚是谁 这饭我不能吃 后来他一问 柴晋说了 咱这么办 你再喝一杯酒 喝完了 我就告诉你 你看好吗 那行行行行 柴晋吩咐燕青 去 取一杯热酒来 那边喝酒 喝热酒 燕青转身出去了 但这个酒里边 可就下了药了 王观察哪知道 回来 燕青递给他 他是一言二敬 他想要急于知道 这俩人是谁 喝完了还没等问呢 就见俩眼发直 眼鼻歪斜 时间不大 往椅子上一靠 这回好 什么也别问了 柴晋一看行了 告诉燕青把门关上 在里边消声 柴晋叫燕青帮忙 把王观察的衣服 全拔下来了 柴晋呢 就把这套衣服穿上了 大红的上衣 绿裤子 红鞋 特别是把他那 普头戴在自己头上 那金簪子 小金牌 这是不能疏忽的 穿完之后 想变个人 柴晋跟燕青说 我 利用这套合法的衣服 混进王公大内 我去观察观察 你在这儿守着这个人 千万别露出蛛丝马迹 根据这个药量啊 他一半会儿不能清醒过来 燕青一笑 这你放心 我能答对得了 燕青多聪明啊 那脑瓜玲珑皮套啊 留下燕青守着王观察 咱不说 咱说柴晋 出了太白楼 直接赶奔东华门 果然 守卫的军兵 连看他都没看 很顺利的混进东华门 再往里走就是玉路啊 哎哟 左一个院子 右一个院子 他就到了深宫大内啊 往前一看正中央 三个大字 龙德殿 龙德殿 哦 明白了 是皇上在这召见 外国使臣的地方 一般情况下 这个殿门不开 往左右看看 没人跟着 他上了玉阶 一瞅果然 龙德殿的门户紧闭 有金锁锁着 但是没人手把 他转过龙德殿 再往里走 一看叫瑞丝殿 那柴晋啊 读书万卷 什么人都教 他没来过 还没听说过吗 瑞丝殿是干嘛 是皇上读书的地方 我到了御书房了 这我得看看 上了台阶一看 哎 不知道为什么 这门没锁着 也没人看着 估摸着 都为筹办登记的事 忙活去了 哎 正好钻个空子 柴晋 胀了胆子 推身门 闪身就进去了 啼鼻子一闻 一股清香刺鼻啊 这里边点着滩香呢 经常有人打扫 地下铺着厚厚的地毯 迎面是巴扇屏风 他转过屏风一看 正中央是玉座 皇上坐的地方 一把龙椅 十分宽大 在旁边有农敦 再往两旁看 全是书架子 那啥的那书啊 也不知有多少册呀 前朝的各国的 什么书都有 都用象牙签 在那标志着 他来的目的 不是为看书啊 这瞅瞅那瞅瞅 再往御案上一看 文房四宝 应有尽有 真开了眼了 皇上使得 用的有一般般的嘛 他看了半天 也没动 心说我呀 也往这个座 坐一坐 我也品尝品尝 当皇帝 啥滋味 这柴静有时候 也跟小孩差不多 再看看 真没人 他就坐在这 玉座上来 不错 这居高临下 神圣不可侵灿 这大椅子 怎么这么宽 跟一张床 差不多 两旁边的扶手 就是两条龙 那龙林 都镶着 罗电和珠宝 光这椅子 就架着连城 柴静往对面 一看 呀 那是什么 就皇上 坐这坐的对面 有一个架子 架子上挂着 四个牌子 都镶在那木板上的 头一个牌子上头 山东宋江 第二个牌子 北地田虎 第三个牌子 江南桑腊 第四个牌子 回西王庆 啊 才就明白了 哎哟 闹了半天 这皇上心目之中 对于这四寇 是牢记不忘 在民间传说 里有四党 外有四寇 把我们山东 这宋江 宋头领 列为首座了 头一个 就是山东宋江 可见皇上 没忘 是耿耿于怀 多咱在这读书 往这座一坐 抬头就能看见 究竟这皇上 怎么打算的 是恨透了我们 是准备招安我们 是怎么对我们下家伙 不得而知啊 可以想象 绝对没有好事 这回我来了 别白来 我们山东的历史 跟旁人不一样 我们是中军的 我们是爱国的 我们要清军策 这有什么不好 最好把这名给出了 柴静从龙椅上起身 下了高台 来到近前 伸手 把山东宋江这牌子 给起下来了 就揣在怀中 这回胜仨了 柴静还想在这待一会儿 突然听见后面 有脚步的声音 来人的 不是御林军 就是太监 所以柴静赶紧 离开瑞斯殿 下了台阶一闪身 躲进火道 可再往里边走 御元林 就是皇上的内宫 这可进不去 内宫就是皇上的家 前边是办公的地方 所以他转了一转 一看呢 快走 总算没白来啊 就这样 他要从东华门出来了 回到酒楼 这时间就不短了 按现在钟表说 超过一个半小时 艳青正着急呢 一看门一开 柴静进来 回来了 回来了 快快快 换衣服 就这样 又把王观察这套衣服 铺头 全都脱下来 往旁边一放 艳青就问 下一步怎么办 把他扔下甭管了 你跟酒保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的说 你去会账吧 艳青到那会了账 给了二十两文银的酒饭钱 另外又多给了五两 告诉火器 我们有个朋友 现在吃酒带醉 尚未书醒 还在那睡着 多暂他醒了 你就说 你说你那两位朋友 有点急事 走了 说有什么话 以后再说 他这东西都放在他身边了 记住了吗 记住了 记住了 有钱好办事 给了五两银的赏钱 不在少数 火器千万万谢 就这样财信和艳青 离开太白楼 看了看 日头往西摘位了 太晚了要关城门了 他们住在城外 关到城里 不麻烦了吗 就到了天寿门 十里地回转殿房 到了殿房 掌灯了 信仰正着急 放心不下呢 一看他们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样 财信和艳青 交替着 把京城的情况 讲述得详详细细 最后拆尽 把到瑞斯殿 所探听的一切说完 从怀里头 把山东送江 那牌子拿出来 大哥请看 这在皇上的 御书房对面摆着 不知的皇上 怎么想的 对咱们梁山 究竟想怎么处置 不得而知 总之我气愤不过 我把这牌子摘起来 好 好好 把这给我批了 咔咔地给批了 宋江这没事了 咱翻回头 说那王冠茶 王冠茶掌灯之后 酒劲醒了 一看呢 还在饭馆里呢 那俩人哪儿去了 他问活气 活气一乐 您哪喝醉了 正在休息的时候 您那两位朋友 有点急事先走了 这钱呢都汇过了 说有话 以后再谈 哦 王冠茶一看 我衣服呢 吓了一跳 往旁边一看 都在椅子上放着呢 他赶紧戴上葡萄 把衣服穿戴好的鞋登上 离开了太白楼 黑了天了 他进了皇宫了 一进东华门 酒厅里边人 议论纷纷 他摘耳他一听 有人说 坏了 不知道什么人 混进皇宫大内 是吗 这也能随便进得来吗 你看 他就进来了吗 瑞斯殿里丢了个牌子 把山东宋江那牌子丢了 还剩下沙 你说谁也牌子拿走的 皇上不降旨 哪有一个敢动的 是不是凉山来人了 背不住啊 不见江南方辣 他怎么不动 王庆 他怎么不动呢 恐怕是水不凉山的人 混进皇宫 是啊 王冠茶一听 是暗自叫苦啊 他一回忆 这一天发生可疑的事情 那俩人神神秘秘 是不是凉山的人 哎呀 为什么我的衣服在椅子上都放着 莫非他们穿着我的衣服 混进了皇宫了 这牌子就是那俩人摘走的 这事倘若叫皇上知道 我全家超展 护灭九族啊 这事最好别张扬 我吃个哑巴亏就算了 吓死这王冠茶 也不敢往外说 反正他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 按下这咱们不说 翻回头再说宋江 睡了一宿觉 第二天又叫柴晋和燕青进城摸底 第二天什么也没发现 两个人平安归来 到了正月十四这天 宋江实在待不住了 决定自己亲自进京 众人保护着 按照原来的计划 拉开一定的距离 谁也看不出他们是一伙的 来 宋江依然是买卖人打扮 陪着柴晋 燕青代宗 吴松 鲁志申 穆红穆顺等人 就进了天寿门 你看这宋江啊 自要生长在山东 在个小小的运城县 而后摊了官司 到了江州 李奎闹法场 把他救上梁山 打那儿很少上其他的地方去 这京城根本就没来过 这一进京城 宋江的新增 开了两扇门一样 哎呦 这是繁华的大都会 到这是沿界大开 人这一生 不到京城来开开眼 死了都一丸掉 跟财经和燕青 介绍的是一般不二 今儿十四 明天是登节这正日子 我呀 好好溜达溜达 看看这儿 看看那儿 三街六市 转了一天 到了晚上花灯初上 花灯初上 虽然不是登节的正日子 但是百分之九十八的家庭 已经把灯全挂上了 街上照得跟火龙一样 地上雕根针 全都看得清清楚楚 宋江流的一天 腿也有点发酸了 嗓子也有些干渴 哎 溜达到一趟街上 这一趟街不太宽 路面整街干净 两旁全都是茶楼 一家晒着一家 一家比一家阔气 都是金字牌匾 那京城人他讲究 再看这茶楼的对面 一家挨着一家 一户挨着一户 也十分讲究 都是独门独院啊 干什么的 都是京城最有名的 姚昌妓院 整个这趟街 按现在的新词来说 都是红灯区 哦 宋江站在茶楼下 往对面一瞅 对面这家高挂一块 泥津大脸 映入眼帘的是 李家公馆 往旁边一看 赵家公馆 其实名叫公馆 就是姚昌妓院 这是高等妓女住的地方 自称叫公馆 宋江的心呢 就一动 他突然想起来了 是不是这是京城 宁记李诗诗的家呀 我可听说了 这个李诗诗 绝非寻常之辈呀 听说他跟道君天子 打得火热 这皇上为他 还专门修了一条地道 从皇宫可以到他的公馆 两个人优惠 究竟是真是假 不得而知 要能接近李诗诗 就不难见着皇上 就即使见不着皇上 要打通李诗诗这个关节 哪怕我写封信 叫他交给皇上 皇上也能见着 这可是一条捷径 离这昭安 就不会太远了 你看这宋江时时刻刻 没忘了昭安 他想到这不走了 跟大伙说 我有点累了 口干舌舌 咱们到茶楼喝点水吧 大伙也高兴 上了对面的茶楼 这茶楼也叫李家茶楼 三层相当讲究了 在这品茶比吃饭还贵 他们整个包尖坐下了 伙计把水漆上 各种粮碟摆上 大家边吃边喝 宋江心里有事 就告诉彦青 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带着钱 是 我明白了 彦青受命 从茶楼出来 过了街 奔李公馆 等推门一进去 有伙计在门上照应着 哟 来了客官 来大爷 啊 请问 李诗诗小姐住在这吗 正是正是 您是 不必多问 我是来花钱的 看着没 腰缠万贯 我想买个乐子 哎呀哈 你里边请里边请 干这行呢 就是认钱呢 你瞅这位 一表堂堂 穿丑果断 胡豪雕烧 就这身穿的 也价值万斤 赶紧往里上 让到小客厅 彦青坐下来 往这屋里一瞅 好 这个高雅劲 就甭皮了头 暖气铺了 他刚坐下 李妈妈 从里边出来了 这李妈妈 就是李诗诗的 养母 能有四十岁挂铃吧 穿得干净利落 香味扑鼻 干这行的 那多会说呀 见什么人 说什么话 打量打量 彦青 赶紧万福 一笑 请问官人 您是来取乐子的 啊 您是 这家 就是我说了算 哦 您归姓 我姓李 李妈妈 请坐 请坐 分宾主落座 这老李太太 上一眼 下一眼 打量 艳青多时 请问官人 尊姓大名 呃 免贵 我也姓李 哦 五百年前 咱还是一家人 是是是 您管我叫小乙 就可以了 哦 是 您过去 来过京城 我从京城 长大的 哦 这更不是外人了 您想见我们 诗诗 啊 诗诗 妈妈要得便 能使我 见上一面 我是求之不得 艳青说的这 从怀里 他一伸手 掏出个红布包 沉甸甸的 往老宝的面前一避 妈妈 买包茶叶喝吧 呀 无功受禄 寝食不安 这 这怎么能使得 哎 拿去吧 拿去吧 这是多少 我孝敬您的 等大黑看 金光灿灿 这老太太见过钱呢 一瞅就这一包金子 这多少钱呢 这位灰金无土出手 大方 这可是财神爷 这财神爷就是摇钱树 怎么能放过呢 好好好 哎呀 说起来我们诗诗 可是个大忙人啊 既然大爷召见 哪有不见面之理 稍后片刻啊 我去通知一声 妈妈请便 燕青说的这 心里咚咚也知跳啊 行说这个李诗诗 特有名气 都说 他是绝代的家人 怎么个绝代法 没见过 今儿个我也开开眼 哎 等着时间不太长 这老宝子在前 两名丫鬟 左右一分 郑中央出现一个女子 燕青上眼的一看 就吃了一惊 好家伙 个头 不高不矮 身听 不胖不瘦 腰身苗条 有一种曲线美 望脸上一看 真是标准的美人 鸭蛋脸 宽脑门尖下壳 满头的乌云 插满了首饰 身穿绸缎 裙子 望眼前一戳一战 香气四溢 真是瞎光万道 瑞彩千条 浪子燕青 在理工馆 出会李诗诗 哟 一看这李诗诗 真是个绝代家人 燕青也为之 怦然心动 那么说为什么呢 英雄爱美人嘛 燕青心说话 难怪道君皇帝 被他迷得神魂颠倒 真是个妖人也 他心里都盘算着 这阵老宝子 给彼此做了介绍 分宾主落座 李诗诗代孝问道 这位官人 听说您也是汴京人 啊 我自幼生长在汴京之后 远离京都到山东落了户了 哦 原来如此 过去未曾见到大官人 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 哎 彼此彼此 不过呢 燕青马上解释 姑娘 我来见姑娘 我是受人之托呀 有人 叫我来见见姑娘 哦 却原来 不是大官人 你 哎 正是 我家主人 要见姑娘一面 你家主人是谁 哎 现在说 性命诸多不变 从而言之 言而总之 我家主人来山东第一富户 不敢说家里有金山银山 哎 要说钱来说 有的是 他呀 就想见姑娘一面 叫我先行一步 来跟姑娘约会 如果姑娘有意的话 我可以把我家主人请来 你们见上一面 哦 原来如此 这个话刚说的 有个小丫头 慌慌张张 从后边赶到前厅 姑娘 快快快 官家来了 叫你赶紧迎接 官家 李诗诗文庭 赶紧站起身来 跟燕青说 这位李大官人实在对不起 我有一位尊敬的客人来了 我们事先早就有约 我必须得接待 对不起 失陪了 失陪了 李诗诗站起身来 慌慌慌慌 转身奔后不去 丫鬟婆子也慌了手脚了 赶紧跟燕青啊 就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收拾盘子碗 一次之间往外轰 燕青多聪明啊 一看 明白了 所说的这位尊敬的客人 肯定是皇上来了 不见他们能这样吗 看来外边的谣传是真事啊 这回找到证据了 燕青不便久留 离开李公馆 过了街到对面的茶楼 见着宋江 趴在耳边上 把经过讲述一遍 宋江点点头 行 今儿是十四 没见着没关系 明儿可是正日子 咱再来啊 宋江叫人 汇了握了握了插资 从楼上下来出天寿门赶奔殿房 可一进殿房啊 李逵正在那抄出来 书中代言 人家这些人进了京城了 就把李逵留到殿房看店 叫他看家 这李逵就一度的牢骚 不满意 你们去溜达去了 把我搁到家里头 要是这样 我跟着来干上来了 我得量上看家好不 一看宋江他们这么晚回来 李逵糊着个脸就问 你们吃喝玩乐 挺开心吧 就把我扔到家里头 好寂寞 好寂寞 宋江一笑 贤弟啊 我们今天进城去摸摸笔 也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 明天才是正日子 正月十五 一准带着你进京看灯 你看怎样 嘿嘿 那还行 我心扔些我不管了呢 好 明天进城 说准说准啊 当天晚上别人写着 宋江跟柴晋没写着 宋江一想 彦卿很顺利的见着李诗诗 说明前通神路 我们多待机缘就对了 只要把李诗诗这个关节打通 能跟他联系上 跟他说明我们的愿意 求他帮忙 把一封信上达天子 这就一切达到目的了 我们就不须此行啊 可给皇上这封信怎么个写色 宋江拿不准 跟柴晋两个人商量 柴晋给出主意 斟酌词句 宋江在灯下 给皇上写了封信 但马就说明我们良善 我们是逼不得已 我们是逼上良善 我们不是成心做土匪 我们想归顺朝廷 弯转周折 把这个意思说清了 希望朝廷能招安 写了六大篇 最后有腾写的一遍 甄酌再三行了 把这封信封好了 揣着宋江的怀里 天就快亮了 宋江柴晋之才歇着 白天哪都没敢去 十五的正日子 他们睡足了觉 就耗到晚上 等掌灯的时候 今天是正日子 关灯的好时候 城门全都不关闭 宵夜已经取消了 军民共赏花灯 这是破例的行为 所以宋江众人 点灯之后 吃饱了喝足了 换上干净的衣服 按着计划其身 又尽了东京 这回带着李逵 这李逵一进了京城 这脑袋跟不浪鼓 差不多少 东守西求 真的娘好地方 比咱那地方强多了 哈哈哈哈 燕青挨着他 负责管他 燕青告诉他 老实点啊 你可以动眼睛看 但是不要说话 你知道吗 你这人说话嘴没把门的 是了 是了 这李逵这眼睛 就不够实的了 穿街过市 再看那街上 红蓝绿女 拥挤不透 擦肩接拢 一个挨着一个的 再往两旁看 各式各样的灯 真是光彩多目啊 真有那手巧的 发出来各式各样的灯 有兽型的 有飞禽的 有龙有风 总而言之 都是吉祥之物 还有一种转心灯 外边望左转 里边心望右转 光滑一射 栩栩如生啊 看的人是如醉如痴 这李逵和宋江众人 一边走着 一边关灯 转来转去 又到了小玉街 因为宋江心里有事 不是为关灯来的 他这么大个人呢 就说说看个新鲜 就跑到京城来嘛 不是那么回事 又来到那家茶楼 再看楼上也是高棚满座 宋江众人上了楼 跟茶博士打了招呼 包了个雅尖 弟兄们坐下了 茶博士把茶水给提上来 各种小吃摆上 宋江告诉燕青 你再去离公馆 无论如何 约着这李适时 我要见他一面 那么燕青心里 他已经有底了 一回生两回熟嘛 让凤江众人听信 他又下了茶楼 过了街 来到李公馆 等挑帘一进来 这里边这伙计 认得燕青的 哟 李的官人 您来了 来了来了 里边请里边请 盛青款待 知道此人出手 大方 挥金似土 有的是钱 能把财神爷 往外推吗 让到小厅堂 燕青坐下 那老宝子又出来了 呀 哎呀 李大官人啊 昨天啊 事出突然 多有得罪啊 行算您不来了呢 没想到您真赏脸 又来了 我哪能不来呢 昨天跟师师小姐 刚谈了几句话 没谈够 有许多的话 我没等说呢 结果你们有事 我只好告辞 今儿个 这不又来了吗 是是是 今天啊 估摸着没什么事 李的官人 可以尽情在这玩乐 啊 我给您 泡茶去 我有最好的茶叶 燕青一百说 不比不比 妈妈 我有件事 先跟您打个招呼 啊 您说 妈妈 昨天我说了 我来 我是个小胆 我是跑前站的 我家主人就在对面茶楼恭候着呢 他要见师师一面 妈妈 无论如何 您得成全此事啊 我没别的意思 就是一睹 师师小姐的方容就心满意足了 啊 好说 好说 老宝子一想 这打前站的伙计都出手这么大方 他的主子更没说的了 昨天听说了 他家主人是山东第一富户 和大财主 家里都有聚宝盆 这买卖能往外推吗 我们干这行图的是什么 就图的是金银财宝啊 想到这儿非常高兴 好 小官人 你少安悟造 我呢 到里边跟师师打个招呼 保你主人满意 你看好吗 多谢多谢 哎 这回还挺顺利 时间不大 李师师又出来了 今天又换了一套新衣服 也不是这香水擦了有多少 离着多远呢 香气扑鼻 再看李师师是落落大方 笑脸相迎 跟燕青再次见面 分宾主坐下之后 老宝子说了 师师啊 今天他家主人来了 等着你半天了 就在对面的茶楼 你是否答应啊 让他的主子见你一面 妈妈一切听凭您安排 哎 好了 哎 小官人啊 你辛苦辛苦 哎 我家师师上茶楼诸多不便 就请你家主人到这里来议会 好好好 我马上就去 燕青极其高兴 一转身 离开李公馆 到了对面的茶楼 跟宋江一挥手 走 宋江就知道一切成了 但这么老多人能去吗 宋江料家思索 做了安排 让花和尚鲁志身 行者无松 各带利器 在天寿门左右巡逻 一方不测 让木春 木红哥俩 在狮子口这巡逻 一方不测 他就带着柴晋 燕青 神行太宝 代宗和黑玄丰 李逵 五个人离开茶楼 来到李公馆 宋江一想给李逵 摇头涮甲的 到里边 说话嘴都没把门的 最好别见李适适 怕到坏事 让代宗陪着他 在门口这听信 他就带着柴晋和燕青 三个人进了李公馆 这李逵心里就不痛快 哦 把我弄来了 跑这守门来了 连屋都不让进 真他娘都晦气 但宋江交代 又不敢不听 代宗留下 主要是看着了 不表他们俩 单说宋江三人 到了平堂 呀 宋江望着他一打量 燕青说的 一点都不过分 这里边的摆设 果然是富丽堂皇 哪里像姚昌妓院 分明是一座高雅的书斋 多宝格上 全都是值钱的宝物 朴山对联名人字画 样样设置的非常得体 让人望着一座 有一种飘飘然 燃飘飘的感觉 再往座上观角 有一女子正在宫后 甭问她就是离师师 宋江大眼这么一看 呼呼呀 这是人吗 这肯定是月宫的仙子 难怪道军皇上被他倾倒 败倒在石榴群下呀 一般的男人 也有不动心之礼 老实说 宋江也动心 他也是人呢 彼此见过之后 分兵主落作 这个妈妈 头眼这一看 这主子 赶不上 那个姓李的小官人 长得差得多 但是这份儿还够足的 前护后拥的 不管怎么说 得从他身上 能挤出金银财宝来 因此倍加尊重啊 又倒茶 又端点心 说些拜年的话 宋江见过李诗诗之后 这才说 姑娘 久闻芳明 幸得相见 这也是一种缘分 李诗诗也笑了 是啊 俗话说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逢 今日正好是上缘节 你我在此见面 岂不就是一种偏意啊 说得好 说得好 哈哈哈哈 说着话 老宝子吩咐一声 排白酒呀 那成菜的家事 都是金盘玉盏 筷子 都是包金的象牙筷子 不管是什么实劲 都是高等品 你让人这享受 无止境 说我们买细词的小碗 图案品 光彩照人 这就不错了 你要买瓷 那瓷系的无边无厌 说瓷就不行了 换金盘子 盐碗 金盘子金碗 玉石盘子 玉石碗 那还有个头吗 就看这一套餐具 就价值万斤 不管那菜好吃不好吃 这缝儿在这 宋江心里想 这李诗诗啊 有的是钱 看来人家才是活财神 那么光吃有什么意思 老宝子带头 告诉李诗诗 这位官人与你初次相会 你弹唱一曲 以助久幸 是 你看这李诗诗 琴棋书画 无有不经 马上怀抱 琵琶 就给宋江弹奏了一曲 把宋江给迷的 哎呀 眼睛都有点睁不开了 紧跟着李诗诗 又唱了个小曲 青起朱唇啊 哎呦 这小声这个天啊 真是扰梁三日 鱼味都不能散 把这几人听得是如醉如痴 宋江把神拢回来 心里判断 好 听小曲 见美人 这都是次要的 我怎么能抽时间 清土肺腑 把我的来意说明白呢 如何叫李诗诗 能帮我的忙 把我这封信 转达给天子呢 他心里想的是这个事 正在这时候 听见门口一阵大乱 李逵是又超出又狠 怎么回事 多长时间了 还不出来 我得等到什么时候 一会灯灰也散了 我啥也看不见 又听见一个人低声 在这安慰 宋江马上明白了 李逵 那个声音是戴宗 宋江怕出事 哦 各位羞的惊慌 这是我手下两个伙计 咱们等的时间太长了 老宝子就说 即使您带来的人 怎么不一块进来 喝杯热酒也是好的 快请快请 宋江没办法 把戴宗李逵叫进来 这个戴宗没什么说的 穿着打扮 也挺高雅 戴宗长得也是一般般的人 唯独这李逵 他那一露面 把李逝逝吓得 好却没摔倒 连那老宝子在丫鬟 无不惊呼 玩这个劲 那个说怎么回事 因为李逵这个长相 他确实吓人 身体高大 肩膀也困 肚端也偏偏 这张大黑脸 两道大摩子 没一对大火眼 白眼珠 大黑眼睛小 大爬鼻子 链鱼嘴 扎盆克的虚然 你说这块头 他吓人不吓人 这是一 另外李逵是 愣头愣脑 就像好几个人 推他进来似的 咚咚咚咚咚咚 到了桌案的前头了 谁不害怕呀 李逝逝见的都是什么人 哪见过这呗 真是芳心乱跳 玉体不安 这 宋江一看 把美人给吓着了 姑娘 不必惊慌 这个就是我手下的伙计 叫李二 这个叫张三 这都是我的伙计 过来 见过姑娘 戴宗好说话 行了李了 然后垂手 站在一旁 这李逵等近 真是一看 桌上摆的都是好吃的 鸡鸭鱼肉 那都拿不出手的 有些东西见都没见过 皮鼻子一闻 那香味 滋滋往鼻子眼里蹲 叫人这口水 顿时就流出来了 栽开宋江的对面 坐着一个如花自欲的美人 而周围围红以翠 全是姑娘居多呀 这李逵就看不惯这个 李逵心说 好你个宋江 你是贪阴好色之徒啊 乖乖的叫我们在门口把门呢 你在这又吃又喝又说又笑啊 你 你啊 不咋的你 这李逵这活 真就撞到脑门子上来 刚要发作 老宝子会来事 赶紧给李逵倒了杯酒 这位官人请用一杯 快喝吧 给 李逵真缠酒了 好嘞 心说喝完了咱再议论 端过了一样拨咕咚进去了 李诗诗这会儿的心也比较平静了 所以 又敬了李逵三大杯酒 李逵一样拨一杯 一样拨一杯 全喝完了 把嘴一擦 拿起筷子杯杯 加了两块肉吃 哎呀 柴进一看不行 我们这有大事 叫他一搅和就得乱局啊 所以啊 无论如何 得把他打发走了 才能办我们的大事 宋江见着李诗诗 正谈得高兴的时候 李逵闯进来了 要说李逵呀 真是个囊事包 什么叫囊事包啊 就没事找事 这种人呢 最好您别带着 哎 唯恐天下不乱 害处居多 益处居少 这不就是个生动的例子吗 他一进了屋里头 贼头贼脑 谁吵着不害怕呀 柴进多了个心眼 心说替宋江 把他打发出去 一会儿他喝两中酒 一下度 满嘴没把门的 胡说八道 一句话就许坏了大事 因此 冲着戴宗 使了一下眼色 用眼睛说话 戴宗神不明白 戴宗就说 兄弟兄弟 喝得也不得零 走走走走 跟我到外边 过过房 走走走走 没等李逵反应过来 戴宗连拖再拽 就把李逵给弄出去了 屋里又恢复了平静 这李诗诗 又接着奏这小曲 宋江一时心血来潮 跟李诗诗说 姑娘 我想写个词 你能按着我这词 唱一首曲子吗 官人不妨试试 好 曲直笔来 老宝子吩咐一声 在旁边又设一桌案 这宋江玩了玩袖子 提笔在手 廖家思索是一挥而就 众人在旁边看着 连李诗诗都仔细看着 就见上面写着 天南地北 问乾坤何处 可容狂客 借着山东淹水寨 来买凤城春色 翠绣微香 降消龙雪 一笑千金之 神仙疲态 博姓如何消德 想炉叶滩头 廖花拼盼 浩月空凝币 六六艳行 连八九 只等金鸡消息 一胆包天 中干盖地 四海无人时 离愁万种 醉香一叶头薄 慢说李诗诗看不懂 就连柴镜也得费点心思 宋江写完之后一笑 姑娘 你可能铺个曲子吗 好 还是那句话 我试试看 因为李诗诗对宋江写的这首词 这含义不太明白 一边琢磨着 一边心里想着这个曲子 正这时候 有个小丫鬟 慌慌张张 跑进来 回姑娘的话 官家驾到 请您赶紧去迎接 啊 李诗诗诗容颜更编 推案而起 慌慌张张 哎呀 官人各位 我没法奉陪了 我有件急事 失陪失陪 转身 奔后地去了 老宝子就说 啊啊啊 他是这么回事 有一位贵客 每次来都要见我家姑娘 人家花了钱了 我们没办法 另外也得罪不起呀 各位失陪了 失陪了 你们 你们就委屈委屈 暂时到其他的房间 等一等吧 宋江一看呢 明白了 官家 谁呀 皇上 在这能叫皇上 就叫官家 肯定是他 不然不能有这么大的响动 本来自己的事没办完 哎 这样也好 寻个机会 把我这封信 交给皇上 就这样 宋江带着宴清柴禁 躲到耳房 这门四关四不关 宋江到了里边 摘耳侧听 就听着后院 响起爽朗的笑声 哈哈哈哈 美人 没想到吧 今儿个我又来了 您老人家 怎么得闲 大正月十五的 还到我这来呢 哎 瞧你说的 一日不见 如鸽三秋啊 我都安排好了 都有人去坐 赏灯 不如看清家你呀 有你陪着我喝两钟 说点悄悄话 真是人间偏上啊 哈哈哈哈 官家李边请 李边请 这是李诗诗的声音 宋江这一听 肯定 道君皇上 真来了 他把门关上 就跟柴晋商量 贤弟啊 我看这个机会难得 肯定当今圣驾到了 能否把这封信 亲手交给他 让他明白明白 咱们为什么占据水波凉山 你看怎么样 不 不可不可 柴晋捡晃头啊 大哥 太唐吐了 就即使真是道君天子 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咱这一露面 岂不犯下 惊讶之罪 你就是 有幸把这封信 递给他 他听不听 采纳不采纳 那是两回事 退一万步说 他当时没办法 点了头了 背后 他背不住 就反惯 你我弟兄 连京城都出不去 太冒险了 不行不行不行 宋江一听柴晋说的有道理 只好就忍起来了 心说等他走了 最好再会理事事 不管等多长时间 也得等 三个人在李家耐心等待 诶 正这么个结果要出事了 怎么出事了 这道君皇上顺着地道来的 来跟李诗诗约会 他能一个人来吗 带着新夫的小太监 还带了几个保镖 都是从地道来的 唯恐有一闪失 怎么办呢 他密旨告诉杨太尉 问你啊 领一部分人 从前门赶奔李公园 一方不测 这杨太尉 也是皇上的撇身保镖 领旨之后 到武城兵马司 点兵 武伟都穿着便装 各拿利器 从前面 顺着小玉街 赶奔李公园 那么五百多人 都跑到李公园来 惊着架怎么办呢 所以他告诉这些人 在狮子街拼信 要没事就不叫你们 有事 拼我的喊声 这五百便衣队 假装关灯的老百姓 都在这拼信 这个杨太尉 一个人 迈着方部 来到李公园 瓢链一进来 把他吓一跳 一看门洞两旁 站着两个陌生人 一个是戴宗 一个是李奎 当然他不认识 还是那句话 他见着戴宗 没什么感觉 是平平常常的一个人 唯独看见李奎 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说这哪来的 这不是个土匪吗 冤争还眼 盗树虎须 愣头愣脑 飞飞计刀 这杨太尉 赶紧就站住了 把脸望下一沉 哈叮 你是何方来的狂徒 在此作善 那意思你哪来的 你跑这待着 贼头贼脑 你想干什么 本来这李奎啊 就憋闷就好 正暗气暗变 不满意宋江 你看看你 叫一个美人陪着你 又说又笑 又吃又喝 叫我在这受凉方 上街看灯 我也看不着 真贪凉的晦气 这狗的这气正好没地方杀气 他一看 进了一个当官的 能有四十岁挂灵 沉着个脸 指着自己的鼻子 说话好刺耳 这李奎最反对的 就是官府的人 特别是当官的 李奎一手火撞顶梁门 先说你还质问我 我去质问谁去 李奎把肚子一舔 腰一叉 放你娃的屁 你管我是干什么的 我乐意在哪 我就在哪 你还管得着吗 哎呀 杨太卫是皇上面前的红人 一品大员 哪听过这么文明的词 跟他说话的人都得矮半截 竟得说拜年的话 今天一听这词 那是接受不了 你敢出口伤人 你肯定不是个好人 来人 那意思来人 把他给我拿下 但那人都在石子街路口呢 离这远 远水不解金河 他一说来人 没人来 李奎干什么 来人弄他妈怎么的 我无光是说话难听 我还要打活人 他一回手 把身后一条木头凳子 他抄起来 对准阳台北 咔就这一凳子 您说那李奎得多大劲 那木头板凳要垂在脑子上 非得给脑袋打漏了不可 杨太卫一帮往旁边一闪身 身子一扭 连尖头在后背 结结实实挨了一凳子 咔哀哟 哭通 把杨太卫就打翻在地 李奎第二下 把这凳子举起来 他娘的狗扎住 快 快 连着三凳子 杨太卫就起不来了 闹了半天 左边的胳膊都骨折了 旁边还有戴宗呢 戴宗一看可了不得了 你这个忙事包 过去 声强硬夺 把这凳子夺过来了 抱着李奎的腰 你要干什么 我干什么呢 我什么他都想干 你疯了不成 我就疯了 这李奎啊 真耍个飙露 十一人一轮 把戴宗给甩出去了 他脉部 登登登 进了前面的小客厅 一看 满墙都是名人字画 他把这字画 齐了哈啪 齐了哈啪 全给死了 然后把漫长 一个拽下来 龙坐一屯 在蜡烛上 就扁着了 放火 咱们热闹热闹 哎哟可要了名字 这屋里都是 易燃的东西 李奎这一放火 不要紧 刹那之间 全着了 烈焰沸腾 有人发现了 哎呀着火了 坏了李公馆着火了 他们这么一折腾 那个阳太尉像狗一样 爬到当街上 然后扶着墙 一溜歪斜 就去搬兵去了 一边走着 一边喊 哎呀 来人哪 有土匪了 有强盗了 这一喊不要紧 那五百便衣队 都在路口等着 有着耳朵尖拼去了 回来出事 哎呀 怎么着火了 都问李公馆扑来 代宗就知道惹了祸了 赶紧三步两步冲在里边 哥哥 哥哥大事不好 风紧扯祸 给宋江报信 别呆了 非捅大楼都不可 宋江 宋江柴晋和燕青 本来等着呢 等李诗诗 倒开功夫 把一肚子画好 跟他讲讲 没想到出这岔头 宋江拉开格子 文望 我一看 啊 我连年代火呀 这怎么弄 李逵方的火 这个黑鬼 真是物事不小啊 快走 他冒烟土火 闯出理工馆 一看 结诗已经乱了套了 那杨太队用手一指 就是那个黑鬼 就是出了那小子 接住 他把他拿住 因为他不认识旁人 便一队各轮刀枪过来 把李逵就给挡住了 小子还不救父 等待何时 轮刀枪往谁闯 李逵能听到的吗 啊哈哈 来得好啊 你别看他持守空拳 那个时候 斧子怎么没带 怕他惹事 斧子哥的电法 没让他带 所以他没有家不事 他一看 地上有砖头 他抄起两块的 啪啪 嚣倒了俩 然后从倒下的人 手里夺过一条枪来 有这理会就使开性子了 吹你娘叫 手起三枪 就放弹去 那些当才的望上 以为把李逵是团团围住 那戴宗能在这看热闹吗 戴宗一哈摇 拾起一把刀来 帮助李逵在这抵挡着 掩护着宋江 燕青和柴晋快车 宋江犹豫之间 柴晋说 哥哥别等了 快走吧 跑出一个是一个 他们直接赶问天授门 正在这时候 戴宗和李逵是边打边退 戴宗就说 快点撤吧 我的好兄弟 你不是我兄弟 你是我爹 你是我祖宗 咱撤吧 李逵一看形势也不妙 人家越来人越多 双拳难逼四手 好汉架不住人多 是边打边退 那些变异队 一看这黑鬼太厉害了 碰着就死 挨着就亡 干渣乎谁也不敢靠近 所以李逵他们钻了个空子 就退到天授门 可有人脚快 啥脚无非 给太尉高求报了心 高求挂着个直弦 是经营殿帅 确保皇城的安全 全神披挂正领着人 巡城呢 得着报告了 高求已经 什么 哪来的 哎呀 莫非是梁山的草扣 利用上元节来闹花灯来了 这还了得呢 他马上领着军队 赶到出世地点 高求在马上往前一看 牵着乱了套了 老百姓是哭憋叫娘 本来正月十五 逛花灯四香八阵的老百姓 就有的是 再加上皇城里边 这些关灯的 今儿可倒了没了 没想到出来这种事 利手利脚的 年轻的人跑得快 上了点年纪的 还有那孩子 父女跑不快 一倒就是一片 后边的人绊倒了又是一片 死伤惨重 高求顾不得旁边 抓住 一定把兴凶的贼 绳之一法 抓住 别让他们跑了 别让他们跑了 高台北来了 有骑兵 有骑兵有步兵 有便 一队 乌鲁就上了 仰看着要不妙了 没想到 暮春暮红 在十字街 城门左右 有人 哇哇 抱叫 左面冲出来 花和尚 炉至身 右面 有一人正是行者 无松 玩了 手持 双戒刀 葫芦 狼群一般 就闯出来了 而能修关 长门 气球 哎呀 哎呀 这是两只虎 到了现在 那也不管不顾了 暮春暮红 也感到 连宋江柴晋 等等众人 好不容易 杀出天寿门 他们刚出了城 高求领人马就到了 快点冲出去 一定把他们生亲活着 啥事 马军在前 步兵在后 就冲出天寿门 宋江叫苦不迭 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本来想的倒挺好 没想到带了一个李亏 全砸锅了 全砸锅了 现在 现在命都保不住了 众人把邪恨 能都跑掉了 因为人太少了 他们刚出了城门 后边追兵 就上来了 哇 哇 哇 在这儿呢 不是一个 有一小伙的 把他们围住 哇 宋江心头一沉 彻底的玩完了 回头跟弟兄们说 大家快些逃走 不必管我了 为什么宋江这么说呀 人家都有两下子 包括小玄丰柴劲 也会无功 虽然那能力不怎么的 但是围着自身 人家也不含糊 唯独就这宋江 没有伏击之力 光能出嘴 动不了武 人们还得保护他 还得战斗 顾左顾不了右 所以宋江才说出这话 你们全不必管我了 快些逃命去吧 快回凉山 柴劲眼睛都瞪圆了 哥 你怎么说这话呀 要活在一起 要死也在一起 不必说旁的了 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我们也不当车 打 一只手挽着宋江的胳膊 一只手轮动单刀 继续战斗 要这些人真就不含糊 要没有武松和花和尚 鲁志申 还真就完了 鲁志申跟武松在前的开道 暮春暮红 一左一右在后的掩护着 这一打乱套了 把李逵还打丢了 不知他跑哪去了 现在人们也顾不了了 就在这个警官 结药的时候 就听见西北方向 信炮响起来 动炭 宋江眼睛就一亮 这炮声是哪里响起来的 不用问 肯定是官军 完了 干完了 结果他响错了 炮声干过 马挂乱铃的声音 就听有人喊 大哥 不必担心 我当大无聊 再看灯球火把 亮子幽松 是照如白昼一般 宋江揉揉眼睛 一看 这才看清楚 为首的 大刀 大刀官盛 旁边 刀子头临冲 后面 双边 胡彦硕 双枪将 董平 这五虎上将 一起 来到 京城 宋江等人 正在绝望 没想到 梁山发来人马 这才叫 吉时雨 书中代言 怎么回事 还得归功于 无用 你别看 这名伯和平 没用 其实有大用 智多行无用 一看宋江 领人下山了 就做了打算了 为防范万一 命梁山 步军头领 五虎上将 率步兵 马兵一千 偷偷地下了梁山 运动到京城外围 干嘛呀 以防不测呀 探视的兰奇 一来回打探 经理一出事 官胜临冲 就接着报告了 没想到 就在眼皮底下 打起来了 五虎上将 一起出动 正好遇上宋江 左有官胜 又有临冲 正中央 有董平 有秦明 这些人往前一闯 那官军哪 比党的住 了不得了 梁山大队 人马来了 梁山发兵来了 就败退下去了 五五上将 一股作气 冲到 护城河的河边 不敢贸然进城 因为上面 没有这个命令 他们就是负责 防范万一 保护宋江的安全 现在达到目的了 进京城 那得另等命令 再说官军 跑回去 禀报高丘 高丘本来就是个胆小 如鼠之辈 你看平时 做威 做服刑 一遇上硬的 他也锁了脖子了 官城 官城 没我的命令 不准出城 调桥高丘 放下千金 杂板 官军上城 守卫 也不敢出城 官圣临冲 众人 撤离护城河 来见宋江 宋江这心才放下 感谢感谢 你们来的真及时 哥哥 快点回山 哥哥 请上马 把马屁都给牵来了 宋江众人上马 长出了一口气 看了看身边的人 唯独不见李逵啊 宋江摇摇脑袋 这 这 这个囊事包啊 这样吧 燕青先帝 在 兄弟 你多费点心 把你留下 你寻找李逵 一同上山 我们先行一步 哥哥 请便 这这事您放心 交给我了 宋江率领 大队人马 回奔梁山 咱且不提 单说燕青 提心吊胆 燕青 怎么找这李逵 也找不着 心说 这小子跑哪儿去了 莫非死了 不能 就凭他那个勇猛劲 没那么简单就死了 竟然抓了俘虏了 又这背不住啊 哎 燕青就琢磨 他能不能回殿房 取斧子去了 我去看看 燕青多了个心眼 转身回殿房 正好走到路上 迎面遇上了李逵 真叫燕青猜对了 李逵打了半天 觉得不过瘾 想起自己那斧子来了 没有应手的家伙事不行了 他回殿房取家伙事去了 这李逵 请了一对大斧子 光着个膀子 正往前的跑 正好遇上燕青 哎 燕青 你干什么 我找你呢 我爹呀 你真是个爹 我告诉你吧 宋哥哥回了梁山了 把我留下专门等候你 走走走 咱们一块走吧 哪儿去 回梁山 你去我不去 京城就在眼皮底下 你我二人 利用这机会 闯进京去 杀上八宝金殿 杀了那五大我爹昏军 咱就占领京城 燕青听完了气笑了 我说哥哥 你不是说梦话吧 就你我俩人 打下京城 笑话一样 不必多事 快跟我走 这李逵 说什么也不干 燕青一看 他犯了驴皮 他犯了驴皮 燕青把脸沉起来了 我说李德哥 我尊重你 叫你一声哥哥 要不是尊重你 我骂你一声黑鬼 你要听我的话 还咱罢了 不听 我可翻脸了 你翻脸能怎么的 能怎么的 我叫你吃点苦头 这燕青说着 望上一根布 抓住李逵 一个变的 咯 把李逵摔了个跟头 这套书上讲摔跤 燕青是头把手 那燕青身得多利便 李逵晃晃悠悠 刚站起来 燕青又到进前 抓住李逵一个倒背口的 咯 又摔到地上 连着两次 李逵老师 别摔了 别摔了 屁股成八半的 手下留情 手下留情 我听你的不就得呢 你看看你这人 牵着不走 打得倒退 走吧 回家吧 回家回家回家 为什么把燕青留下 陪着李逵 他就怕燕青 燕青小白脸的 到时候脸上一尘 真吓得了手 别人还有点摸不开 燕青不管这套 所以这叫一物 香一物 卤水点豆腐 闲言少叙 李逵听燕青的 俩儿走 不敢走大道 怕官兵在后头追 他们就走了 小岔道 哪背 在哪走 燕青看看这李逵 好太狼狈了 你那衣服呢 我衣服打仗 打花眼了 不知扔到哪的 一瞅一 赤胸裸体 成何样子 穿街过时 叫人看得多扎眼呢 还得找地方 给你买套衣服 帽子呢 帽子也打标了 披头散发 不行 你先把你这头发 拢起来 我脱件衣裳 你先将就这穿着 你那衣服又小又瘦 我怎么受得了 那也比光膀子强 等遇上顾衣铺 替你买套肥大的衣服 这李逵没办法 穿着燕青的小袄 把这头发 碗上的 往个双抓紧 就是往俩揪 用绳紧上的 勉强先凑合吧 李逵那把大斧子 藏在衣衣的里边 跟着燕青顺小道 回梁山 按下他 咱不说 翻回头说高求啊 这高求负责治安啊 命令军兵赶紧救火 再看李逝世的李公管 烧他架了 门脸整个毁了 此时惨重 这都是小事 皇上刚到这高高兴兴的 搂着李逝世要循环作乐 没想到突然之间着了火了 外边寒声大作 这皇上比谁都胆小啊 这高兴地刷拉就没了 马上领着人钻进地道 返回皇宫 非常扫兴 这皇上就下决心了 非查明白这怎么回事这是 那么高求呢 这一查点 光财死即死的老百姓 多达五六百人 受伤者不计其数 官兵死伤将近百人啊 哎呀 整个小玉界几乎都着了火了 统计统计 那确实可观啊 高求心说这梁山还发来兵马了 看来京城危机呀 得手把京城至关重要 马上分兵派将 京城就开始戒严了 高求感觉到责任重大 马上请示蔡京 跟老太师商量怎么办 这个事儿如实地跟皇上说不 如果皇上见怪 你我都逃不了干系 蔡京说高台卫啊 这么大的事情 谁敢隐秘不报啊 咱们如实地起奏吧 恐怕也经着圣驾了 他们商量着 怎么去见皇上 怎么采取御敌之策 咱也先不说 三回头再说李逵和燕青 他这一转小道 转出多老远去 就被宋江的些马队 落些老远了 他们走了两天 也没敢上正道 幸亏燕青啊 仔细腰里揣着钱呢 吃饭还不成问题 又找着一个小镇点 跟一户商量 人家找了套衣服 李逵穿上 宽宽大大 这也不错 帽子李逵不戴 就叫穿这衣裳 腰里把带子衣裙 两个人顺小路 挥转凉山 这一天往前走着 路过一个村子 叫四流村 看看天 快黑了 李逵还爱饿 我兄弟别走了 我有点饿了 喉咙眼都冒火了 还想喝点酒 燕青也有点发泪了 行行行 反正走点 就离凉山近一点 看看这地方 也挺安全 好 咱们进村子再说 哥俩等进了村 往北边一看 坐北朝南 有个大院套 院墙高大 门楼也挺高大 看得出来是烟石的人家 你投诉 你就得找这户人家 那挺穷的 本来房间就有限 来俩大活人 能住得下吗 燕青说 就在这吧 你等等啊 我去叫门 燕青走上台阶 啪啪啪扣打门环 门开了 里边出了个把门的 看了看 有事啊 请问这位大哥 这是什么村子 四柳村 哦 本宅的主人贵姓 姓柳啊 我家柳原外就住在这 我实在对不起 看见没 我们哥俩是过路的行人 错过了速投 前不招村 后不招店 打算借宝宅 安息一晚 讨口吃喝 明日登城上路 不白吃不白喝 一并多多的给钱 你看怎么样 哎呀 这事我做不了主 二位少后 我跟我家原外商量商量 这时候关上门 进去商量去了 待一会儿 门开了 除了守门这个人之外 本宅的主人老原外也出来了 这原外头上戴着四楞原外巾 身穿对花袍 腰树丝带 往脸上一看 不算太老 顶多也就是五十左右 但是眉头紧索 无精打采 看了看燕青 瞅了瞅李逵 哎 二位是借宿的吗 正是正是 哎 好吧 愚人方便 自己方便 出门在外不太容易的 二位请进请进 哎 挺客气 绕到里边再拼堂落座 燕青一看 一个山村 这就不错了 摆是什么的 也能说得上讲究 屋里也宽大干净 哥俩坐下了 这本宅的主人就打量李逵 这位 这是我的好朋友 我看这位投书双抓忌 莫非是出家人不成 李逵听完好学没乐了 心说这老人也不算太老 眼花了 我怎么像出家人呢 哦 我这袍子又肥又大 它本来不是我的衣服 哦对了 我没戴帽子 往俩爪 哎对了 有的出家人就梳这头 他拿我呀 当出家人了 戴着太烦闷了 拿着开个心 娶娶乐子 感情这个浑人李逵啊 有时候也挺虎一些 本宅主人刚说完了 李逵咧着大嘴乐了 呵呵呵呵 行 元外啊 你贵姓 在下姓柳啊 柳元外 你还真有眼力 你真猜对了 我真是个出家之人 我出家在云多山 我老师就是有名的罗真人 我是他的顶门大弟子 哦 刘元外一瓶不住的点头 你看怎么样 我真猜对了 燕青好学没乐了 心想说元外呀元外 你多倒霉呀 叫一个混蛋把你给唬住了 燕青当着李逵的面 不便揭穿 就顺着也点了点头 哪想到这元外哭通 给李逵跪下 哎呦 仙家救命 仙家救命 嘻哭李逵也少了 哎 起来起来起来 你说什么 您不是出家之人吗 出家之人就有半仙之 因此我称您的仙家呀 您得救我的命啊 哦 这么回事 别哭别哭 我就受不了这个 啥事你叫我帮忙 别提了 假的 不行 燕青也纳闷 老人家 不必提哭 您一字一板地说 如果能帮忙的话 我们哥俩肯定给你帮忙 你看好吗 我歇歇了 歇歇了 哎 这话说起来 长了 原来 我有个老伴 我们夫妻的感情甚好 他一男一女也没给我生啊 为此事 我们经常口角 照这样下去 不断绝了 我们老留下的香烟了 结果我老伴啊 就记得心里头了 年纪月累 就得了病 一病不起 吃药 无效 说说话 是前年的冬天 一命呜呼 老伴死了 我是肝肠寸断 不管怎么说 跟了我那么多年了 糟糠之气 不下堂啊 一旦离我而去 你说我什么心情 我偏偏哭啊 后来左邻右舍三亲六故 大伙劝我 说你年岁也不算太大 也不能独守空房啊 应当续闲 一开始我没同意 可是去年我心活了 我一想家里没有个主内的 不成其家庭啊 我有时候出门在外去讨债 有时候去经商 家里没人管也不行啊 我就同意了 娶了攀家沟的一个寡妇 我把她迎过门来 我们结为夫妻 咱这么说 不怕你笑话 我们夫妻二人感情甚好 这个人精明强干 我就觉得对不起她 我比她大的年纪不小啊 只好拿金银财宝 前来补充 但见内还是比较贤惠的 你说我们俩感情就这么好 突然就在去年深秋 她得了一种邪病 哎呀 一封上来是六亲不认 又摔盆又摔碗 见着我是连抓再咬 十分吓人啊 他中了邪病了 我们请和尚 请道士 到这屈邪 捉腰 全不见功效 不但见内 并不见好 而且愈发严重了 见谁忘死了打谁 吓得我们不敢撇边啊 那和尚老道也不敢靠近 哎 谁要到了屋门口 他呀 抄起屋里的架势 忘死了打你 谁要敢进他的门 他就轮菜刀 你说这谁不害怕 我没有办法 只好把他的房门紧锁 把剑内锁到房中了 好几个月了 他也不出来 你说仇人不仇人 二位啊 既然你们有一位仙人 无论如何的帮着我驱邪啊 要能成全我们夫妻 我终生不忘大恩 救命啊 哎 燕青 李逵都听清楚了 燕青心说得的是邪病 这种病啊 我常见 有的人就中邪了 不知道他中的是什么邪 按理说不费制 这李逵今儿啊 来了高兴的今儿了 心说要唬人呢 咱就胡到底 李逵把大嘴一咧 好败好败 他中了邪了 叫恶鬼上身呢 嗯 对对 他是个恶鬼 怎么办吧 我看你这老头 倒也忠厚 给你帮个忙 也不算个啥 但是 你得答应我点条件 你说 什么条件 我还没吃饭呢 杀一口猪 宰一头羊 炖得乱乱乎乎的 香喷喷的 我吃饱了好多腰 斗着魔头 行行行 有的是有的是啊 一定照办 您还有什么要求 有酒吗 哎呀 好酒无数 给我拿个十坛子八坛子 我要一罪方休 这叫酒助英雄胆 有有有有有 您还用什么 朱砂 狗血 不不不不 我香妖灼怪 没有那么些刷到 有酒有肉 足以快些准备 哎哎哎 二位是不是先休息休息 请到这边来 哎 这老头啊 还真就不错呀 为了求人 什么条件都打应 收拾一间干净的房间 让李逵 燕青在这歇着 外边有人下厨房 去准备去了 这燕青啊 一看屋里没人 冲着李逵一笑 黑哥 你耍什么呢你 你会捉妖吗 嘿 拿他妈来的妖 即使有妖魔鬼怪 也怕恶人 我就是他们养的恶人 我神鬼不惧 吃饱了再说吧 哥俩真累了 倒头便睡 这一觉睡得还真香 等起来之后 那圆外领着人来了 二位休息好了 行了行了行了 我十分干渴 茶水早给您泡好了 您喝吧 李逵咕咚咕咚 喝了三大壶 燕青也喝了一点 擦了擦嘴 时间不大 猪肉羊肉摆上来 李逵啼鼻子一闻 真香啊 哎来吧 兄弟 咱们痛噪他一顿 这李逵是不拘小姐 这路吃 胡吃海衰 时间不大 吃得盘肝晚净 老原来在旁边 操着手看着 心说这是人吗 吃多少东西 这家 赶上大牲口了 等吃完了 残疾车下 又给泡了壶好茶 天已经黑下来了 老原来这才问 仙人你何时捉妖 李逵自吹自雷 说他呀 能够降腰驱邪 又要酒又要肉 等海灶离顿之后 把嘴巴子一擦 问燕青 兄弟 你吃了没有 我吃过了 吃过了咱没事了 来呀收拾收拾 我要睡觉了 strikes 老原位一听 怎么睡觉啊 那那大事谁办呢 这才问 法官 那那降腰的事 什么时候下手 对了 我忘了 这样吧 你先拎着我转一圈 告诉我 腰在何处 经常在什么地方出现 是是是 法官请 这位也跟着请 老原外战战兢兢 带了两个仆人 领着李逵和燕青 转过前院到二道院 老原外到这就止步了 用手一指 法官你看见没 这三间房是原来我住的这 我跟我许贤的老伴 就同居一室 后来他得了邪兵了 见什么人就打 见什么人就骂 吓得谁也不敢靠近了 我就搬到前院去了 你要问 这妖魔鬼怪在哪出现 可能就在这个院 啊 看明白了 你那个啥虚嫌的老伴在哪 在屋里 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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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我心里有数了 回去休息 到了晚上 你们该睡觉睡觉 该干什么干什么 谁也甭插手 看我怎样 相邀屈邪 是是是 燕青也看了一下 坐在心里有数 回到前院 进了他俩的房间 李逵是倒头便睡 就这位啊 吃得饱睡得着 时间不大 是憨声无雷 燕青能跟他一样吗 燕青睡不着 让他吵得心烦 转来转去 转去转来 后来也懵懵融融的 打了个盹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那柳元卖来了 法官醒醒 法官醒醒 好睡 好睡啊 天亮了吗 天亮什么呢 现在天黑了 到了掌灯时分 一会儿恐怕 就闹妖怪了 请法官降妖 对了 吃人家嘴短 拿人家手短 对不对 我吃了你这饭 我得给你办点啥 兄弟 起来起来起来 其实燕青不叫叫 也起来了 两个人洗了把脸 茶水闷上 李逵在这喝着水 告诉原位 你别咧着嘴 皱着眉 用不着 直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我伸手就成 这叫手到病出 明天你家是平安无事啊 还是那句话 该睡觉你睡觉 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 全都搬管了 哎 是是 我就在门房待着 法官有何吩咐 喊一声 我是随叫随到 行了行了行了 看我们哥俩的喽 原位 手下人全撤出去 屋里就剩下李逵和燕青 李逵乐乐 我兄弟 有意思啊 看这山沟沟里的人呢 嗯 太蠢了 你信吗 哪里有妖魔鬼怪 燕青也一乐 我不信 是不是 咱哥俩想的一处去了 你别看 我打呼噜睡觉了 我脑子里的可没闲着 我这么想着 肯定没有什么妖魔鬼怪 一定是这个女人犯了什么邪病 不然的话 死中就有套头 你说呢 燕青点点头 大哥 你分析的一点不假 我也动了脑筋了 哪里有什么妖魔鬼怪 都是自己自寻烦恼 不然的话 就是有其他的原因 是不是呢 英雄所见掠头 兄弟 你得给我帮帮忙 我笨手笨脚的 要气力 使不完 可这细活 我就欠火号 兄弟 你呢 轻手轻脚 轻功又非常好 你先到后院探探 究竟发生什么事 回来告诉我 我去香腰出邪 出苦的力的事 是我的 咱哥俩分分工 你看怎么样 嗯 燕青 你看这李逵啊 并不是粗到底的人 有时候粗心 有时候还细心 你看 今儿个料事周全 还会分工呢 好了 燕青说这样 你在屋闲着 别动 我到后院 我到后院溜达溜达 先摸摸笔戏 我多真叫你 你再上手 我正是这个意思 李逵把两柄大斧子 放到床头 然后他摘位着身子 又躺下 燕青跟他说 你别睡啊 你听我的信 我能睡 我睡足了 我就等你的信 按下李逵不说 但说浪死燕青 闻了闻兵器 周身上下收拾收拾 轻轻开门 到了院里 一看呢 天早就黑下来 内外全都没掌灯 在院里这个黑劲就甭提了 隆隆目光 能看着模模糊糊的 那燕青夜行的功夫 也有两下子 高抬腿轻落足 轻如狸猫相似 转过前院 就到了二道院 找一个背景的地方 往那一蹲隆目光 兵着那三间房 坐北向南三间正房 待了一会儿 什么动静也没有 又待了一会儿 还没动静 燕青心里起急呀 这不到房里头看看 光在这瞎等 不是那么回事 不如我点破窗灵纸 窥视一番 想着这燕青刚要动 突然就发现 一条黑影在眼前一晃 那黑影啊 是从西墙上 飘下来的 来了 燕青就没敢动 眼睛盯着这黑影 就见那黑影 手里头好像还拎着一个包 包里头是什么 不清楚 就见此人东张西望 然后聂族前宗 来到门这 用手一摸这门 虽然没有什么声音 好像打了暗号 紧搁着门 呲牙一声 轻轻的开了 这条黑影一闪身进了屋 门又关上了 燕青心说 哪里有妖魔鬼怪 这人是干什么的 肯定 他就是作怪之人啊 忍着我先别动 他依然在原地没动 时间不大 就见里边灯光点着了 窗户纸 验出灯光来了 啊 还带点灯的 听听没动静 燕青仗着胆子 高抬腿 轻弱族就来到窗帘之下 三胳膊肘挂住窗户台 用舌尖扁破窗帘纸 使那个木匠搬掉线 往屋里看着 这回看清楚了 屋里挺宽大 对着窗户 是一扑炕 炕上被路 扑的挺整齐 还挂着杖子 有一面杖子放下来了 一面杖子拿钩钩着 在这窗台的里边 是一张八仙桌 对面两把椅子 这灯就在八仙桌上 屋里柜子什么都有 因为这老原的家比较富裕 他仔细一看 有一男一女俩人 正好对坐 先说这女的 这女子能有三十岁挂灵 呵 熟识的挺干净 描眉打病 是擦粉带花 穿着葱心绿的小袋 外头披着衣服 戴着手镯 耳坠子 在灯光下一看 也有三两分姿色 再往到对面观看 有一男人 这男人也三十岁挂灵 长得宽脑门大下巴 挖口脸 一对小圆眼珠 稍微有点断梁胡须 长得细皮嫩肉的 可也不难看 但这个人 穿着一套夜星衣 把包头摘下了 搭在饼子尾上 周身上下一身青 是寸牌五头扭 这桌子上的 还放着一把铺刀 两人叽叽叉叉 正在这闲谈 燕青就明白了 哪里有妖魔鬼怪 一看就清楚了 哦 这老原位 什么不是啊 被蒙在鼓里 这肯定是 奸夫严妇 晚间优惠 听听他们说什么 就听这女人说 你来的正好 有个事我跟你商量 你呀 今儿晚上最好是快走 为啥 我听说前院来人了 来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 我不清楚 我就听他们吵吵喊喊 还跑到这院来看了看 我隔着门缝 看得清醒的 有一个年轻的小伙 还有个挺大 黑毛的 黑鬼 长得五大三粗的 他们指手画脚 说什么要降妖灼怪 这不就是冲着咱来的吗 嗯 我说对咱可不利啊 你最好 吃完了就醋 等平息之后 再见面也不迟 哈哈哈哈 我说美人啊 拿他们 还当别人菜吗 咱们对付了多少这种事了 什么高僧高盗啊 香妖我去怪 去他娘的 不都叫我摆平了吗 死的死 伤的伤 这两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依然如故 你就把那心放下 咱该玩玩 该乐乐 你看好吗 然后 再对付他们 怎么我眼皮有点跳 我觉得听着晚上不吉利啊 我站不稳 立不安的 最好你先回避 回避 不不不不 说什么我今儿不走 我等着他 我看怎么香蕉多怪 哎 来来 喝喝 闹了半天 这家里那包是带着吃喝 什么烧鸡 爬鸭子 冰盘 还有几两酒 还带来点小菜 两个人在这队 开始一边坐一个 后来越离越近 这女人就坐在这男人的怀里头了 哎呀 艳青就不往下看了 难堪啊 没法下眼睛 就听他们说 男的先说话了 美人啊 时间不早 休息了罢 另外我跟你说 我把笔本都找好了 过两天我就把你接走 待这儿受拘束 这是何苦的 哎呀 你这个人就是着急呀 你想 咱们逃门在外 不得有吃有喝吗 这老东西 把他那点钱藏在哪儿了 我不清楚 多咱骗出他得实话 把金银财宝骗在手 咱再走也不迟 哎呀 我都等了多长时间了 那什么时候是个头 要把老东西一载一翻吧 不就翻出来了 这是后话 以后再说吧 灯吹灭了 艳青心说 奸夫淫妇 老原位啊 你惨透了 这就是你续贤的毛病 你也没查着这个女人的根底 闹了半天 她背着你 坐下不才之时 你又是什么腰 又是邪的 满嘴胡说八道 好嘞 艳青心说 我要进去动手 也不费吹灰之力 可这种事 不值得我动手 李逵满英满许的 还得交给李逵 艳青一转身 回到前院 推门进屋一看 喝着李逵满 口水流多长 正在这睡呢 天亮了 什么天亮 你就惦记天亮 咱俩不是分了工了吗 我到后院 把笔全摸清了 哦 是啊 我想起来了 我怎么听了 你听我说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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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真的 李逵眼睛顿时就瞪圆了 睡意 揭晓 伸手把大斧子抄起来了 那没你的事了 接下来是我的 我说你把这事可办干净利索 千万别胡来 你放心吧 我吃人家饭了 我肯定得给人家帮忙办事 你看我的 这李逵拎着大斧子 大不流行 就奔了后院了 他又犯了这个粗劲了 也不隐晦 到门上 啪就离脚 把门就给登开了 脉步就进了屋 到了屋里之后 把火扇子掏出来 就点着灯了 燕青在来的给他熏装 燕青心说 看着没 这疯鬼又要耍疯 我得劝着他点 别让他做得过分 就在这时 李逵借着灯光往炕石一看 哎哈哈 好啊 狗男女啊 他上来 照着这男人就一斧子 这男人还真有两下子 那扑刀此刻顺到炕边上去 闪身 超扑刀 奔李逵便砍 他怎么能是李逵的对手 叫李逵左手的斧子一碰 去你娘就拍了个手 把扑刀给崩飞了 朕的这小子是绑壁发麻了 李逵翻手正斧子就一下 正砍到这家腿上 咔嚓这一斧子 把腿给卸掉了 血流如注 这小子当时躺在炕边底下来 李逵过去一只脚 把他踩住 说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你倒的鬼 这边还说得出话来吗 躺死了都 李逵一看着急了 怎么着 我问你的话 你不爱搭理我 你存储找死 又一斧子 把脑袋给剁下来 那还说什么呢 那个女人吓得围着背后 光哆嗦了 李逵用手一指 严肃啊 嗯 我全明白 你说你嫁到这一家 老原外对你哪点不好 好吃好喝好招待 你做下这种不才之事 勾结肩负 装身弄尔 简直是可杀而不可留 衣服的脑袋也给躲下来了 此刻艳青就赶到屋来了 你别 这事情就发生在不到十秒钟的时间 艳青想到这也晚了一步 哎呀呀呀呀 哎呦呀 你干嘛操之过急 你把他们逮住 交给原来不就得了吗 你怎么下了家伙 等过急了 太气人了 这组人可杀不可留 就送哪去也难免一死 干脆 干脆我给解决了就得了 这李逵说的是啥的兴起 康康康 照这男的又剁了好几斧子 最后把两颗脑袋的发际拴在一块 他到了院里了 老原位 想要灼怪的事完事了 快出来 快来人了 他这一咋呼不要紧 这原位在前院听进了 啊啊 法官来了来了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他自己不敢去 带了几个伙计 点着灯笼 掐着帮子 胀着胆来到二道院 一看是法官 站在他们家房门那正喊 法官有何吩咐 别吩咐这 你进来瞅瞅这是什么 嗯嗯 等老原位胀着胆子 到了房门这 提鼻子一闻 怎么血腥子味 李逵把两颗脑袋 往前一闭 你看看这是啥 哎 啊 我去吧 老原位不看则可 一看吓得哭通 摔了个定盹 哎呀 瞎啥人也 瞎啥人也 这是谁的脑袋 你看 看了半天还没看出是谁的 你再仔细看看 人多胀胆 老原位战战兢兢 揉揉眼睛 仔细一看 这男的我不认的 这女的就是我虚贤的夫人 怎么叫你杀了 嘿 还说呢 没出息的货 你进屋再看看 李逵架着原位 等进了屋一看 原位也不傻 全明白了 奸夫淫妇 哪来的妖魔鬼怪 就是他装神弄鬼 这是可杀而不可留啊 但是人命关天 死在家里的官府 不答应 咋办呢 转回神 他跟李逵和燕青跪下了 二位 良飘人命 我担待不惜 二位给我出个主意 怎么办 燕青惊喜 燕青说原来 怎么办 家丑不可外扬 对不对 好在你这个地方 也毕竟 尤其在山沟窝里头 与外界隔绝 最好你叫你手下人 守口如瓶 这事不要张扬 挖个坑 把他们一埋 就算了 你看到没有 哎呀 只好如此了 我多谢二位秉丽相助啊 哎 老原位按照燕青所说 料理后事 那么以后 有没有哭主 答不答官司 与咱们本书 没什么关系 咱不必细说了 李逵办完这个事之后 书席已闭 天光已亮 跟燕青其甚 这老原位后的 怎么哭怎么喊 咱不管了 这两个人甩开大叉 回梁山 一边走着 李逵一边乐 有意思 有意思 那两句话 叫怎么说的 叫 世界之大 无其不有 这话说的 怎么那么对呢 你看看 咱们这一路之上 所见所闻 敬他娘 那是怪事 燕青点头 不过这件事 也不多见 你不必张扬 往后做事 千万细心 别动不动 瞪眼就杀人 人命关天 这是闹着玩的 这种话 早就应该死了 留着他坐山 离咱梁山还有多远 燕青 这恐怕离这家不太远了 咱哥俩加点劲 今夜晚间就能回到 忠义堂 李奎和燕青 着急赶回梁山 越着急还越不到 本来相距一百多里弊 以他们俩的矫程 加把劲就到了 哪知道没出来二十里弊 偏变了 北极风 烟雪 刮的人上不来去 您别忘了这句话 春冷冻死妞 特别是北方这个天气 说变它就变了 哎呀大雪下的太大了 路途难行 燕青点了点头 我看咱别着急回去了 最好找个地方咱歇息脚 等雪住了再走也不吃 哎 说的不假 真贪良的晦气 老天爷诚心跟咱过不去呀 好嘞 反正回到梁山也没什么事 在外边歇一天也可以 上哪住去呢 哎 别着急 咱们往前走一程看看 对面有一座小山包 他们好不容易翻过山包 往山下一看 嗯 是一个庄子 就在这下榻 两个人又加了把劲 来到村子且进 一看都是雪 家家关门庇护 他们踩着雪 到了庄子口 一看 这家不错 深宅大院 看出来是有钱的人家 还是那句话 住就得住这样的地方 穷苦人家 房间有限 能住得下吗 燕青上了台阶 把雪打了打 啪啪啪啪 咱门 砸了一会儿 里边门开了 有一个老看门人 开个门看看 二位 有事啊 多谢多谢 我说 我们是赶路的人 您看这天 北风尖雪 道路难行 我们想借宝宅下榻一夜 明日早早登城 多给留俩钱 求您行个方便 这恐怕不行 本宅最近多事啊 这个我就问问我家原外爷 正说这话呢 看门人身后说话 谁啊 呃 原来 有两位投诉的人 呃 算了 请他们二位进来吧 哎 二位 我家原外发话了 请进请进 两个人进院了 看门人把门关好了 两个人踏着血 来到正平 等进了屋了 把衣服帽子上的血 全胆了一胆 哎 暖气扑脸 闹了半天 人家这屋里生着俩大碳火盆 这人就是这样 外边吹得上不来气 浑身上下 觉得寒冷 一进屋暖气一扑脸 觉得非常舒服 哥俩坐下了 李逵晃着大黑脑袋 看了看 这屋宽大干净 往对面瞅着 本斋这主人 五十岁左右 长得瘦么窄骨的 黄娇娇的面皮 双眉紧锁 满脸的愁容啊 但是还凭客气 就见这原位就问 二位住在哪里啊 燕青叛里会冒胡话 赶紧说 啊 我们就坐在前面 太安神州 哎呀 那可挺远呢 哎 既然到了我家 这也是一种缘分呢 二位啊 我家房间比较多 容你们二位不成问题 有什么要求吗 吃没吃东西 没吃的话 我这全有 叫他们把活捅 给二位做点晚餐 哎呀 多谢多谢 李逵也乐了 嘿 这老头心不错 啊 知我者 原外也 跟你这么说 我这人就好饿 走了一程啊 再费点劲 前腔贴后腔 老肠的老肚子之干架 你听 滚瓜之响 原外苦笑了一下 时间不大给做好了 有什么东西 猪肉粉条白菜 还有一盘弹簧菜 就是炒鸡蛋 还该拌了点凉菜 还有点熟食 要吃东西 面条 白米饭 大馒头 都给端上来 李逵一看 虽然不滑贵 这玩意吃着 非常得口啊 李逵又馋 狼吞虎咽 他正吃着的时候 燕青就捅了他一下 李逵不知道为什么 嘴里还嚼着馒头 看了看燕青 燕青眼睛一挑 那意思你光顾吃了 你看看人家圆外 李逵翻眼睛一看 老圆外就坐在他们对面 人家没吃在这陪着 就见这老圆外低着头 巴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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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眼泪 李逵不看此刻 你看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 勉强把嘴里这馒头咽下去 把筷子夸放下来 哎 我说老头 你可不对啊 咱比方说 我们到你家来投诉 你留下我们是人情 不留是本分 你可以说 你家没地方 把我们拒之门外 你不留 我们再找旁人家 另外吃饭的事 你先提的 你问我们饿不饿 我这才说我饿了 你主动叫人给做饭菜 怎么我们吃着吃着 你心疼了你 疼着吃掉眼泪 至于吗 这顿饭能吃几何呀 我们多给你点银子 不就得了吗 你太小气点了吧 园外温平把眼泪擦了擦 壮事 你说错了 我既然诚心款待二倍 我能心疼吗 哎 我是家里头 发生点逆事 故此落泪 哦 难怪 我们这一路上 遇上不少事情 真应的那句话 家家有本难唱的曲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这样吧 我这吃着 你跟我捣鼓捣鼓 你家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 嗯 我们哥俩 也可以给你帮忙 二位吃吧 吃完了早些的 明儿个该干什么 干什么 该回神州 就回神州 我这事你们二位管不了 那不见得吗 天下人管天下事 天大的事情 也得有人管 你怎么小瞧我们哥俩 我们就管不了呢 说你们管不了 你们就管不了啊 快吃吧 吃吧 一会儿都凉了 燕青一瓶 他话里有话 老张 也可能我们哥俩管不了 但是您说说 也无妨碍啊 那能管我们哥俩就管 不能管我们不管 你看可以吗 这 好吧 这位说的有理啊 我都憋死了 既然您问的这儿 容我倾诉忠常 我们老夫妻就一个闺女 这闺女 叫乔乔 我免贵姓刘啊 你说我这姑娘 乔乔 前天 叫人给抢去了 活蹦烂跳 大姑娘就在这屋 叫人给抢走了 到现在死活不止 我当爹爹 我能不难过吗 我老伴在后院是一病不起呀 这不是家门不幸吗 哎呀 乔乔啊 李逵听到这儿不吃了 把嘴里东西噗噗出去了 哎 我老曹 你再说一遍 你姑娘乔乔 叫人抢去了 对 她多大 年方一十九岁 该出阁了 那抢你女儿的是什么人 哎呀 我不敢说呀 不敢说 怕啥的 怕得咬着你的鼻子 说 他是谁 燕青姐说 老丈 屋里没外人 出你的口入网点 您怕什么呢 究竟谁干的这缺德的事 哎 二位要问 我只好如实言见 想我姑娘的人 就是这东边 水波良山的 水波良山有个头领姓宋 叫宋江宋功名啊 叫宋江把我女儿给抢走了 燕青一瓶脑子嗡了一声 但是燕青马上恢复平静 心说荒唐可笑 宋头领不是那样的人 这谁这是 那李逵头脑简单 你听 李逵是拍案而起 你大意咱讲 谁抢的你女儿 宋江宋功名啊 梁山的头头 咱咱咱 卢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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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死我也 他把桌子给皱了 可把这老头给吓坏了 哭痛就跪下了 好汉饶命 好汉息怒 你看我不说 你们非叫我说 我说了 你们又发脾气 这可怎么办 里逵过来一傍 把老刘头的手腕子给抓住了 你详细跟我说说究竟怎么回事 你给我如实的严谨 不然的话 我好险你的脑袋 眼睛紧圈 李逵上了驴皮去了 老头没办法在这哭着说了 说着话前天 也是快晚上了 有人砸门 是我亲自开的门 我一看外边来了 能有二十多号 都骑着马 为首的是俩人 一个人个头不高 一个呢 比他高着半头长得白费净净的 我就把他们让进方中 他们又喂马 又歇腿 说饿了 说渴了 我叫手下人给他们烧水 给他们做饭 谈话之间我就问了 我说二位尊姓大名啊 那个矮个子说了 他是水不良山 头把金交椅的债主 及时以送将 那个比他高一点的人说了 叫制多行 无用 是凉山的军师 哎呀我一听水不良山 仁义之师 凉山离着我们一百多地不远啊 那可以说 替天行道 除暴 安良 都是好人啊 我非常非常高兴 特为传话 杀牛宰猪 招待宋头领和吴军师 包括他手下人 让他们随便施 以表我的敬意 在席间 我把我老伴 丫头都叫出来了 叫他们给宋头领敬酒 那只好心变成了驴肝飞 我不应该我呀 我女儿出来这一敬酒不要紧 这宋江色眯眯的就看上我女儿了 动手动脚 我赶紧叫我女儿回避 已然不急 那宋江说 我现在还缺少个压寨的夫人 看你女儿有几分姿色 跟我回梁山吧 我封她 做我的夫人 吃香的喝辣的 你就算我的岳父老泰山 你看怎样 那个姓吴的吴军师 也是这样说 遭到老朽的拒绝 我说我们丫头已经许给人家了 这人家是来着的 来年春天便来娶亲 此事实不得 一句话宋江勃然大怒 打了我一个嘴巴 说我不失抬局 临行之时把我女儿连强带夺 给架上了凉上的 你说这叫什么义军 我崇敬她 还讨了一身的罪 我这女儿肯定是凶多吉少 正在这个结尾眼上 二位赶到了 顾死我才掉眼泪 气死我也 这李逵 咚咚咚咚 气得知跺脚啊 老家伙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 我告诉你 我就是水不凉山的 人送出号 黑旋风李逵 是也 哎我的妈呀 老头想坏了 我刚才说宋江不好 他肯定得飘离 非要我这条命不可了 结果他想错了 李逵用手一直厌轻 这是我兄弟 浪子厌轻 也是凉山的好汉 你方才说的是 我们哥俩不在山上 因此不知道 要知道这事 我亲手就杀了宋江 老头 你在这听信 我们哥俩马上起身 返回梁山 无论如何 就你姑娘送到家中 让你们一家团聚 我再杀了那宋江 替你出气 啊 哎呀 如此说来 我感激不尽 兄弟走 拉着燕青往外就走 这半夜他俩就起了身了 这李逵啊中了风魔一样 脚下加紧 冒着风雪 噔噔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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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一口气出了有二十里笔 好不容易燕青 这才站住 你等等 嗨哥 你先等等 你听我说 还有什么可说的 这宋江他不是的人 无用 更不是人 哎 我李哥 我觉着这事里头有毛病 咱们都知道宋头领 那什么人物 他能干这种事情吗 多数年来都没发生过这种事 突然之间就抢他的姑娘 此中必有文章 是不是有人冒名顶替 做了坏事 安脏啊 别人不了解宋头领 咱哥俩还不了解吗 千万不可胡来啊 回梁山可以 咱到家里问清楚了 究竟怎么回事 那么多弟兄 大家自然有攻断 你千万别胡来 拉倒吧 我眼睛啊 眼睛 你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 你心眼比我多的多 你呀 溜须宋江 宋江算什么正人君子 想当年他没上梁山之前 在运城县 就养了个小女子 叫颜颇西 你听说没有 脸儿打得火热 那宋江家里有媳妇 有孩子 你在外头胡扯什么呢 后来因为一封信 有关梁山的事情 宋江向颜颇西索要 颜颇西就不给 想抓住宋江的把柄 故此俩人闹翻了 才引出来宋江坐楼杀死 颜颇西 贪了人民官司了 之后罚配到江州 世毛节罚场把他给救了 可陈眠旧长的休要提他 那么最近发生的事 一亲眼目睹 这次上经理关灯 你看见没 哎你看他 哪来的那些先心 跟那个叫叫叫李诗诗的娘们 没来言去是又说又笑 他又犯了老病了 看来这宋江就是个色鬼 咱们哥俩挽回了一步 他可能回来觉得没事 心里发痒痒 没事先溜达 溜达到老溜头家去了 又抢了瞧瞧 这不是他干的 是谁干的 此事千真万确 你不要再仔细了 问个屁 李愧啊 这可是大事 你休得无来 你讲话了 过去的账不要再算了 理事实的事 我比你清楚 另有隐情 你看表面现象 你哪知内中的奥妙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你随我来 这李愧甩个大叉在头前走 燕青怎么劝他也不听 四日平民啊 太阳刚一冒头 雪也住了 风也不吹了 他们过了金沙江 越过七十二道岔岗 又转到三道朴子城 有人看是李愧和燕青 把门开开了 回来了 回来了 哎呀 宋头领还挂面呢 你们怎么才回来 李愧也不说话 就像着了魔一样 叹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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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来到中义堂 这梁山呢 有规定 早上起得下早操 早操做完了 当兵的回营房 当头领的 都齐聚中义堂议事 听宋江安排 今天干什么 你干什么 他干什么 没事 再散伙 天天如是 这个结果眼上 所有的头领 都在中义堂 这李愧和燕青 从外边就闯进来了 再见李愧 到了院里 抬头一看 齐杆之上 高悬 辟偏行道的 姓黄旗 啪 黄断的大旗 镶着红边 红月光 辟偏行道 李愧不看 则可越看越有气 啊 呸 什么他娘的 替天行道 应当改成 南道女唱 娶你娘的 咔 咔 轮斧子他就砍 一下把旗杆 给砍舌了 咔吧 砍倒姓黄西 他这一折腾 屋里的人能听不见 有人把暖子的门开开 帘子高高打起来 素姜在正座望望一看 嗯 这不李愧吧 后面那不是燕青吗 他们怎么才回来 哎呀 这李愧又中了什么邪了 为何砍倒姓黄旗啊 来人 把李愧给我带来 问个究竟 咋是 吴松 鲁志深 沐红 沐顺 出来好几个人 李愧 你怎么了你 你发什么疯 因何砍倒姓黄西 宋头领 叫你里边搭话 我正要找他 这李愧一转身 真是黑旋风 一溜烟就进了中一堂了 俩眼发指 伦大斧子就砍宋江 宋江下的望旁边一朵 咔嚓一斧子 把桌子给踢翻了 那两旁那么多人 那能叫他行凶吗 宋江气得浑身力斗 要问个究竟 李愧扶批中一堂 这家闹得是天翻地覆 把宋江气的脸都清了 这不是个疯子 把他拿下 一声令下 九尾规桃宗旺 抱着他腰 闲道神玉宝寺 抱着他腿 一使劲哭通 把李愧是摁翻在地 过来人拿手 把他给捆上 这李愧扑扑之蹦 不服气 嘴里是祖宗奶奶的吧 宋江啊 你不是个人 一个人面 受心之辈 我恨不能 吃而知肉 喝而知血 你他娘做的好事 你缺八倍的德 你想他这个嘴 能有把门的吗 弟兄们全都站起来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宋江气得浑身力抖 吩咐人把屋里收拾好了 问燕青 燕青 这怎么回事 燕青哭通就跪下了 宋哥哥 容我深处 是 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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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燕青 把所遭所遇的经过 讲述了一遍 人们这才听清楚 宋江的气 刷销了 为啥销的 一个宋江根本没干这个事 于心无愧 他生什么气 另外他也感觉到李亏 是个刚知的汉子 正人君子 坐的虽然过火 但出发点是好的 可是他这个驴脾气 不调理调理可不行 宋江拼完之后 扁扁头 李亏啊 你说我 抢了人家女孩 瞧瞧 对 人家亲口跟我说的 我说我没抢 不信 我派几个人跟着你 你在梁山上找一找 有没有生面的女子 你找着 你要找着 我就承认 你看好吗 少来这套 你是梁山的头子 谁都打你的溜须 谁都替你护短 这么大的水不梁山 藏个闺女 我上哪找去 你们通通作弊 我才不费那个劲呢 哦 你不费那个劲 那我怎么能洗刷冤屈 洗什么冤屈 我宋江 放下你这臭架子 不信 我引路 你跟我敢问 那个庄子 去找着那老溜头 咱们三头对面对峙一下 你敢吗 好 就依你 李辉啊 我现在把手边的事放下 就跟你去 军事 你也牵扯到里边的 也得陪我走一趟 吴军事一笑 可以啊 也得还我个清白 哈哈 我陪着 这宋江生之气 让河北玉其林 卢俊逸 命人呢 得把批篇行到那大旗 重新的竖起来 让李逵 砍坏的东西 重新归正归正 他身边 就带了小玄丰柴进 浪子艳青 黑玄丰李逵 行者武松 花和正卢志身 还带了十个弟兄 都骑着马 是赶奔老头那刘家庄 安写良山的人咱不说 宋江一边走着 一边跟李逵说 我说李逵啊 咱俩可说好了 如果到那叫指正 人家说不是我 不是军事 你怎么办 他 不可能不是 他要不是你 万一要不是你 要不是你们就对了 我错了 你要我这颗黑脑袋 好 李逵啊 你是个粗人 我也不叫你立什么军令状了 大家可以做见证 等等 比如说要试呢 要试 你就把斧子轮起来 怎么结合 你怎么动家伙 你要我和军事的命 你还怎么样 行了 一言没定了 一百多里地 他们都骑着马 非常快 到了刘家庄 这一砸开门 刘老汗一看可吓坏了 怎么来这么多人 二十多号 为首的这几人是谁 哦 那个黑脸的李逵 还有那燕青 要回来 这李逵手里贴着大福子 气呼呼进了屋 用手一指见老头 我老刘头 不要害怕 一切我全给你做主 你再说说 你姑娘是怎么回事 说 当着大活说 老头又把经过讲述一遍 最后李逵说 现在我把人犯给压来了 你看一看 这里边有没有送疆 有没有那个军师无用 你说 别怕 是吗 我好好看看啊 没有 不是他们 啥 他可叫宋江了 宋江往前一根木 老人家不必害怕 小可就是梁山的头领 宋江宋公明 这是我的军事 智多心无用 是不是我们两个人 抢了你的女儿 你要说实话 不不不不不不 一点都不一样 不是你们二位 宋江点点头 你可认好了 你老眼昏花 恐怕记错了 把你府里的人 全集合起来 叫他们指认指认 参与这个事的都认识 让大伙到厅上来挨个指认 这些人一看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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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亏一听 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那伙 消了大部分 李亏也傻眼了 宋江很坦然的一笑 老丈啊 这乃是一场误会 不用问 有人冒名 摒替 栽赃陷害 败坏我的名誉 我就是宋江 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 我们军事无用 能干这种事吗 不过老人家 你放心 你女儿被抢 我们肯定 想方设法 召集你一家团圆 把你女儿接回来 你可愿意 哎呀 多谢宋头领 多谢宋头领啊 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复杂呀 这个挨千刀的太缺德了 他把我蒙蔽了 我误陷了宋头领 实在是罪该万死 不必不必 不知者不怪 这样吧 事情弄清楚了 李亏啊 你看我可以走了吗 哎 这宋江是拂袖而走 带着军事无用 带着武松 卢志申等人 哦 回梁山 把燕青和李逵 给扔到这儿了 这回李逵 彻底泄了泄 半天也没说话 燕青冷笑了几声 咋样 这回你没词了吧 我怎么劝你来的 你听不进话去 你啊 哎 你瞅你折腾的 乌烟瘴气 这回把宋哥哥气着了 你这叫县态 你叫诬陷 这官司怎么个打法 你说 算了算了 别说了 反正我是好心 怪我草率 这事没弄清楚 我回去领罪不就得了吗 他乐意杀就开刀吃肉 就伤嘴呗 顶多我这一百多斤 交给他 哎呀 我说李逵啊 你要这样的话 你还是不认罪 人贵有自知之明 大丈夫敢做敢当 对就对 错就是错了 你不认错能行 那我咋认呢 我给你出个主意 好吗 让刘老丈 准备根麻绳 我呢 把你给捆上 你的后辈 再插一根精杖 实在找不到精杖鞭子 棒子都行 我押着你回梁山 见着宋头领 你往他面前一跪 这叫撕金请罪 认识自己错了 你到那一说好话 你说哥哥 我是个粗人 我心呢 想的挺好 结果误陷了好人了 哥哥 咱们多年的交情了 你还不了解我吗 哥哥 高抬贵手 饶了我吧 你这一说 宋头领气消了 肯定不怪罪你 不就完了吗 平大活人太栽跟头了 呸 你那脸皮比脚厚跟还厚 你还有自尊了 你栽什么跟头 可也是 好嘞 我倒了没了 就依你 刘老汉找的这麻绳 燕青给他拢上了 找了根经上 别的后背上 燕青说 对不起 我压着你 咱俩回梁山 刘老汉就问 二位啊 我的姑娘 燕青说 你放心 咱宋头领都表着态了 负责到底 绝不能不管 你听信 老头听信不说 燕青压着李逵 一路之上千兵名万嘱咐 又回到水不良山 这回进了中医堂啊 两旁人都在这听信 李逵哭通 跪在宋江的脚下 哥哥 我错了 我是个粗人 我脑袋挖一热 竟干糊涂事 本来我心想的挺好 没想到弄烦喷了 哥哥把你给气着了 你要想出气 怎么收拾我都行 要啥开刀 不解恨就张嘴咬我 把我千刀万剐 也算我罪有应得 哥哥爷 你饶了我吗 那李逵那是什么人 宁舍不弯的人 当着众人的面 这一哭一掉眼泪 宋江心就软下来了 宋江一看就明白 这燕青这出的主意 李逵他根本就不懂 宋江赶紧欠身离坐 亲自把绳给解开 扶起李逵 兄弟 叫我怎么说你呢 你说说你 接二连三 办了多少错事 在你的身上捅了多少娄子 真是这个账 算也算不清 我要诚心杀你 杀你十个来回 也填不满这个坑 你说是吗 哥哥说的一点不假 哥哥您饶了我了 饶了 我就知道 哥哥舍不得杀我了 燕青啊 你这主意真不错 完喽 完 刚说的是 军师无用把脸一沉 啪啪做的一杯 李逵 宋头领完了 我还没完呢 你不说我是帮凶吗 你对我怎么表示 对喽 我军师哥哥 方才我该说的话 我都说了 其实呢 给我送哥哥赔不是 也捎带着你呢 你别挑理 大人不见 小人怪 什么 什么像 什么肚子里能撑船吧 你别跟我一般见识 我 我 我给你抓个脑得了 我给你晃晃头 你说这平大小伙子 一做这故事 谁不乐呀 军师不吃也乐 算了 算了 李逵 咱说是说 笑是笑 死罪饶过 活罪不免 哪能经意就这么了事呢 你瞧 你瞧 我送哥哥都完事了 你还不依不饶的 这活罪不免 你想怎么办 李逵 你懒的事 你不是耶稣 刘家庄 怎么能发生这种事 你怎么知道的 对不对 你既然 大包大揽了 你就得负责到底 你想方设法 把老流头的女儿 瞧瞧 你得找回来 你再找到 谁冒名顶替 冒充宋哥哥和我 究竟是张三还是李四 这个事 就交给你和彦军 你要办的非常完满 一笔勾销 没有话说 如果这些事 做不完满 我得杀你个二罪归 怎么样 把他轰出去 你看这军事是黑脸的 宋将不言语 表示默许了 其他人 一看军事发话了 也不敢说旁的 李逵发少了 好了好了好了 行行行行 不是叫我负责办吗 我肯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 燕青 走走 三哥俩走 燕青苦笑了一下 我李逵啊 你捅这楼子 你老拽着我干什么呢 你怎么还卖一个 搭一个 我不去 别见兄弟 帮忙帮到底 送人送到家呀 谁让你倒了没 没跟我在一起呢 你就得舍命 陪君子不是 对不对 燕青也没办法了 看着军事 无用说这样吧 燕青啊 你也吃了点挂烙 能者多劳 你陪他去一趟 谨遵君事之命 燕青捏着鼻子 跟李逵下了山了 李逵等出了凉山之后 找了棵树 坐那块 呼呼生闷气 哎呀 我送哥哥没说啥 他倒来劲了 还死罪饶过 活罪不免 哎呀 还得有权呢 燕青说 别怪旁人了 愿你自作自受 愿我跟你倒霉 那兄弟你说 咱下一步怎么办 军事交代得清楚 不但得救刘元外的女儿 更主要的 得找出罪魁祸首 谁冒名屏蔽的 得洗刷哥哥的清明啊 你想想 有人打着宋江的旗号 在周围胡作非为 那不就破坏了梁山的名誉吗 这老百姓往后 谁还拥戴梁山呢 这招可够损的 这个罪魁祸首 无论如何刨地三尺 也得把他抠出来 你说师父 够他妈缺德的 对 你说的太对了 那我不明白 咱如何下手 咱还回刘家庄 见见刘太公 仔仔细细的打听听说 然后再行动 好了 我一切听你安排 现在你是头领 我是你的马前足子 我这人呢 办不了大事 李逵也承认了 两个人又回到刘家庄 刘太公一看 他们去而复返 盛情款待 把旧女儿的希望 全寄托到两个人身上了 这回李逵也吃不下东西去了 稍微的喝了点水 就看着燕青的 燕青惊喜啊 问老刘头 我说老人家 您仔细想想 想你女儿的人 就是自称叫宋江的这个主 长得什么样子 仔细地描绘描绘 我记得太清了 我脑子都磕了板了 个儿不够 比你能矮着半头 但比你胖 也是黑残残的脸皮 胖不大的 要说是车轴汉子吧 比车轴汉子稍微高那么一点 多大岁数 三十五六岁吧 估摸着三十五六岁 留着三柳湖 另外呢 对了我想起来了 他最显眼的是 二枚正中 有颗黑质 能有黄的粒大小 要不怎么我一眼就看出 那宋头领 不是前我女儿的人呢 他脸没有那黑质 哦 说话哪的口音 对了 说话还不是山东的口音 好像是山西口音 哦 说话是山西口音 你听准了 听准了 在我这又吃又喝又说又笑的 我能听不准吗 嗯 另外 那个军师呢 那军师 比他个高着半头 就跟你差不多少 长得瘦么窄骨的 人儿不难看 黄白镜子 有点断梁胡须 也在三十七八岁 说话是哪的口音 好像是咱们山东的口音 他不像山西的 嗯 跟那那帮人 那我就不清楚了 跟那帮人挺多呢 他们在院里没进屋 行了 您知不知道他们从哪来的 那我哪知道 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 您在回忆回忆 他们跟您都唠了些什么 唠 哎呀 我想一下 我想不起来 好好想 别着急 李亏也说 别着急 你每一句话对我们都有帮助 他怎么无缘无缘就到你家来了 哎 对了 我想起来了 因为啊 他说那么句话 他说在山上待着心发闷 到外头来看雪景 顺便嘛 行为打猎 对打猎 对对对对 说遇上风雪了 到我家避避风雪 去吃暖 另外饿了想吃点东西 燕青一琢磨 离这远不了 能在山西跑到这来吗 不可能的事 要是在附近 有什么山寨 没听说过呀 老人家 这附近有没有贼窑 哎 就是那个贼窝子 我哪知道 咱是安善良民呢 跟他们毫无接触 不知道 你手下人 能我问一问吗 把手下人给找上来了 这一问 还真有一个知道的 这个不敢说话 吞吞吐吐 燕青看出来了 哎 这位老兄弟过来过来 别怕别怕 你说错了也没关系 附近有没有贼窝子 哎 我可听说 我听我舅舅说啊 这可不是我说的 我舅舅呢 是个打柴的侨夫 离咱这四十五里地以外 奔西走啊 有一座山 叫牛头山 牛头山上 有一座古庙 这古庙叫玉皇顶 听说那块住了一伙贼 为啥呀 因为我舅舅打柴前啊 也去过 让他们给拦住 胖揍了一顿 打那我舅舅再也不敢去了 所以我说 那块是个贼窝子 哎 兴了 宝贵的线索呀 老兄 我谢谢您了 当天晚上 他们住到刘老丈家里头 第二天 饱餐 战饭之后 李奎问燕青 我兄弟 咱怎么办 敢问那是牛头山 是马头山 牛头山 四十几里 比好办事 我哥哥 咱俩就到那块看看 那块是强人不甲 不一定是他们干的 咱摸摸礼 是 这就办了 不是 咱们再另想办法 你看好 说的太有礼了 还那句话 我听你的 这哥俩 要大闹牛头山 燕青和李奎 听人介绍之后 离这不远 有一座牛头山 山上还有座庙 叫朝天怪 住着一伙强人 强人就是贼呀 嗯 燕青心里盘算 说现在一口咬定 就是他们干的 他们就是假送江 就是抢着刘太公的女儿 这也不能这么说 强人有的是 但是呢 到了现在了 不管是不是他们 去探听探听 也未尝不可 他跟李奎就商量 熊啊 熊的 我听你的 你点的比我多 你指到哪 我就奔到哪 好吧 燕青和李奎 辞别了刘太公 这刘太公掉了眼泪 往外送啊 二位啊 我把我女儿的一切希望寄托到二位身上 我早听家音 燕青点头 老赵你放心 我们全力以赴 按下老头听信 咱不说 但说燕青陪着李奎 两个人甩大刹赶奔牛头山 说不远 也好几十里列 等到了牛头山山根底下了 日头就往西转了 李奎一捂肚子 哎兄弟 别走了 我又前腔偏了后腔了 燕青一笑 我李奎哥 你这人真行啊 刚吃完饭你就饿 那消化好 那咋办 行行行 正好咱找个地方吃点饭 歇歇腿 打听打听这儿的情况 哎 是哦 这叫一举双得 两个人把家伙归这好了 往前走了一阵 哎 山根底下 有个小饭馆 孤枯零零的 那么小馆子 酒黄高挑 这是给准备过往行人准备的 很简单 屋不大 外边放着几个条凳 天呢又不算太冷 有的不累进屋 就坐在外边桌上吃 李奎和燕青早就有点发热 所以就在这门口的长凳上坐下来 连掌柜的载火器就一个人 一看来两位客 interior 一看来两位客人赶紧擦抹驻碗 泡成一壶水 二位吃点什么 燕青就问 您这儿有什么度吃的 馒头大饼 面条 另外还有五箱炸鸡蛋 汤明花 他一眼干什么 酒能误事 少喝为家 多少来点 让我一点都不喝 我就活不了了 燕青点头 来半斤酒多了不要 这半斤酒啊 不够李辉塞牙缝的 李辉在这喝着酒 吃着五香茶鸡蛋 燕青呢是边吃 边想心事 他放眼睛一看 这是牛头山 这山口不小 多这个山头 究竟哪个山头 是属于牛头山 这方圆有上百里 不行得打听打听 他一看 这掌柜的什么事也没有 服侍他们完了 转身进了屋了 燕青拍拍桌子 我说掌柜的 哎哎来了 客官你有事 掌柜的你坐下来 我今儿个请客 请你喝酒 我哪能吃客人的 你放心 酒钱饭钱我照付 我是个交朋友的人 来来喝一种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嘿嘿嘿 掌柜的没事 就坐在燕青对面 燕青边让他喝酒边问 我说掌柜的 你是本地人吗 我在这都住了三辈子了 哦 哎 我跟你打听打听 哎 哪一座山头 是牛头山 嘿 你你 顺我的手看看 我山背后 这座大山 就叫牛头山 您从这 您看不清楚 您要转到东边去 您看 跟那牛头 一般般 就像大牛的 牛脑的似的 咱这是侧面 您看不清楚 我这山 离咱吃饭 这还有多远 哎呦 望山刨司马呀 您别看 属于山根底下 您要登上 牛头山的山头啊 少说还得十里闭 是吗 哎 我跟我哥哥 闲得没有事 心里烦闷 想要游山逛景 我牛头山上 有什么好玩的吗 掌柜的听到这 看看左右无人 把声音压逼了 客官 没啥好玩的 您最好别去 为什么 这么跟您说吧 平邻的口音 您是外地人啊 这牛头山近一年来 出了一伙强盗 呦 杀人都不眨眼睛啊 杀官多俯强 男霸女 什么坏事都干啊 哎 你上那溜达什么 哎 不但什么看不着 还需把命搭上 我看出你这小伙子是好人 故事啊 多说这么几句 好吗 千万别去 那请问 这山上能有多少人 那我不清楚 反正不少 我这么估摸着 能有个三百五百的 那么多强人 喝 这还是往少了说呢 那掌柜的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是这么回事 你看 我这地里 跟山上不远 他们山上的楼楼兵 当小头的 经常在我这饭馆吃饭 有时候走到这累了歇歇腿 我看他们陆陆续续的 我这么猜测 能有那么多人 哦 我说他们的头是谁 头 头我可知道 姓王啊 叫王将王太极 我说的不一定对啊 我这是听他们楼楼兵说的 王头 还有个大帅是个什么的 姓上 叫上什么我就不清楚了 还有个好像是个军师 竟懂 懂什么我也不清楚了 总之 他们有十个个头子呢 好了好了好了 燕青问的这 坐在心里头有数了 这阵李逵也吃完了 燕青把钱付了 掌柜的 多谢多谢啊 告辞了 说着拉着李逵就走 直接赶奔牛头山 李逵边走边问 我兄弟啊 咱这就上山吧 不行 知己知彼 百战不待 虽然我跟那掌柜的了解了一些情况 毕竟是扁扁扁扁 我大哥三哥俩商量商量 你说怎么办 我说一会儿找个地儿 你呀好好歇歇睡一觉 我呢夜叹牛头山 我一个人去 李逵听到这儿把眼一瞪 臭你 你烦我 你嫌我是累赘 咱哥俩一块干活 你干嘛把我给甩开了 大哥你听我说 不是那个意思 你不会轻功 你笨手笨脚的 要养冲锋线阵 你一个人顶八个 可这种活你干不来 我带着你不是雷坠吗 你呢找个地儿听我的信 我一个人去到方便 省着我心里有所牵挂 我把笔摸清了 我绝不下照理 我回来跟你打招呼 咱哥俩一块儿 再打破牛头山 万一不是这山上干的事 咱就没工夫搭理他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咱再想办法寻找刘太公的女儿 你看好吗 反正听你的 说着天黑下来了 他们就摸到山根底下了 燕青一看 原来这山根底下 好像有人家 残缘断壁 院子房子都有 但是房盖没了 院墙也坍塌了 燕青在里头转了一圈 碎砖烂瓦 不知道这户人家搬到哪去了 但也能遮风 我说李大哥 你就在这休息 你看怎么样 行了 有个草堕 哪都可以 我就在这了 千万别动 我现在就赶奔牛头山 回来我上这来找你了 行行行行 我你速去速回啊 我这人火爆的脾气 等着你时间长了 我没耐心 我背不住 上哪儿溜达去 别 你就在这别动 燕青像红小孩一样 千叮咛万嘱咐 李亏点头 就在这残破的房子里 听信 燕青呢 周身上下 锦尘利落 背背 单刀斜跨 白不囊 然后 依他腰 上了 牛头山 按下李亏 咱不说 单说燕青 这个燕青 是水不良山 一百单八将当中 有两下子的小伙子 叫浪子燕青 琴棋书画 无一不惊 带眼的能吹 带弦的能弹 除此之外 燕青的功夫 也十分了得呀 这些年大有掌机 要讲究高来高去 陆地飞腾 十二个字的跑自攻 在水不良山来说 首屈一指 另外燕青这个人 还有个最大的特长 相谱 相谱就是摔跤啊 你看燕青 长得瘦目窄骨 小伙儿漂不亮亮的 两臂一望 八百斤的力量 闪斩腾挪 快似狸猫 这还不说 燕青这人长得透流 脑瓜好使 吉林滚 透灵奔 小精豆都不吃亏啊 那燕青 心十分细啊 你和过去在梁山 在宋江手底下 在吴庸手底下 就要干什么 干什么 但是从来没有砸锅过 为什么宋江 到东京关灯 带着燕青呢 这就是主要的原因 那么一旦离开宋江和吴庸 燕青独挡一面 也完全有这种能力 现在他可以完全施展了 因此 因此小燕青往下一塌腰顺着这山路 快似狸猫一般 吉利利的功夫 到了牛头山的山顶 这回他看清了 开饭馆那掌柜呢 没说谎话 果然在牛头山的山顶上 有一座庙宇 甭问 这就是朝天观 这伙贼就在这庙里头住着 啊 这牛头山上的地势这么宽阔 如果在山顶上一站 看不出是山了 好像是平地 这山是个大平顶的 房源也有数十亩 到了进前一看 这座大庙也不小 十分的整齐 周围都是各种树木交杂的 被晚风一吹 房源上的精妙铃 当当当当之响 夜深人静 燕青稍事休息片刻 聂族前宗来到庙门的门前 猜一看呢 门口挂着一对红灯 在红灯照耀之下 两个站岗的 但是 到了这会儿都困了 一个爆刀 一个爆箱 靠着门框坐着台阶 都在那打盹 门关着 哦 还有站岗的 燕青不走正门 一转身奔了西火道 奔西边来了 抬头看看这大墙 能有一丈二十高左右 哪能挡得住燕青啊 这燕青往后倒退了几步 脚尖扁地 单偏一脾气 撑 使了个汉帝拔葱事 就蹿上墙头 啊 搁 胳膊肘挂墙头 把这身子就悬到半空了 探身去往院中观桥 往院里一看呢 三层院子 十分宽大 院里也有不少树 灯光闪闪 有人影晃动 燕青赶紧往下一搓身 恐怕被人家发现 摘耳侧听 就听里头有人说话 我说那菜好没好啊 头都激眼了 怎么等这么长时间 马上好马上好 金灯虎不敢踏 那要活好呢 菜草就做完了 马上就上菜 活 这么晚了还吃夜宵呢 燕青心里好笑 顺着这个西墙 像黎毛一样往后挪 就挪到第三道院 第三道院也十分宽大 这院里也有不少树木 再往正面观看时 灯光明亮 燕青在这看不清楚 顺着墙飞身形 飘到大便上面 你看这庙啊 然后到了后坡 使了个夜叉探海市 珍珠倒卷连 往屋中窥视 这回看个清清楚楚 一瞅这大便里啊 没有神像 什么朝天官 没有出家人 全是战山的贼人啊 郑中央排摆着桌 围着一圈 能有十好几个人啊 桌上是罗列背盘 山珍珍海味 正大吃海灶 郑中央的正座上 坐着个小个 燕青仔细打量 这个人也就在三十七八岁 不到四十岁 的确黑灿灿的面皮 两道一字眉 爬鼻子 灵脚嘴 一对小圆眼镜 三流黑胡 穿的带的都是穿丑裹段 腰里记着丝带 肚甜甜的 看那样是个车轴汉子 啊 燕青就想起来了 那个刘太公跟他介绍过 自称叫贾宋江那人 就跟他长得一般不二 背不住 这就是那个贾宋江啊 叫王江 王太夷 背不住就是他 再往他上吹手观看 坐着个老道 这老道长得稀皮了头 长得不难看 断梁胡须 黄白面皮 你一红着眼睛 一瞅 就是个尖角之位 身穿道装是备备宝剑 在下吹手还坐着一个人 鼠这人长得不错 打冷眼一看 酷似玉其林 卢俊逸 昌方的脸堂 剑眉大抱点 通关冰凉方海口 三流短默然 扎金剑袖 阳凉胸场 腰悬宝剑 在他背后 这俩年轻的 也就二十岁左右 给他捧了一条大枪 这条大枪是素白亮音枪 再往周围看 黑的白的 丑的 俊的 高的 矮的 胖的 瘦的 有那么湿了位 一个个都是 威风凛凛 耳目放光 正在这喝酒 吃肉 边吃边谈 燕青 虽然对不上号 也不知道 谁是谁 但是 来了 就得摸个清楚 不有那么句话吗 要知心腹事 单听背后言 听他们谈什么 燕青 必须呼吸 在他听着 就听人群当中 有个嗨脸的小伙子 把酒杯放下来 跟正做那种 叫大哥 大哥 我说两句行吗 说吧 我大哥 别挑我的脸啊 我是个粗人 我心里有啥 我嘴说啥 我说这几天 我感觉着的 耳鸣眼飘 坐卧不明啊 晚上睡不好觉 竟做噩梦 我预感着 有什么不祥之兆 正做这主义 挺笑的 哈哈 我说老七啊 你说有什么不祥之兆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可能你考虑的事太多了 你是不是有压力 有想法 我哥哥 你说对了 自从前几天 你干了那个事之后 我心里就不踏实 咱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您说您是不是捅娄子了 这要叫水不良山的人知道了 能跟咱玩得了吗 离得又不太远 一旦激怒了水不良山的人找咱的麻烦 你说是不够呛啊 故此我为这事感觉到有压力 有个白脸的年轻人也说话了 是啊 是啊 大哥 您喝酒喝多了 您不应该自称叫宋江 你说这宋江 是随便好叫的 这要传出去 的确对咱不利啊 因此要求哥哥 不要掉以轻心 您呢 最好做好了防范 哈哈哈哈 二位贤弟 王猛王强 好兄弟 你们说的对不 你们说的太对了 这叫事不关心 关心则乱 不过呢 哥哥叫你们放心 不但放心 而且放心 你们一百个一万个放心 我就是叫梁山的人知道 我就是想引他们来 他们要不来啊 我的计划整个落空了 可他们要来了 我撒下天罗地网 叫他们有来无回 这你们心里还没说吗 我哥 牛可不是吹的 咱们吃几碗干饭 心里都有数 那梁山一百丹八将要来了 咱能对付得了 一百丹八将 就二百十六将 他也白来 哥哥我是什么人 你们不清楚吗 没有三把身杀 不敢倒反 稀奇呀 该吃肉吃肉 该喝酒喝酒 把那心就放松了 一点事也没有 哥哥我全安排好了 这么说的这 那老道说话了 无量天尊 二位啊 你们的关心是有道理 但是大哥没说吗 我们把一切一切全安排好了 这就叫撒下香儿 吊金熬 就看他上钩不上钩 他要上了钩 是有来无回 就是这 你说话我们放心 既然有这种把握 我们就不担心了 来吃吃喝喝 燕青一瓶紧锁双眉 心说你们的口气可不小 浪子燕青夜叹朝天怪 哎 你说怎么那么巧 还真就找对地方了 那坏事 那个甲宋江 就是这些人干的 说到这儿啊 咱得介绍介绍 朝天怪来的这伙贼 没有五七百 充其量二百多人 他们从哪来的 从青州一带流传过来的 一开始啊 也没想在这扎根 一年前他们到了朝天怪 在这歇歇脚啊 想选个地儿 结果到了牛头山上 一看这地势 美 这地方一手难攻 另外一看这朝天怪 这个格局 哎 要在这扎些根 可真不错啊 因此 他们就把朝天怪的老老道 下面的小老道 二十多人 斩进沙穴 抛尸山沟 他们就占据了朝天怪 把神仙都搬出去 改造改造 又盖了不少的房子 二百多人就在这定居了 您想他们是贼呀 贼靠什么活着 打家接舍 但是他们 跟梁山的义军 有本质的不同 怎么叫义军 处处逝逝 为老百姓着想 哎 他们则不然 打家接舍 杀人放火 抢男霸女 什么坏事都干 前者咱说了 刘太公的女儿 就被他们抢来的 这头子 就是那个自称叫宋江的那位 姓王啊 叫王太极 绰号叫大刀王 你看这小子 长得不怎么的 有两下五八抄 他有个败把子的兄弟 是个出家的老道 姓董 叫董先知 就是那个假无用 另外他们指着谁啊 就三把手 姓上叫上燃贼 又叫神枪无敌 上燃贼 这家伙有两下的 掌中这条大枪 能有万人之敌 手下还有几元大将 黑煞神王猛 红煞神王强 还有个野鸡六子 名叫王文 其他小头 咱们不必细说了 另外这个王太极 还有个妹子 这妹子叫王燕燕 人送绰号叫 乌双女王燕燕 这一家子没外卖 全是贼 这王太极 这王太极是个花花太岁 见着有姿色的女孩 她就抢啊 就在牛头山周围 百八十里 少妇长女 被她糟蹋得不在少数 另外这王太极一琢磨 你说我一报号 我叫王太极 无人知晓 就应了那句话 野鸡没名 草鞋没号 那怎么办呢 他灵机一动 他就自曝 叫宋江 因为他手下有个人呢 有一次跟他开玩笑 我说大哥 您长得真像那宋江 哎呀 他高兴了 怎么的 我长得像宋江 好嘞 以后我是宋江 他再做案 就报宋江的名字 您说他缺德不 那军事董先知一听也乐了 大哥 你要是宋江 那我就是无用了 所以他就自称无用 冒名鼎辟 干尽了坏事 前者刘太公的女儿 咱说了 就是他们自报名号 给抢来的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有道是不巧 不成书啊 他们真没想到 在这么短的时间 良善的人居然 就摸到这来了 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拿今天晚上来说 他们正在这高谈阔论 正在这吃夜宵的工作 燕青就到了后帮坡了 从他们谈话当中 燕青也就明白了个八九不离十啊 再一听他们吹牛 燕青是火旺上壮的 心说什么东西 你们就敢自吹自擂 没把良善的弟兄摆在眼里头 简直是可杀而不可流 其实燕青啊 跟李逵商量好了 如果我探听明白了 我回来给你送信 然后你再动作 但是燕青有时候也压不住火啊 燕青一伸手把刀就拽出来了 心说今儿晚上我把你等 斩尽猪爵 他真想喊一嗓子 呆 良善好汉 燕青在此 这贼啊 肯定没想到 就得炸了窝 我下去踢踢咔嚓咔 他宰几个 我出出这口气 但是燕青 毕竟是精细的人 马上脑瓜一闪面 改变主意了 不可 不可鲁莽行事 我干嘛来 两件事 一 就刘太公的姑娘 二 探听探听 谁 是贾送江 现在 我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的 但这姑娘死活还不清楚 我得想方设法把姑娘先救出龙潭虎穴 这嗓我一嗓子一动手 乱军之中 姑娘受到伤害可怎么得了 对 燕青想到这把这气又压下来了 不往下拼了 从后方坡一飘身 撑就跳下来了 就四外穴嘛 看看这个姑娘是死呢 是活呢 你说这么大的庙 好几层院子 院里又有那么多的人 行动诸多不变了 所以燕青呢 顺着墙根转悠 学嘛 石河的地方抓个舌头 说来也巧 正好打对面啊 来个女人 看走路这样子 岁数不太小了 能有五十岁左右吧 手里端个盆 还提着一盏灯 奔后院去 燕青就琢磨 在这个庙里能行动的 不用问 他本身不是贼 跟贼也是串通一气的 要不敢在这溜达吗 燕青看看左右无人 就跟在这女人的身后 一拐弯的时候 燕青一伸手把那盆 给接过来了 放在旁边 那女的吓了一跳 谁啊这是 你怎么那么轻快 一回头的功夫 燕青使俩手指就 抢 掐住她的脖子 这女人顿时就翻了白眼的 燕青一拖她的腰部 把她拖到必定之处 轻轻地放下 把刀压在脖子上 别拖 这女人可吓坏了 抖一耳沾 好孩 好孩饶命 什么说话 跟你没关系 我不要你的命 但 你要跟我说实话 好孩爷爷 你想问什么 我请问你 几天前 那个贼头 姓王吧 他抢了一个女孩 是刘家庄 刘太公之女 那个女孩 现在何处 我说 后面 有一座 藏经楼 就在藏经楼的一楼 是死是活 活得好好的 我们头的意思 飘良辰宅几日 还要正式跟她入洞房呢 我 我呢 我也是被强迫雇用来的 专门服侍这个姑娘 等将来没事了 给我俩钱好 打扶我走 我也不敢不干呢 不干顿时就没命了 浩瀚爷爷 你原谅 你说的是真的 没有半字虚假 你们跟在姑娘周围的几个人 俩 我姓李 还有个姓王的 现在正陪伴姑娘 在那藏经楼 还有其他人 没有其他人 就短不了 有些人巡逻 有时候来 有时候不来 他们觉得这地方保险 万无一失 行了 艳青冷笑一声 我说你啊 受点委屈 谁让你在这干活呢 我拿伤把你捆上 事成之后 我再把你给放了 也慢点捆 那我老胳膊老腿的 可架不住 废话双双 眼睛插齿一瓦 把他腰里那裙子 撕起半面 卷不卷不 塞他嘴里的 给他戴上饺子 省他超着寒 好物事啊 然后 从腰里的伸手 拽出一根绒绳里 把他翻过个儿里 四马倒全体 紧紧把他勒上 这婆子之皱眉之横横 那一次受不了 勒完了 把他放在必经之处 偏不亮 发现不了 燕青干这活太快了 也没出一分钟 干净利落 然后劈刀赶奔藏经楼 其实藏经楼就叫藏经楼 在后院 一个小楼不太大 楼上三间 楼下三间 原来是和尚老道 放经卷的地方 现在经卷全给扔了 成了空房的 摆了衣服柜子 摆了香隆等屋 这就在这过了日子了 姑娘就在东间 楼下的东边 燕青遗憾 长得灯光的 皮刀倒进前 左右无人 他放心大胆一拉门进了屋里 那个婆子还真没说谎话 还有个婆子四五十岁 苗没把病的 在屋里头张着着 又端点下 又泡茶水 在看床上 坐着个女孩 双背倒膀 发地蓬松 那脸上是憔悴不堪 哭的 那俩眼睛像灵灯差不多着 这婆子唠唠叨叨 正劝你 不是 你啊 你啊 你就是个贱货 你从属这个不值钱的贱货 牵着不走 打着倒退 你说你哭什么 你到这来 有你的困世吗 我们大王看上你了 要娶你为压寨夫人 那就是名不太一样的 皇后 太太 压寨夫人 有啥区别呀 你嫁给谁不是这样 女人嘛 嫁汉嫁汉 穿衣吃饭 你说你在这 吃香的 喝辣的 穿金 带银 有我们服侍你 有多美呀 你看看你 就心眼就这么小 哭啊哭啊 嗓子都哭哑了 都说不出话来了 没事还挨揍 你说短短几天 你挨了几回揍了 你要把我们大王给得罪了 我们大王一正眼 烦了你 我告诉你 我们可杀人不眨眼啊 一会儿大王高兴 背不住来 你要再哭啼 你 你再不识抬句 我可保不住你了 啊 你听见没听见 给你打水去了 一会儿你洗洗脸 化化妆 听不听下 再不听了 可羞怪我拿鞭子 抽你 正说到这 燕青进来了 这婆子也没回头 哼 可能大王来了 大王 说说大王他一回头 一手不对劲 这谁啊 不认识 你手里儿 煞白 眼睛 瞪着流圆 脸糊糊着 手中拎着一把 凝晃晃的刀 他能不害怕 咩 还没等说你呢 燕青到金钱 砰一把把 他头发就耗住了 望下一恩 这婆子 哎呀一声就跪下 燕青的刀 压到他脖子上 别走 你敢吵吵喊 我要你的命 好汉爷饶命 饶命也行 你得平话 我请问你 床上坐这女人是谁 是是是 被被被被 被抢来的 姓刘 好嘞 你先委屈委屈 燕青也不跟他上了 把他床单子撕下一块 塞他嘴里头 那位说消毒了吗 为什么 他管那个 得什么是什么 带着脚子 拿绳子 不得勒着 塞着桌子底下 燕青到了姑娘进去 姑娘害怕了 你别看他哭 他眼睛可好使 他现在啊 见着什么丑都害怕 拿谁也不当好人啊 那真是草木皆兵 他一头有个陌生的男人 拎把刀 他一心呢 就往坏处想 身子往旁边挪 嗓子都哑子 你你再要靠近 我就一头穿死 没有别的办法 一死相对 燕青怕出意外 赶紧晃手 姑娘 我是好人 不必害怕 你是不是刘家庄大 你爹叫刘太公啊 啊 哎 你说这 管用了 姑娘长大了眼睛 你 你是什么人 你怎么知道 我受你憋之托 我救你来了 你来救我 不必胜张 随我快走 燕青一想 事不宜迟啊 赶紧过来 把姑娘搀扶起来 到了楼外边 怎么走吧 这姑娘啊 三寸金帘呢 一走三摘位 再加上害怕腿跟面条一样 走不了了 按理说 男女瘦瘦不轻 你说年轻的男女 沾一裸袖 便为时节 但是情况特殊啊 不能居于常理了 燕青压低声音说 姑娘对不起 我背着你走吧 姑娘为了逃命 也顾不了许多了 再和燕青 一只手拢着姑娘的两条腿 姑娘趴在燕青的身上 燕青叫得把脖子紧紧的搂住 然后奔西的墙 到了西墙根底下 燕青望后退了底部 紧跟着望上 一掌声还少 背着八九十斤的一个大活人 那人说才八九十斤 姑娘不怕 长得细条条的身材 玲珑皮头 她有多大的分量 这要换个一百多斤的 燕青还真就费点劲 但说燕青 把姑娘背到墙上 又一唤气跳到墙外 望起一塌腰 下了牛头山 就来到那废墟的房子进前 一看呢 李逵在门口站着 手里拎着大斧子 李逵是急不可待 这么等的难受 李逵就说 你把我甩了 不管我了 我自己上山 正在这个街骨眼 燕青回来了 李逵回来了 我心里不过过来 废话少说 都是废话 快接我一把 李逵这才看清 把大斧子放下来 过来把姑娘 从燕青的身上揉起来 这姑娘就差了一口气了 这口气要断了 跟死人相似 害怕紧张 等着一放下来 过了一会儿 才缓过气了 哇一声哭出来了 燕青说 你可别哭啊 现在我们就送你回家 别着急啊 那山上究竟怎么回事 哪块用我 我都等不及了 你啊 不等还得等 目前咱俩就把姑娘 先送回家去 周记他一家人团聚 而和我们浑身无债 一身轻 再回来杀他个痛快 嗯 也行 好嘞 我背着 这李逵有使不完的劲 背着姑娘 燕青在后头保护着 暂时 先把朝天官的事放在一边 咱这么说 一天多的时间 赶回刘家庄 等着一进门 老太公一看都傻眼了 姑娘 丫头 这是梦中不成 别 妇女相见 抱头痛哭 家里的人全围拢过来 道喜呀 老头哭罢多 是把眼泪擦擦 哭通跪到地上了 二位好汉啊 你们既得行善啊 你们功德无量啊 我做梦都没想到 我的丫头还能回到我的身边呢 二位啊 你们可做了个好事了 呀 你轻机白手 算了算了 你要感谢 别感谢我们 别感谢水不良山啊 哎 我们的头领不发话 我们能找你女儿吗 是不是呢 这是烟叉扬错 不必客气了 不过老人家呀 跟您商了一件事 刚才我都想好了 因为这儿离着牛头山太近 几十里地一出零就到 我怕山上的人前来报复 所以你跟你的女儿和全家人 把门锁上 到外乡占壁一时 等我们朝了牛头山 把这会儿强人消灭了 你们再回来也不为迟晚了 您看好吗 对 说的太对太对了 我现在就搬家 我得怎么谢谢你们 哎 不必言谢 快搬家 我们还有事得走 能说当时就走吗 歇了歇腿 喝点水 吃顿饭 燕青和李逵 又回转牛头山 书说简短 又回到那片废墟 燕青就说 大哥 咱们哪 还按上回那样 你在这歇着听信 我在上山摸摸笔 李逵把眼睛一瞪 盖着你的吧 我喝得一点用没有 我老歇什么劲 我早就歇着腻歇了 你上哪 我跟哪 你不说了吗 把姑娘送回去 召集她妇女团员 咱无债一身轻 让咱哥俩杀个痛快 你咋又改变主因 哎呀 燕青一看可也是 好吧 大哥听你的 但是杀是杀 有的也是点到为止 不要杀人太多 听见没 哎 我知道 我知道 说着哥俩起身 赶奔山顶 几里地 眨眼就到 就到了朝天观 庙门外头了 燕青还一再告诉李逵 稳住性子 别着急 可一到了近前 这李逵眼珠子都红了 心说这人有这么缺德的吗 冒名鼎辟 你做坏事 使用人家的名字 缺德带冒烟 想男大女啊 谁家没有子女啊 你未曾做这个事 你拍着梁新云想一想 简直是诸狗不如 这李逵就看不过这个 一到庙门外头 他火壮柄梁 轮伏子就过起来 那 哇呀呀呀呀呀呀呀 杀不尽的群才出来送死 三伏子 把庙门给劈开了 燕青想拽都拽不住了 那动静能晓得了吗 庙门这一开不要紧 里边那些小贼 就一阵大乱了 哇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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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尽朝天冠, 燕青皮刀是紧随其后, 这俩人跟下山的蒙湖相似, 庙里的喽啰兵是哭爹叫娘啊, 哪个能挡得住啊? 这李亏, 那一转圈就得躺下十个八个的, 就在这时有人到里边报信去了。 假送将王太极一听, 吓得魂不浮体啊, 凉山的人来了, 肯定是凉山的, 不见不能那么大的气, 文珠镇桥, 列队集合, 快集合。 他这二百多人都离着不远, 一声令下集合起来, 就来到二道院, 正好李亏和燕青冲到二道院, 王太极大吼吏声, 站住, 再往前来, 可羞怪谋家不客气。 那些败下来的喽啰兵, 一看当家就出现了, 放心了, 闪在队伍的后面, 这才压住阵脚, 对面就闪出李亏和燕青, 一黑一白, 一丑一郡。 王太极看了几眼, 你们是哪儿来的, 敢暴徒明星吗? 李亏把大嘴一咧, 我有什么不敢报名的, 你黑爹就是黑玄风, 李亏师爷, 浪子燕青, 哎哟, 王太极下的一缩脖, 真是梁山的好汉。 哦, 你们是水不梁山的人, 对喽, 你算说对了, 哎, 你叫什么名字? 王太极, 呸, 我说你应该改个名字, 叫王太笋, 你小子笋因丧德呀, 我且问你, 假冒送江是你不, 哎, 是我又怎么样, 抢刘太公的姑娘是你不, 是我又怎么样, 你小子缺德带帽眼儿,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 大丈夫敢作敢为, 敢作敢当, 你可好, 借助我哥哥的名字, 胡作非为, 你真是缺德带帽眼儿, 今天黑爷爷来了, 衣服子把你砍成八瓣, 豪杰我胸中之汗哪。 王太极一看, 没法跟他讲理了, 问左右, 哪位过去, 把那黑鬼给我收拾了, 大哥, 交给我了, 揉, 蹦过几个, 王太极一看谁啊, 磕头的把兄弟, 黑煞神王猛, 这王猛啊, 也使这一对夹刚双服, 不过那个儿比李逵还高了一脑门, 长得是五大三粗的, 把两兵斧子一碰, 哎, 李逵, 过来, 你家王爷陪你玩玩, 和你也是这假不事儿, 你小子叫什么名, 黑煞神王猛师爷, 啊, 你叫黑煞神哪, 我今儿个叫你变成黑煞鬼, 几斧子们, 李逵望上一动, 跟这王猛就斗在一处, 四把斧子在空中飞舞, 有时候斧子碰着斧子, 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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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几个回合, 李逵觉着, 这王猛还真有两下子, 立大俯臣哪, 难怪他们为非作逮, 你说你有这样的好功夫, 你怎么干这缺德的事儿, 你是帮胡吃食的货, 今儿给我岂能容容, 李逵想的是斗筹精神, 大战王猛, 这个王猛啊, 虽然是能耐不错, 风跟谁比, 要比起黑玄风李逵来, 他差了一大截, 打斗到二十多个回合, 不到三十回合, 就听李逵大吼吝声, 小子, 你给我在这儿, 斜山铲背就是一斧子, 王猛多闪不及啊, 就在左肩头给砍上来, 一使劲, 砍, 这可好, 从肩头砍到跨骨轴, 这招叫蝴蝶飞, 又叫二一天作武, 王猛死的这个惨子, 哭泣, 躺在地上, 哎哟, 王太极众人在后的看得清楚, 哎哟, 我这兄弟, 刚说的是, 红煞神王强, 嗷一声, 晃双刀, 就闯过来了, 刚要大战李逵, 燕青批刀过来, 把他拦住了, 哎,哎, 小伯, 来来来来, 我陪你玩玩, 李大哥, 你喘喘气, 哎兄弟, 我是刚活动活动鲸骨, 你开, 又交给你了, 大哥, 你那劲儿留着, 一会儿有的是使用的地方, 你说这也对, 李逵退到后面, 喘着气, 给燕青滚站, 再看燕青用刀一脸, 再, 你小的叫什么名, 红煞神王强事业, 修走招刀, 双刀对单刀, 一伸张手就看出输赢来了, 感情这王强照燕青没法比, 那燕青啊, 比狸猫还快, 落地连伤都没有, 掌中这把刀是上下翻飞, 那个快劲就甭提了, 王强是眼花缭乱, 呵呵呵呵呵, 只玩这劲儿, 一个没留神, 燕青在上面一晃他的眼神, 手腕的一翻, 刀走下盘, 在他肚子上就给扎上, 玩这个劲儿, 燕青手腕的一翻, 刀刃朝上, 往上一瞟, 来个破度开膏, 再看王强的尸体, 两面栽倒, 双刀落地, 寻贼是一阵的惊呼, 啊, 哥哥兄弟啊, 梁山的人太厉害了, 这回咱可开了眼了, 开眼不开眼, 是小事恐怕 咱在这站不住脚了 哎呀这怎么办怎么办 人们是议论纷纷啊 野鸡六的王文一看 哎呀两位哥哥呀 我给你妈爸我愁许恨 荒双剑 他上来了 没等燕青分派 李逵摟过来了 哎呀干我去喽 小子来来来来 我陪你玩玩 简短接说 您听这绰号野鸡六子 能有什么能的 欺负老百姓行 遇上李逵这样的猛将 甘拜下风 也就是十几个回合 被李逵手欺负 正砍在脑门子上 咔嚓的一下 把脑袋劈为两半 那还活个什么劲 王文尸体栽造 那大寨主王太极 在后他看的轻轻的 这小子吓得 眼都发直了 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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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 这哥儿撒死的太惨了 砸眼之间一对半把命搭上 要这样打下去 一会儿收装包园 我就成了光岗了 正在这时 大元帅上燃威 吩咐一声 拿我的枪来 有人把素白亮音枪交给他 再看上燃威 提枪在手 飞身形 跳到当场 来人 把尸体打回 打扫战场 就在这二道院 院可挺宽敞 有楼楼兵过来 把三具尸体 抢回去 兵器拿回去 怎么买 怎么抬 咱不必细说了 等打扫得干干净净 上燃的 兵子不忘的 一站把大枪 阴阳一喝 把掌中一提 哼 你就叫李逵 然 好小子 有两下子 要说你什么也不是 不现实 要说你的能力 怎么精 也不现实 还凑合事吧 来 本寨陪你走上吉他 你他妈小的是谁 尚燃威事也 没听说过 我姓尚的 你小子长得人们狗样的 干点啥不好 在这想难罢你 跟那个姓王的狼狈威奸 看来你也不是个好品 你是长得人们狗样 一肚子难道女昌 黑爷爷今天要教训教训你 招呼他 轮腹便砍 李逵认为了 三下五出二就能把他解决 容等一伸成手了 李逵发赏了 为啥 紧搂漫搂 看不见这个上燃威 那个说他会土盾 飞也 就李逵一看人一闪身 就躲在李逵身后去 躲在李逵身后吧 待着 因为李逵心说 这家伙 这什么招这是 身法可够快的 没过几招 李逵这汗冒出来了 就听上燃威 冷笑一声 嗨鬼呀 今儿个 我拿你开个心 你记好了 左腿 腿根呢 我给你毛个眼 紧跟着右腿的腿根上 再给你毛个眼 你那俩屁活蛋的上 我给你再开俩门 你后边是仨门 你信不信 你又胡说那家伙 揉揉揉揉 哎呀 左腿一个眼 揉揉揉揉揉 哎呀 右腿又毛个眼 可不伸 都一寸身左右 鞋哗哗躺下来 打着打着 李逵一转身 再给人家手起一枪 在屁股蛋的上 呜 又毛个眼 啊 挣扎 啪啪啪啪啪 又毛个眼 真是屁股蛋的上 左右一边开了个门 掀血躺下来 燕青在后的 看得轻轻的 大哥 你下来接着 小弟踢你一踢 兄弟我跟他没完 你快下来吧 燕青是行家 燕青一看 李逵不是人家的对手 人家跟他打仗 没下死手 下死手 李逵早交代了 人家拿他开心 这功夫 得差多少 燕青心疼了 所以把李逵给换回来 这李逵忍着痛 咬着牙 嗯 嗯 回来把衣服撕开 把伤口包扎包扎 提着斧子 皱着眉 在后头滚着 等浪子燕青一身上手 燕青发现 甘拜下风 不是人家的对手 人家这枪都使绝了 上崩下砸 金鸡点头 乌龙白尾 那枪招简直都使活了 使自己是眼花缭乱 防不胜防啊 那也就是燕青惊喜 燕青功夫高啊 不然的话早趴下了 上燕威 你看细耍李逵行 就没敢说大话 细耍燕青 因为什么 说了恐怕也兑现不了 因此两个人 谁也不大话 闷着头是单刀军枪 二十几个回合 燕青就冒烂了 李逵在后头看得轻轻的 李逵也着急了 你看他鲁莽啊 有的时候心还挺细 李逵一瞅 今儿我们哥俩 也都不是他的对手啊 人家后边还那么多能打的呢 一旦我们趴下了 让人逮住 我们哥俩就得粉身碎骨啊 这咋办呢 又没有冤兵 我上去 看这样也白给 哎 李逵一着急想起一件事的 冲着燕青就喊 我燕青啊 你腰里的灵复咋不使坏 这叫一句话 贬醒梦中人 李逵深知 燕青这白宝囊里都有暗器 什么暗器 三脚插巴弹弓 这燕青打鸟是一绝 怀里的老揣着弹子和弹弓 没事高兴了 八一弹弓 是硬生鸟就落地 今儿个一着急把这事给忘了 李逵在旁边一提醒 这燕青的呼啦响起来 对对对啊 我怎么沾世子 你也得 我混蛋我混蛋 我还赶不上李逵 想到这儿 虚晃一刀 超身便走 这得痛快 手法得快 因为呢 对面的敌人也听见了 时间长了 人家脑袋一转 家乡防范 就难以下手了 就得说燕青玛丽 就这么一转 真的不 谁 他刀就背上了 在白宝囊一伸手 拽出三脚插巴弹弓 又抓了一把石头子 一砸成这扣 牛身 啪就打出来了 就是从李逵提醒 到打着三脚插巴弹弓 也就是五秒钟的时间 一二三四五 就这么个时间 还没等着上燃围 这脑袋撞过个儿的 弹头就到了 这下打这准 正打到上燃围 鼻梁鼓上头 那石头子 那有机械的力量 哪家多大的劲 咔这一下 把鼻梁鼓给打折了 没把上燃围疼死 啪 啪啪啪 把素白亮音枪扔了 双手一捂这张脸 哎呀 吐吐骨髓啊 把我这脑袋就跑 你往哪跑啊 他那意思 想往本队跑 赶紧得瓢制 哪知道蒙了 他一把这脑袋一转个 奔李逵这跑下来 吐吐吐吐 李逵一看 哎 上我这儿来了 行来 这李逵手起一斧子 你再去吧 你给我 咔嚓这一斧子 把脑袋给砍下来 这么大个上燃围 神枪啊 这回也不神了 尸首两分 倒在雪魄之中 王太极在后 他看得真真的 一丑大帅死了 急着他直跺脚 哎呀 哎呀 上的帅 哎呀 我上的帅 又心疼死我 我这 君是懂先知一看 无良可 大哥 不必担心 这都是天意 该这河里死 桃子里他死不了 嗯 这不是天意吗 哎 我过去 给死者报仇 血恨 哥哥 你给我 关笔料阵 哎呀 君士啊 剩的人不多了 你可多加谨慎 万一你要玩完了 咱可就彻底完了 你怎么说 这不吉利的话 我怎么能玩得了 再看 董先知 何宝剑士 直奔浪子 艳青 艳青这回心里有底了 我能费劲 我也不费劲 有弹弓 我干嘛不使 刚才要不是使用弹弓 能打胜仗 艳青是人风起势 精神爽 再战老道 信心十足 打仗就是这样 信心十足的人 往往占上风 这老道 董先知心里的发悬 死那么多人了 正而我也不保险 你看 他老想这个 心他没底 本就不是艳青的对手 再没底 还好得了 被艳青 手起一刀 砍到他耳朵上了 噗 左耳给削掉了 疼着老大 咬了一声 捂着耳朵 连本队都没回 非身心上了墙 逃之夭夭 他比谁心眼都多 心说归罪也好不了 今天是彻底玩完 他先撩了 他跑到哪去 咱不说 单说大寨主 王太极 一看彻底毁了 这 这这 他能甘心失败吗 吩咐一声 抬刀 有人把他的三瓶大砍刀 抬过来 这家情刀带手 哇哇爆叫 飞升过来 斗艳青 李逵在后 他一看 又等不及了 我兄弟 换包也该换到我头上了 你别光一个劲的露脸 把我在这扔些不管了 艳青一看 好好好 艳青也累了 退在一旁 给李逵观战 李逵也是人从起誓 精神爽 画的大黑脑袋 怎么样 就剩下你了吧 嘿小子 你要能听黑爷的话 老老实实跪在我的面前 叫三声好汉爷爷 我拿绳把你拴上 押回忠义堂水不量山 见我家哥哥宋将前去请罪 我家哥哥有侧隐之心 高抬贵手 也许把你给饶了 也许不饶 到那会儿 爷爷 我再把你宰了 你看怎么样 王太极一听 这黑鬼够损的 我投降也是死 认罪也活不成了 哪有那好事都叫你们占了 今天呢 我宁愿战死也不能投降 所以喝死命大战理亏 等身上手的黑旋风一看 呦 没想到 你看我们水不量山的宋将哥哥 光能知嘴 其实不会武艺 就是手里拿把刀 那也叫唬人做样子 没想到这王太极 跟宋将不一样 这把大刀使得挺活 上下翻飞 呼呼挂风 还真有俩下五八超 要不留神呢 还真叫他五车住 所以李逵认真对待 两个人打斗到三十多个回合 燕青怕李逵有事 哥哥 你累了 你受伤了 你在旁边休息 把他交于小弟 燕青又跳上来 李逵不走 我燕青啊 这么办行不行 有你一半 有我一半 咱哥俩双战于他 燕青一看这倒好 既然如此 打打吧 结果双战王太极 王太极对付一个都对付不了 何况俩爹 哎呦 王太极看坏的 今天就是今天了 还是那句话 宁死不能叫他们抓俘虏啊 抓了俘虏那个活受罪受不了 干脆我抹着脖子吧 他就想横刀自吻 正在这么个结果眼上 就听后院 有人边跑边喊 娇地的女子的声音 哥哥 不必担惊害怕 小妹 大不了 呀 王太一惊 对呀 我都糊涂了 我还有个妹子呢 我妹子叫乌双女啊 受过疑人的传授 无功盖世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想到这精神为之一阵 大刀虚晃 抽身跳出圈外 把刀主的地上当拐棍 呼吱呼吱 大口喘气 啊 妹妹 妹妹 你来的正好啊 快来助于兄一臂之力 哥呀 我都听说了 该 报应 哎 我怎么劝你来的 为人做事不能太过呀 哥哟 你竟做伤天害理的事了 难怪有今天的结果 不管怎么说 我是你妹妹 我自然得向着你呀 你到后面休息 把这一对冤家交于小妹 李逵和燕青 大闹朝天怪 这回是大开杀戒 让这哥俩一换班 杀了他头子 拾了个人 最后剩下王太一 这小子想抹脖子 哎 正在这个结果眼 他妹子 无双女 王燕燕 赶到了 王燕燕 对他哥哥呀 又疼又恨啊 千言万语 难以表达 尤其这是在战场 这姑娘一跺脚 手踢单刀 来到燕青的进前 你们是梁山的人吗 嗯 和燕青一看 还有女将 你是什么人 你听啊 王太极是我抛兄 我是他妹子 王燕燕 啊 女贼 燕青一琢磨 好男不跟女斗 不能跟他伸手 有失自己的身份 想到这儿 你转身 来到李逵进前 李哥 交给你了 哼 我说你小子够奸的 不跟母子伸手 你说话太难听了 好男不跟女斗 你得过去 哼 这一说我不是好男了呗 我才不过去 手是那些零碎 是我的事 这交给你了 说什么李逵也不过去 燕青没有办法呀 没有第三个人可以取代 只好踢刀 来到王燕燕进前 燕青就琢磨呀 就是伸手 我也做到人至义尽 王燕燕 你听着 你身为女流啊 你又是你们头领的妹妹 你平日就应该规劝于她 你看她做了些什么 想男 霸女 无恶不作 无所不为 最不可容忍的是 她用别人的名字做坏事 想着民间的女人 冒名叫宋江 败坏我们宋头领的声誉 适可忍 孰不可忍 不就我们能来吗 本来咱井水不犯河水 这是咎由自取 不过王燕燕 我念你是个女流之辈 年岁又不大 网开一面 逃命去吧 家父找主 安排你的归宿吧 不要在这搅和 如果非要伸手 没你的好处 好啊 我说你是谁 燕青是也 我燕青 我谢谢你的金石良言 但为时已晚 我不向着我哥哥 我向着谁啊 这叫世亲三分相啊 世到了如今呢 一切一切都晚了 来来来 你我赶紧伸手 决一死战 招刀 轮刀便断 燕青没有办法 是接驾相欢 咱这么说吧 这无双女啊 是有两下子 说她受夷人的传授 如何如何了不起 但跟燕青比 差一大截 没过二十回合 王燕燕累得是 鼻疤病脚 热汗直流 虚虚待喘 这燕青啊 还没加紧进攻 要加紧进攻啊 他早就完了 王燕燕一看支撑不住了 虚广一招飞神行 跳到他哥 王太极的进前 哥呀 当初我怎么劝说你了 哎 你就是不听啊 乃至有今日之祸呀 你说我是你妹子 我能眼睁睁 瞅着你被杀吗 我既然不忍 又无能为力 只好我先行你一步了 哥哥 我到鬼门关等你去了 你说这哑的真是乌双女 没有第二个 抹了脖子了 顿时尸身栽倒 王太极一看 妹妹 哎呀 妹妹呀 好啊 我跟你们拼了 弟兄们 杀 杀 他身后左右 还有二百多人呢 那位说 你说的不尽合理 就看着这几个人打 那二百多人 都在那戳着 怎么不过来帮忙 一 没有王太极的命令 大家不敢贸然伸手 第二一方面呢 他们也惧怕梁山人 一手这李逵和燕青 忒厉害了 这样过就准死无疑 最主要一方面 大家心里这么想 来到朝天官的 不仅是他俩 梁山的大队人马 肯定埋伏在四周 谁不想给自己 留条后路 所以都不过来 现在他们一看呢 完了 当头的 几乎都完了 还听你王太极的 人不畏极 天诛地灭呀 有两个小头头 在后子一串连 哥哥兄的 不怪咱没良心呢 咱们就得为自己 多想 上手上手 打谁 王太极呀 这小子平日 多专横跋扈 张手就打人 张嘴就骂人 对你我都没有好处 干掉就得了 对对对对 音听 到了现在 人心思叛 哇 过来二十多人 把王太极 胳膊拧过来 给捆上了 呼拉朝 全跪下来 梁山的豪瀚爷爷 我们投降了 我们愿意归出梁山呢 把王太极逮住了 嘿 燕青心里这个高兴 看了看李逵 李逵晃着大黑脑袋 哎 这就对了 那个怎么说来的 人望高处走 水望低处流 大将保民主 俊鸟登高之啊 还有那个 燕青 那话怎么说来的 燕青说你就别白话了 我想起来了 鸟虽轮凤 飞腾远 人半咸凉 贫格高 你们说是不 欢迎大家 到梁山入伙 你们算立了功了 把这王太极给我拎过来 王太极一看脱了 我算老虎掉到山剑里 伤人太重了 我自己的人 都反对自己 到了现在还有何说 把头一低 众人像拖丝狗一样 拖到李逵进前 他也没跟燕青商量商量 李逵用手指着他鼻子 你多缺德 自作自受 谁让你冒充我宋哥哥 谁让你强难办 你那坏事多的是 今天我就判你死刑 咔嚓 衣服的把人头砍下 燕青一抖了手 李哥 你操之太急 你应当把他带到梁山去 交与宋哥哥审问 再做处理 那多配事 这一路之上的摇头涮甲的 他在跑了呢 不如这样省心 那燕青一抖科也是 那杀了这么多人 怎么办呢 人死不接仇 让这些搂搂兵 挖了个大坑 把这尸体 不管男的女的 扔到里面去 堆土掩埋 打扫血迹 这妙语可够好的 这怎么办呢 留着 再做贼窝点 干脆放把火烧了得了 要不说古代有许多建筑 都复制一具 就是个烧 火烧朝天怪 那么这些贼的东西哪去了 那他当然拿走了 能背的就背 能扛的就扛 不管是什么东西吧 大家都不空手 所以拉着胜利品 列队归良善 书说简短 这消息传到中一堂 宋江满意的点了点头 让军事无用 代表自己和卢俊逸 下山迎接 军事到了金沙江岸 笑呵呵在这等着 一看李逵他们过了江了 咧着大嘴直笑 军事哥哥 我回来了我呀 李先帝啊 我听说了 你跟燕青兄弟立了大功 不敢说大功 也差不多少 你看 我们还收了好几百人 得了这么多生利品 这不都是白捡的吗 另外跟哥哥您说呀 那些什么假送江 还有装你那个假无用 假这个假那个 全都叫我们采光了 好 做的不错 大家高高兴兴 列队进了梁山 李逵 宜青来见宋江和卢俊 哥俩倒身下拜 宋江是降阶而赢啊 把哥俩拉起来了 起来起来 二位贤弟辛苦了 你们干的不错呀 李逵白货了一通 燕青详细地介绍了经过 宋江卢俊义 深感满意 不住地点头 把东西验收了 把这二百多人 编入水不凉山的义军 那么这件事情 就算叫做过去 那这事过去之后 凉山上没什么事 太平无事 是小独立王国 真是四海升平 靠着梁山的周围 都是相安无事 那么干什么呢 卢俊义负责 每天操练人马 以备不识之需 别看现在没打仗 这就是山与未来 风满楼的时候 因此日夜不停 咱们再说简短 光阴四溅 是日月如梭 一转眼到了春天 春暖花开 是万物复苏 梁山这儿的风景也漂亮 满山遍野 花红柳绿 暖风扑面 这人活得非常精致 大家也高兴 就在这一天 宋江高座中义堂 正跟弟兄们议事 神行太保 甲马代宗 从外边进来 代宗的分工 是总探室的头头 专门探听周围信息的 他是头领 前些时 他奉命赶奔 泰安州探听信息 去了几点 回来了 宋江对代宗 一向是高看的 牵了牵身 贤弟辛苦了 请坐 我这坐着呢 谢过头领 宋江就问 先帝啊 辞去泰安州 情况如何 哥哥 我着急回来 就是向您 禀告一件大事 哦 说说看 大回听有大事 全围络过来 摘着耳朵听着 这代宗 一不着急 二不慌忙 一字一板 把经过讲述一遍 他等说完了 就像一颗炸雷一样 整个中一堂 哇 大伙都急了 那边说什么事激怒了众好汉 原来代宗 赶问泰安神州 到那之后 打听打听老百姓 现在怎么样 对朝廷怎么样的看法 也打听打听 那大辽的情况 在民间呢 主要是搜集这些情况 还有官府的情况 没说吗 代宗专门管这情报 无作的 哎 他遇上一件事 那了半天 泰安神州 每一年 三月二十八 都要举行一场盛大的庙会 就在那代庙举办 二年前呢 这庙会上 多出一样新鲜玩意儿的 叫一五会友 天下五宗十三派八十几门的高人 全都到这登台现役 如果你技艺高超 不管是什么吧 能出类拔萃 能获赏 那么神州的刺史代表官方 给予奖励 什么给套衣服啊 赏俩钱啊 披红带花 骑马游街啊 是一份光荣 结果这二年搞得不错 今年是第三年 官府下的通知了 要隆重祝贺 事先就做了准备了 邀请天下 能闻善无之人 特别是恋无意的人 越来的多越好 官府寄予重赏 据戴宗所知 这二年出来拔萃的 有一个人啊 这人是山西太原府的人士 姓任叫任元 江湖人称秦天柱 您听这绰号秦天柱子 这任元五亿高超 连续两年都多亏了 今年是第三年 他要来个三连贯 官府说了 如果任元 真是连续三次获胜 要给赏银一千两 又给买房子 又给支帝 这个光荣劲就甭提了 所以吸引了天下的恋无的人 云局在神州 盛况空闲 这个司空见惯 没什么了不得的 不知道这个任元 秦天柱怎么想的 今年的放出大话来了 说打遍天下无敌手 专门打梁山的草靠 把梁山这张牌给亮出来了 口出狂言 而且散步出去了 谁不梁山离这不远 你们敢来吗 来一个我打一个 来一对我打一双 现在叫他这一散步 整个神州的 武行八族三教九流 包括四面八方的 现役的人都知道了 都猜测梁山敢不敢来人 带宗探听到这一信息 不敢隐瞒 即刻从泰安神州返回梁山 向宋江禀报 宋江听完了之后 梅梢挑了一挑 就听着弟兄们一阵喧哗 哇 可恨 可气 哪冒出个晴天柱任员 他算什么东西 他就不怕风大扇了他舌头 拆了他 把他劈了 大家就不干了 但是宋江不表态 别人也就是干打雷下不了雨 宋江心里盘算 这个任员没听说过 此人无缘无故 怎么放出这么个风呢 莫非此中有诈 这得留神 宋江左想右想 就想发布 干嘛呀 禁止下山 不参与此事 他爱说什么说什么 爱怎么挑逗怎么挑逗 咱就假作不知 但心里想到这嘴还没等说出来 比咬一声 飘过一个人 此人非别 正是浪子 厌亲 哥哥 我说几句 看您的意思 您挺犹豫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您不打算让我们参与 以小弟之间 非参与不可 哦 眼睛啊 说说看 为什么非得参与呢 哥哥倾想 这泰安神州 离着我们梁山比较近 而且泰安州 非常富足啊 不用说别的 光犹太山的收入 那可以说价值万金 再加上泰安神州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多少年也不打仗 那块积虚泼风 我们梁山虽然有些积虚 但坐吃山空 迟早有一天会吃光了 不如利用这个机会 教训教训 擎天助任员 顺便走马去 神州 把他给端了就得了 那些东西不都是咱的吗 哥哥 我的意思应该派人去 松江听到这还没点头呢 卢俊逸也说话了 大哥 我看燕青说的都无道理啊 想那一个任员 他有什么了不起 肯定是官府给他撑腰 他借着官器 才如此猖獗 我们应当派人下瞻 打打他的气焰 顺势走马去泰安州 把那东西都给咱们量删 您看怎么样 同意 赞场 同意 下山 下山 几乎我所有的人 全同意参与 松江一看 衣不扭重 百步随移 这如果一口拒绝了 遭致大家的不痛快 松江又一盘算 该打一仗 小半年没身手了 燕青讲话了 每天坐吃山空 得花多少钱 虽然有点积蓄 也不算太多了 如果利用这个机会 走马去泰安州 把那东西 全都抢到梁山来 起码 一年半载的 我们不愁吃喝 这买买还做得过 最后松江也拍了板了 好 各位啊 既然大家都同意下山参与 我也不反对 但是谁去 谁不去 得听我安排 燕青听令 赞 燕青啊 你一个人先下山 你去摸摸底 三月二十八庙会 今儿个二十几了 灰哥哥 今天是二十四 哦 还有四五天 到日子了 你办事一向惊喜 你先到那摸摸底 然后咱再想对策 是 不过哥哥 我想去跟晴天柱 比划比划 你得同意 嗯 好吧 我可以叫你 便衣行事 其他的弟兄 平好我的命令 家有牵口主事 一人呢 烂呛堂不行 松江一拍板 谁都没分 哎呀 燕青高高兴兴 下去准备去了 但是 松江有点不放心 问卢俊一 说让燕青一人下山 万一有点闪失 怎么办 卢俊一笑 哥哥你放心 燕青不但武功超人 此人十分精细 小精豆子不吃亏 派谁去 您都不放心 唯独派他去 你是一百个 安心 书接上文 宋江派燕青 赶奔 泰安神州 要会一会 晴天柱任缘 燕青当然是高兴了 但是宋江啊 嘴那么说 还有点放心不下 放得一二下山 太孤单了 问卢俊一 卢俊一 那是最了解燕青了 告诉宋江放心 另外他还说 他前脚先走 我后脚就下山 暗中帮助于他 这哥哥你放心了 宋江一拍桌子 如此甚好 他们商量 怎么派兵 派谁 下一步怎么办 咱到后文再说 翻回头说燕青 冲着大伙一抱拳 各位各位 我暂时告别 暂时告别啊 回来再见 回来再见 大伙都羡慕燕青啊 后来者居上 你看燕青到了阳山才几天 尽力功劳了 宋江上京城 带着燕青 风光的事 拉不下燕青 这回大闹 神州会 晴天住 还属燕青 谁不羡慕 有些人也妒忌 燕青回到自己的房里 把应用之物都归着好了 什么哨棒 单刀三脚 插不蛋功 软烧衣服 硬烧的衣服 二人夺手撑子 全都带着包了一个大包 另外在帐房上支了点金银 缠到腰里头 当晚无话 次日平民 跟宋江告了辞 一个人离开了水不量山 他手里拎着少棒 燕青也高兴 年轻人嘛 都抢羊斗盛 燕青心说话 你看 一百担八将 宋德哥指名点性 叫我敢奔泰安神州 这说明对我重用 我呀 千万别骄傲 我应该立功 给梁山的弟兄 增光露脸 燕青这人多惊喜 一边走着 一边盘算 离开梁山 还没有一天的功夫 正顺着道往前走的 就听后头有人喊他 站住 等一等我 等一等我 谁呀 燕青平身站住 转回身一看 一溜眼一样 当着进前 一瞅谁 黑玄风李亏 这边也跟来了 燕青就一愣 李哥 你怎么也来了 咱哥俩呀 是一对 一条绳拴俩 骂他 跑不了你 飞不了我 宋头领叫你来的 不是 卢元外叫你来的 不是 军师叫你来的 不是 别废话了 全不是 卢元外叫你来的 我看你一个人下山了 我羡慕就不得了 我觉得你一个人太孤单了 应当找个打下手的 我看那些人都不合适 非我不可呀 因此我跟谁也没打招呼 我偷着下了梁山 我在后边捻你 你这矫程可够快的 几年慢捻 到这才捻上 啊啊 燕青一听 他又要闯祸 私离梁山呢 我说李哥 你怎么装干这种事 宋头领 告诫你再三呢 你抗令不尊 老随便溜达 这触犯梁山的大法呀 我哥 你快回去了 我一个人足矣 不用你跟着 兄弟 你看我都来了 你还能把我打招回去吗 我宋哥哥这人 忒好了 我最了解他 到了时候他一生气 我一给他抓脑 一晃脑袋 甚至磕个头 赔个礼 他顿时心就软了 没事 再者一说 咱也不是去捅娄子 咱去立功去了 把那个什么柱子 呆舌了 到那块咱露了脸 走马取了泰安神州 不立了大功了吗 立了功了 我哥还能怪我吗 好兄弟 我求你了 带着我得了 还是不妥 我李哥 你要愿意去 最好咱俩分道扬镳 我干我的事 你走你的 好不好 要不混为一谈 将来我再弄个包皮 我没法交代 哎呦我燕青啊 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呀 我成了累赘品了 我成了你的包袱了 前者在朝天官 要没我助你一臂之力 你能打那么大的胜仗吗 你说是不是 你看这李慧啊 软的硬的还都有 最后把燕青磨得实在没办法了 好吧 既然你跟着我 我李哥 咱得约法三章 你得听我的安排 你要做到下面这几样事 我就带你去 不去 你趁早别跟着我 说吧 什么事 一 不许喝酒 这 好嘞 我喝酒也不得罪谁了 谁一张嘴 这头一条都不准我喝酒 我不喝 得了 第二条 你 这太眼熟了 一般的人都知道 梁山的黑玄风理亏 你就瞅你长这个丑样 你这凉冰斧子 不管走到哪 不用你报名 人就猜个八九不离十 你这斧子藏起来 把它包好了 但能不动 千万别动 行行行行 另外你也挂像 你戴着布和包巾 戴着头巾 把你这斑拉脸挡上 就说你眼睛啊 得了眼病了 上泰安神州去治眼商去 听没有 包上半拉脸 一般人就认不出你来了 你看行吗 行 谁让我没脸没皮呢 包上 再有一个 咱俩走路别在一块 我在前面走 你在后面跟着 保持一定的距离 给外人的感觉 咱俩彼此不相识 不是一伙的 那么我住店了 你可以去住店 行路之时 必须得拉开档次 懂吗 行 行 你就说你治病的 你是个病人 少说话 你要一张嘴 就捅娄子 听见没 听见了 事事都听我安排 我叫你打 你就打 我不叫你打 你就别打 你要不听我这个 我不能跟你在一起 兄弟 还有多少 你都说出来 我样样都答应 不就得了吗 那行 现在你就包 包着我看看 好了 李慧从脚里 拽着块大手绢的 把左边这个眼睛 半拉脸包上了 把斧子也藏好了 眼睛看了看 嗯 这还差不多 现在咱们就起身 我在前面走 保持一定距离 你在后边跟着 不准在路上说话 不能叫人看出来 咱俩是一伙的 行了 得把我憋死 好了 你先走吧 艳青像嘱咐小孩一样 嘱咐再三 这才把心放下 艳青一挥身 大步流行 赶奔泰安神州 李慧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后的跟着 简短揭说 进了泰安州了 这泰安州 真是个好地方 就在泰山的脚下 靠着山 修筑的城池 泰安州是个大州 城墙高大 沪城河也深 有几十万人口 尤其是每年 三月二十八这天 都要举行庙会 盛况空闲 像快磁石一样 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 年年呢 一过了正月 远路的人就开始起身 前来赶会 所以每一年 外来的人口不下数万 等进了城一看 三街六市 买卖十分的兴奋 咱这么说吧 几乎没有下角的地方 车水马龙 敢验清机找电房 傻眼子 没有先电房 全爆满的一坏 全耗下了 说不起眼的 条件差的 也满缘 他走了一趟街 没找着下榻之处 眼睛一看城里不行了 到城外吧 他又奔官乡 转那转那转的 腿都疼 好不容易 到了东关了 这地方人呢 相对的少那么一些 可也不太少 你找这电房 没有 这可怎么办 眼睛就琢磨 没住的地方 住路天地 那像话吗 还有好几天呢 实在没电房啊 租建房嘛 多给他点钱 打定了主意之后 挨条街 挨条胡同 他打听 正好在三条胡同口 遇上个老头 这老头啊 正在门口看热闹 门开着 燕青在这一走一过 一看那院 里边有几间房 没有人出入 燕青又学回来了 冲着老头一抱拳 老丈 你好啊 给燕青的嘴甜 长得也讨人喜欢 老头看了看 这小伙干嘛的这是 凭精神 挑着个挑 好像是个货郎 小哥 免礼 有事啊 老丈 看着没 我真是个货郎 我打算赶这庙会啊 挣俩钱 你看从几百里地以外 赶到太安神州了 结果没有下榻之处啊 腿都要累断了 也没找着安神之地 老丈 我跟您商量商量 有闲房没 租给我一间 能晚上睡睡觉就可以 白天我还不在家待着 您放心 住一天给两倍的钱 住两天给四倍的钱 您看好吗 咱按天算 老头一想 我家还真有闲房子 闲着也是闲着 把他变俩钱花 不挺好呢 就同意了 那你几个人 现在是一个 我这话啥意思 也可能我还来朋友 最多不超过两个人 那你进来先看看房子吧 要如果满意的话 价钱好说 多谢多谢 燕青一想 事在人为 鼻子底下有张嘴 你就得多打听 多问 你看这多合适 进了院离开 院还挺宽敞 院还有两棵树 正房三间 配房两间 大概这正房是老头住的 领他到东配房 把门开开 老头说 你看这房子闲着呢 里外两间房 燕青一看太满意了 床铺什么都是现成的 被褥也都有 老人家 房子真不错 咱就定下来 我住到西配房了 如果你愿意的话 这两间我全包下了 行行 不过咱有言在先 房价可贵点 您说得多少钱 你赶上这个街鬼眼了 什么都涨价 是不是呢 你别怨我裁黑 你住一天 怎么也得给我一两银子 不多 不一两吗 怎么办 我先给您五两银子 压在这 将来一总算 也就是几天的事 老头一听 这货郎出手大方 一下给留五两 好好好 燕青从怀里一伸手 拿出五两银子 给了老头 老头笑呵呵的 收起来 刚收起来 李逵 揉 进来 我也来了 我说兄长 在外都不许说话 进居二里 能说话了吧 老张啊 我说了 最多俩人 这是我们 接班而行的邻居 我们俩包这房子 行行行 包房子 你们住几口都行 李逵进了屋 把东西放下 东愁西开 很满意 房子不错呀 晚上遮着跟他睡觉 都戳戳有余 燕青变透 少说话啊 你别扎扎活活 我就忘胡所以 我知道了 燕青告诉老头 您那费心 给弄点水 我们洗洗脸 烫烫脚 行嘞 老头得了钱了 自然是高兴 拿木桶 添了凉桶水 燕青李逵 先敬面 后洗脚 把尘土 担扫担扫 换套衣服 叫做轻松自在 然后燕青跟老头说 老张 您还得辛苦辛苦 给我们买点吃的 这几天 起火就在您这 您做什么 我们吃什么 这钱我另付 好说好说 老头出去 给买东西去了 买点大饼 酱牛肉 回来给下了点面条 呼着燕青跟李逵 吃的这个香 就崩批了 等吃完了 喝完了 老头把晚餐家伙收拾下去 燕青就问 老人家 我第一次上这来赶庙会 听说神州这庙会 可热闹了 是那么回事吗 哎呦 年轻人哪 你算来对了 那么其他的庙会 我没参与 我不敢说 就拿咱们泰安州的庙会来说 天下独一无二 怎么这么说呀 你看 眼前 就是拔地而起 独一无二的泰山 泰山是神山 咱这泰安州 就在泰山脚下 所以这个州叫神州 住到这里人 增福增寿 四季都平安 为什么这么说 有冬月大帝保佑啊 嗯 知道冬月大帝是谁吗 燕青一步了脑就不知道 冬月大帝都不知道 那是天皇 他的亲孙子 来到人间主宰世界啊 人这一生的荣 辱 死 生 全在塌了人家手里的钻着 他叫你好 你就好 他叫你死 你就得死 听说他手下管着 五千九百多神仙 那是众神之首 秦皇汉武 风扇泰山 参拜代庙 那屡次进风啊 我告诉你 可灵验了 你到这来 你算开了眼界了 正因为如此 所以这个庙会 香火丙盛 现在你买香 你都买不着了 你想买祭品 都没有了 往上一再的扬价 但还缺货 可见这香火有多剩了 我家里还存点香 你如果愿意烧香的话 我可以卖给你 燕青一看挺好 这老头无孔不入 还用弯吗 卖给我香 肯定得加价了 燕青说好 我用的时候 我向您买 好吗 一看这老头 值得事挺多 还得问问他 我老张 听说这次庙会 加了词了 还有擂台 说那个擂官 叫什么柱 有这事吗 对 哎呀 哎呀 年轻人啊 你不问我 还忘了说了 有这事吗 太有了 今年是第三个年头 年年举行比武大会 天下的英雄豪杰 齐聚一堂 各宪决议 每年我都去参加 可说明一点 我不会舞 我是去看热闹 那精彩极了 刚才你说 那叫什么柱啊 叫擎天柱啊 两年了 两年连续多亏 好家的擎天柱 那功夫棒极了 打遍天下 没有对手 那武林高手 纷纷败下阵来 有的胳膊舌 有的腿断 还有的把命都打上了 那没办法 这是官府批准的 打死人不偿命啊 那么你死了 活该倒霉 谁让你登台现役来的 这官府都有规定 所以打死人也不赔偿 也不犯法 今年最隆重最隆重啊 那来的人比去年多一倍 你没看吗 所有的殿房都住满了 有的都是武林高手包的殿房 人能一个人来吗 一来就来一大帮啊 所以预计 今年比武圣会更加的精彩 但是不管他多精彩啊 想要胜擎天柱任缘的人 恐怕够强 胜不了 那个任缘太厉害 老丈知道他为什么叫擎天柱吗 个儿高啊 你听这绰号 那可以说身高过丈 腰大实围 那胳膊都这么粗 那大腿都这么粗 我说年轻人 如果那个任缘是个口袋 能装下你仨 装仨还得有富裕 那人长得太粗大了 你一瞅那个头 你就发运 再加上人有五亿 两臂一晃千斤之力啊 好一声 比狮子都响啊 你还能跟他伸手吗 像这种豪杰 恐怕不多见 年轻人 我建议你到处挤进人群 你去开开眼 你瞅瞅 人家才是真正的高人 好 我真得去开开眼 另外我听说 这个姓任的 还大言不叹地说什么 要跟梁山的人 一决短长 有这意思吗 有 对 有 今儿个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任缘呢 放出方来了 说要跟梁山的人 决一雌雄吧 比个高低 大家疯传 好像梁山的人也能派人参加 不知道真的假的 我年轻人啊 我这么预感着 梁山不来是好事 梁山要一来呀 太阳神州非热闹不可呀 最好是别来呀 哦 燕青心说 你猜错了 就站在你的对面 能不来吗 老张 好了 不说了 谢谢您的介绍 一会儿我还得赶个热闹 去做点小买卖 好嘞 好嘞 老头转身走了 燕青转回身 一看这李逵气的 胡子都扎实起来 李哥 你又犯什么病了 气死我也 方才凭那老儿 介绍晴天住任缘 这个小子也太猖狂了 我恨不能马上见着任缘 把他撕碎了 黏烂了 放弃我胸中之恨 待着你 你听我的啊 没你的事 你现在是病人 你就躺下在这养病 那你呢 我到街上转悠转悠 我摸摸底 看看擂台什么形势 这个晴天住任缘 究竟何许人也 能见一面 最好我见一面 回来三哥俩再商量 下一步的事 我也跟着得了 我跟着帮你参谋参谋 不行不行不行 你就留下 我一个人要敢奔 待妙 浪子燕青 好不容易找了个地方 安了身了 还得叫李逵听话 真费心 好不容易劝的李逵听了话了 答应燕青 在这住地儿 等燕青的信 燕青全安排完了 让他躺下 给他盖成被子 你装病 临行之时 跟租房的老头说 老丈啊 我去做买卖了 跟我那个结伴呢 有病 眼睛不好 在家歇着 您呢 帮着照看照看 好说好说 一切交给我了 燕青都安排好了 这才起身 赶奔待妙 说起来这个待妙 可了不起啊 您要到泰山去旅游 待妙是一大景点 您能不看见吗 那待妙规模宏大呀 头巨子建筑的 城墙 跟县城的城墙 一般高矮 黄绿琉璃瓦铺着顶 可以说是金碧辉煌 据说呢 原来的时候就有妙 但是规模不太大 到了宋真宗的时候 拨下巨款修建的 才形成了今日的规模 当然了 历代都投资修建 扩建 闲言少叙 就说这燕青 一路之上 看你这个人也太多太多了 出入待妙的人 拥挤不动啊 燕青随着人群 进了待妙 你看这里边的地方太大了 苍松脆白呀 他到这一打听啊 闹了半天 晴天住任园 就住在待妙 旁边有一个跨院 整个叫他包下来了 燕青来不是为烧香 也不是广庙 主要是来会会这个任园 所以他就奔这跨院来了 放眼望对面一看 跨院的门左右 放着两条长板凳 坐着二十几个标形大汉 都山起那大汉 一个个头大如斗 腰大实围 有的光着膀子 有的穿着砍尖 长胸漏怀 下边都扎着腿袋 一个个田胸蝶肚 喝着水带着闲谈 左右有一对对联 这对联是木头板雕刻 涂着金字 离这多远就能看见 上连写 拳打南山 斑蓝虎 下连配 脚踢北海混江龙 正中央还有个横批 天下无双 燕青一看 这气就不打一出来 心说任缘那任缘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个无名的鼠辈 竟敢口吐狂言 你就敢自称天下无双 你就忘了 大人的祖宗来了 燕青也年轻啊 小伙子头脑一热 虽然不像李逵那样粗鲁 有时候他也压不住火 心说我这次来干嘛来了 我就掘他这根棍 振作振作我们梁山的威风 我来啊 也不能太斯文了 想到这儿燕青也是诚心找茬 卖大步 他到了队联附近了 一伸手他给摘起来 那些山西大汉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 再看燕青 两手一用力 往柯西盖上一变 哎卡巴卡巴 都给绝舌了 然后光光光 又踹了几脚 踹了个粉碎 这下捅了马丰波了 那二三十条大汉可不干了 胡拉抄过来 把燕青给包围了 哎 小子 你哪冒出来的 你胆子可不小 竟敢砸坏对联 你小的伤心找死 打他 打他 说这话 有个黑脸的望前一根不手 轮圈变挡 那燕青啊 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头一歪 身子一拧 这一拳落空了 再看燕青 飞起了一脚 正等到这家伙小肚子上 骚扒 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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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倒着一面墙一样 是扬面栽倒 后边过来 一个小子 刚要抓燕青的头发 燕青使了个黄龙大准身 唰 转到此人背后 飞起一脚 正蹬到后腰上 把这小子疼得 妈呀一声 摔出去 一丈多远 咱就这么说吧 过来一个 趴下一个 过来一个 趴下一个 燕青可撒开花儿了 这些年的功夫 得有施展的机会 身形转动 二臂七摇 把这些人打得 是鼻青鼻青 谁也不敢靠近了 早有人腿快 到里边送信去了 闹了半天 这跨院还是良静的院子 前院 是这个擎天住 任园徒弟们住的地方 他这徒弟有一百来号 都从太原带来的 他住的里院 里院有三间房 熟识得干干净净 任园干嘛呢 正在床榻上躺着 闭目养神 有几个半当在院里 在给他烧水 正这时候 有个徒弟跑进来 师父 师父 大事不好了 嗯 青天住翻着眼睛 看了看他 什么事 鸡毛的喊叫的 师父 不知从哪儿冒出个小子 也不说话 把咱们外边那队扁鹅 给砸了 哎呀 出手就打人 我那些师兄弟都不是他的对手 打的是逼青脸主嘛 看这意思 这小子是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是吗 青天住听到这话 一翻身坐起来了 赶紧把鞋蹬上 拿过挂子 他穿上来 走 看看去 说话之间 青天住领着人 到了外院 一看可不是吗 正打着呢 那些弟子 这个帕鞋 那个帕鞋 打得哎呦哎呦 直叫 他往正中央观桥 有个小伙子 哎呀 是个白面书生啊 刚才他在想 肯定惹事的这个人 跟我差不多 身大力不亏 绑乍妖元 是个无夫 结果这一看呢 出乎意料之外 这是个白面书生 他怎么这么大劲 哎呀 千万得留神 看着没 今年这擂台 不太好打 我想夺得三连贯 并非义事 这就是不祥之兆 但这小子 我得问问他的根基 想到这 青天住 高喊立声 住手 别打了 他那些徒弟 一看师父来了 可有了主心骨了 退在两旁 有几个猫着腰 有的捂着眼睛 倒着进去 师父 你给我们出去 无用的重心 退在一旁 这回把燕青给闪出来了 青天住上下打量多时 就问 朋友 请倒个腕吧 你从哪一方来 他说这话的语气 都是江湖上那套 燕青抱着肩膀 打量打量他 心里说 好家伙 这家难怪叫 青天住 真是上主天 下主地 这大块头 我们一百单八将 也有几个大个 但跟他比 差得一块 这家真够粗实的 难怪租房的老头说 他要是个口袋 能装些我仨 看那样 仨也不止 真是肚大腰汗 那胳膊跟 像防领 大腿像防托 真是肚大腰汗 那两只手 像扑扇 两只脚 像汉船 这张大脸蛋子上的 浓眉吗 大眼珠子 封外鼓鼓着 啪鼻子 黏鱼嘴 厚嘴唇 连臂乐腮 有点黄骨子 看那意思 三十多岁 不超过三十五岁 往前一戳一战 就得割头 就得把你下堆了 好在燕青 心里都有数 燕青鼻子哼了一声 你刚才说什么 我问你尊姓大明 从哪个道上来 啊 无可奉告 哦 无可奉告的意思 你就不打算报名了 对 我打的是你 你管我叫什么 干什么 哈哈 我说年轻人哪 不要太狂了 咱不要私下鄙视 你是来打累的吧 要打累 明儿个才是正日子 我在台省恭候大将 咱们在台省一事高低 在私下里头犯不着这个 朋友 算了吧 一回生两回熟 不打不交啊 啊 乐意喝水 歇歇腿 请到里边 我任缘 也是个交朋友的人 如果阁下不伤脸 咱就各行其变 刚才不愉快的事 就算得过去了吧 呦 这家杜亮还真听到 燕青本想激怒他 跟他一事高低 但一看这意思 他不愿意出手 燕青心说 也好 这回见了你的面了 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了 明天擂台上再打也不为之晚 燕青想到这点了点头 多谢你的圣情 好嘞 我告诉你啊 今儿晚上你做好了准备 最好花俩钱 买口棺材 告诉你手下的人 明天就收尸吧 小铁 擂台上跟你不见不散 这燕青也不饶人啊 说完了 把一抚一抖 转身便走 这秦天柱目送的燕青 进了人群 消失不见了 这弟子们这才过来 师父 师父 您今儿是怎么回事 太便宜这小的了 他把我们打成这样 把扁 堆点 都给砸了 您怎么也不问呢 您怎也不追究啊 是不是显着咱太窝囊了 你们小的什么呢 这叫小不忍 择乱大谋 算了吧 明儿个再说 那秦天柱任元 怎么想着呢 他为什么扁了扁了 就咽了 闹了半天 这小的别猴都见 他分析了目前的形势 说这个年轻人 就一个人敢这么折腾 敢在火山庙点灯 太岁头上动土 肯定不是个省油灯 另外 我手下把门这些徒弟 都有两下子 让他打的东倒西歪 可见他的蜈蚣 十分了得 你说这还没灯类呢 万一不忍 我们俩一伸手 我再吃了亏 这擂台我等不等 我丢人现眼呢 再者一说 事出突然 我毫无思想准备 等摸完笔 准备好了再说 你说这小的啥吗 燕青走了之后 他马上穿上一身好衣服 让人背马 上哪去了 上泰安神州 支州衙门去了 拜会之州黄的人 黄的人 一看他来了 高兴 赶紧降街相迎 他行完礼之后 到了客室 分宾主落座 这黄之州 特别喜欢 这位秦天柱 因为两年了 私教不错 秦天柱也会 每回得了奖赏 拿出一半 给这黄之州 黄之州 何乐而不为呢 今儿一看他 突然来了就问 壮士 有什么事情 大人 有一件事 我不得不禀报 说吧 什么事 今天突然有个小伙子 闯到我住那院里头 打伤了我的徒弟 甚是凶恶呀 我问他叫什么 姓什么 从哪来 他无可奉告 什么也没说 我呢 人气吞声 暂时放他一马 因此呢 我先禀报大人 我这么猜测 此人肯定有来历 是不是水不凉山派来的人呢 请大人明断 哦 有这等事 黄的老爷 倒吸了一口冷气 眼珠转了半天 要说旁人 未必有这个胆量 非得是水不凉山的人 才不停歇呀 那么你说这人 就是凉山的 又没有证据 嗯 好了 本官知道了 那么壮士 你有哪些要求 大人 我的意思 我不怕凉山的人 他来多数我都不怕 我是想的是 泰安神州的安全 希望大人事先早有准备 以免措手不及 尤其明个二十八了 是正日子 恐怕要发生事 就在明天 您了 应该事先有所防范 明白了 明白了 好好好 来了 在我这吃饭吧 不了 我怕家里出事 我还得回去照应 大人 我告辞了 青天柱走了 黄大人分析了半天 感觉到问题也严重 看到没 这是个信号 马上传下令子 把守备 陈大人给请来 让他带五百军兵 瘫压地面 另外 知会文武衙门 做好防范 三不必戏说 三回头说 燕青 燕青觉得挺过瘾 心说这小的够滑点 我那么急 他那么骂他 他没上高 留有余地 明天擂台上 绝一雌雄 不管怎么说 我先出了一口气 高高兴兴在街上 买点零嘴 就是零食 抱着 回到住处 老头一看他回来 非常高兴 给沏了湖水 退出去了 燕青坐下 把门关上 李亏 把背货皱开 把大黑脑袋露出来了 哎呀妈 好久没把我憋死 我说小老弟 你上哪儿去了 怎么去那么长时间 李哥 我向你汇报一下 你猜我上哪儿去了 我见着 秦天柱任缘了 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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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嘿 哎呀你过瘾了 把我老李扔到一边不管了 我手脚他娘的都痒痒 你说怎么办 好办 明儿个是三月二十八正日子 我到擂台上会秦天柱 如果我不行了 李哥 你给我撑交啊 你是大将都后阵压轴的 那时候你就可以大闲身手 是啊 兄弟 咱俩商量商量商量 你明能赢啊 你也别赢 好吗 得我留着 让我老李登台 一闲身手 我把他妈秦天柱给他批呢 行啊 你就攒足劲 明儿个再说 哎好好 买了点啥呀 都是你爱吃的灵嘴 今天晚上 特例你可以喝点酒 但不要太多 阳精许锐 明儿个吃完了早饭 咱就启程 好嘞 我的好兄弟 往后你上哪 我跟着哪 咱哥俩是离不开了 别别 燕青一捕了脑袋 李哥 下不为例 知此一回 燕青心说话 你是个爹 我带着你 我不够操心的 李回嗨嗨嗨之笑 又吃又喝 哥俩早早的歇着了 哎 这天晚上平安无事 第二天天没等亮呢 燕青就起来了 燕青刚一下地 李逵也起来了 哎呦 还黑着呢 早点起来吧 咱就准备准备 两个人洗脸漱口 上茅房 把零碎都抖了干净了 刚回的屋 租房的老头来了 哎 也换了一套新衣服 燕青就问 老张 您起的停走 哎 今儿个能不走吗 我还得去看比武去呢 二位 你们不也得去吗 啊 去啊 好 咱们一块出门 我把门好锁上 哎 好嘞 吃完饭咱就走 燕青 李逵 饱餐 干饭 带着应用植物 这老头也吃了点早饭 仨人离开这房间 把门锁上 不能再一起走 老头还得会几个朋友 自己走了 燕青岭的李逵 拐弯抹角再次来到戴庙 好家伙 这一看着人呢 挤不进去 李逵 李逵一看就烦了 吞咬的 在家待着好不好 出来受这份羊醉 上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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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李逵 绑子一晃 谁能挤过他呀 从人缝之中 哥俩挤进去 一直到戴庙 大殿前 大殿前的壁板 十分宽敞 就在乐台上 就是比武台 年年如是啊 比武台上铺着平后的地毯 两个人打斗 戳戳有余 乐台的两旁 放着兵器架子 十八班长兵人 十八班短家伙 应有尽有 顿子失所 百列在两旁 强功也挂在殿下 还有百八十个小伙子 在这维持着秩序 老百姓围着这乐台 再看 连房顶 这副顶 全是人了 燕青一打亮 这人没有一万 也差不多 再多了 把戴庙就撑爆了 官府也来人了 在下边 西郎下 高达西棚 那周官黄的人 居中而坐 三班人一排列两旁 泰安神州 五鸦们的 派了不少军队 拿着大刀 长枪 也维持秩序 就这样 这人太多 也难维持 燕青和李逵 挤到台下 又往前挤了挤 好不容易 到了乐台边 燕青拽了李逵一把 那意思行了 就在这儿吧 头前还有几排人 三方这一站 又得眼 上台又方便 但是燕青 趴到李逵耳边说 李哥 听我的话啊 你可不想耍昏 你要不听我的话 把事弄砸了 我可不答应 兄弟 你放心 我听你的就得了呗 正在这时 就听着云牌响 行天柱 要登台 秦庆和李逵 在三月二十八这天 来到戴庙 进庙一看 人山人海 房上树上全是人 不有那么句话吗 人上一万 无边无厌 今天超过万人 都没有下脚的地方 他们好不容易挤到最前边 站住身心 往左右一看 光军队就有五七百人 维持秩序 贪压地面 恐怕的人多了闹事 人上一百 行行甩甩 要成千上万 您说得多复杂 官府不得不出面干预 那支州衙们 也派出不少当差的 几个人群之中 观察 监视 每一个人的行动 燕青和李逗在这等着 正好到了石会儿了 就听见云牌三声响 就那铁牌 这云子勾形 叫云牌 在台口那掛着 有人击打云牌 喬闹的场面顿时静下来了 没声了 这时就见一个中年人上了台了 此人头戴方巾 身配大红的锦袍 腰里即是丝带 蹬着青段的靴子 说官不像官 说民不像民 怀里还抱着个三角的小红旗 这种黄白镜子 方脸堂 三流短胡须 听精神 来到台口 向台下一抱拳 把旗子晃了晃 相信啊 大家静一静啊 有人认识我 有人不认识 今儿个 我先来个自我介绍 我就是三月二十八 擂台上的主才 我姓梦啊 你们管我叫梦主才也可以 叫老梦也行 今天是鼻舞打泪的日子 你看 清空万里呀 喝风息息 这是天神赐给咱们难得的好日子 大家来到山南的海北的 外省外县的都有的是啊 我们大家齐聚一堂 这是缘分 闲话少说啊 今天我们的内官 依然是任缘任务师 大家听说了吧 任缘任务师 人颂说号 秦天柱 他是山西太原府的人 两年前 蝉联两界 拔了头标 今天是第三界 他希望连着三次夺亏 那么光说夺亏 这不好使 得大家说了算 大家可以挑战 可以登台比武 可以登台灌交 实战决议 会斗晴天柱任缘 那么赢了他 你就取代了 你就是今年夺了亏了 大家上眼看看 后边有白花花的银子 一千两 这是官府筹错了的银子 也是一笔赏钱 谁夺了亏 这银子就归你 另外筹断不批金银器皿 多的是你乘车拉 可以说 人前显胜 奥里多尊 是名利双收 可也有一样 你要想登台比武 先变量变量自己的分量 你有没有把握 赢得了秦天柱 要赢不了 心里没底 奉劝阁下 您就收心 站脚住位 看个热门 别担这风险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是官准比武 支州大人就在下面坐着 官准立案 到台上风光是一方面 风险又是一方面 比方说 你叫泪官打的 腿断胳膊舌 甚至丢了性命 活该 没人负责 也不包赔 任何损失 那就算你倒霉呀 因此才奉劝大家 边边分量 没把握千万别登台 我是长话短说 简简单单说了几句 中外啊 下面就有好戏看 大家请上演 泪官任员 任吴师 登台 他用手一领 大伙往后看 连燕青和李逵扭回身体 也往后看 此刻就听见后面 铜锣开道的声音 知府衙门的铜锣都借给他了 八面大锣在前面开道 踩其飞扬啊 一行队伍 从后边往前边走 老百姓呼啦望左右一闪 当中是一条胡同 这些人顺着胡同 赶奔擂台 哎呦 燕青和李逵扭一看啊 后边还有一称二人台 俩人台的都是别无形大汉 这两个台轿子都穿红挂绿 胸前带着大红花 什么轿子 就是一把特大的太师衣 一边穿着根杆 那杆都用红绿绸子缠着 一个前一后抬着他 这玩意又叫爬山虎 又叫二人台 再往椅子上观瞧 那晴天柱任园 披花带红 端坐在椅上 马面春风啊 后边跟着三十名 他的弟子 穿什么衣服的都有 无一例外者 胸前都戴着红花 手里拎着绍棒和鞭子 在这保驾 前户后拥是威风凛凛 来到擂台下 二人台刚放下 就见着任缘 一片腿 从椅子上飘下来 还这大事 他这一露面不要紧 场内场外 台前台后 像红雷一样 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干什么 欢迎啊 晴天柱任园 高兴 冲着四面八方 抱了个螺圈衣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我谢谢 谢谢 而后一转身 上了台子 本来他个儿就大 居高临下 显鼻子显眼 不管站在哪个角落 看得清清楚楚 这李逵呢 头一次见着任缘 李逵一看 外部的人家都夸他 这家的个儿 真够瞧的 我们水不良山的九尾龟 陶宗旺 显得神玉宝寺 也没有他个儿大 吓唬 够个托 李逵也暗自撑气 咱们再介绍介绍 这个任缘 没登台之前呢 他在住处把门关上 俩徒弟服侍他 做了充分的准备 那位说准备什么呢 他恐怕有人伤害他 他也想支对方 与死地 平时叫人呢 给他打造了一套东西 他把裤子脱了 里面是裤头 穿上铁裤衩 那要是铁裤衩穿上 还能动很吗 没事 都是铁叶子 一层压着一层的 所以他套上 护柱小肚子和装里头 另外护膝包的铁叶子 护腿包的铁叶子 他上身 还穿着个铁砍尖 肩头前胸后背 都用铁叶子打成的 里面有棉背心 再套上它 一般没力气的 根本你打不动它 外边再穿上 平常的一身一杖 你也看不出来 他视线有准备 另外这小子挺毒辣呀 换了一双特质的靴子 为什么说特质的 从外表你不仔细看不出来 闹了半点底下 是铁底 铁底的前头 还带个压嘴的尖 四漏四不漏 抹的要是锋芒利刃 这要披上你一脚 那你还好得了吗 就说这小子毒辣 把这靴子他也换上了 另外带上护腕 这护腕是香牛皮的 上的包着铜冰 护腕上都有刺 刺都朝着外 这还不说 在腰里 他还带了两把手撑子 您见过手撑子吗 那玩意儿 能套到手指子上 能套到手脖子上 扣到掌心 三人这尖朝外 那尖虽然不长 这样怼在你身上 你受不了啊 那玩意儿是钢打的 他把手撑子 也揣到怀里头了 戴上帽子 黑身衣裳 你从外表看 看不出破绽了 所以这小子都准备好了 这才登台 老百姓不明旧理 这一欢迎他 他真有点找不着北了 咧着大嘴 报完了全 就听这主裁说话了 主裁按现在的词来说 就是总裁判 这台上比武的事 归他负责 他为什么拿个小旗啊 负责指挥 这主裁就说了 武师 您得讲两句吧 好好 我说几句 我说几句 各位父劳乡亲们 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老师们 学生认员 这香有礼了 问候诸位了 今天是三月二十八 今天要比武脚亮 一武会友 我姓任啊 我叫任元 我祖居山西太原府东城的人 自由爱起拳脚和枪霸 受我老师的栽培和朋友们所赐 我学了点功夫 侥幸 在前年和去年 我两届多亏 大概山东的朋友都见过我 我觉得挺高兴 今年是第三年 我想来个三连贯 今年我还想多亏 完事儿之后怎么办呢 我不干了 我虽然没老 我要回家 我想我家里的亲人 到了我家里之后啊 我社馆教徒 从此之后再不参加擂台比武 今天是最后一次了 如果说哪位朋友不服 尽管登台跟我比试 方才主才说得非常清楚啊 你要想登台 你要想领奖品是好事 但你首先颠颠颠颠颠颠颠 你有没有那两下子是不是 是毛家的对手 你要觉得心里没笔 千万别登台 别踩迷了心窍 把小命给打上 我说的可都是大实话呀 闲言少叙 我是内官 我在这后着挑战 说完之后 他把嘴擦了擦了 接下来还有一套仪式呢 干嘛呀 先用金盆净手 而后用神水漱口 哪来的神水 就井里提上来的 都是代妙的井里提的 这叫圣水 漱完口之后开始净香 给东方帝君烧完了香 磕完了头 这才二次登台 各位 现在开始了啊 我主才啊 可以开始吗 可以 主才把小旗连晃了三晃 刷刷刷 现在鼻舞杂泪开始 哪位武师登台啊 谁登台啊 那燕青和李逵 早就等不及了 李逵急得直播了脑袋 他娘的真啰嗦呀 续续叨叨 没完没了 什么事这都是 好不容易盼着 开始比武了 他一捅燕青 燕青早就做好准备了 告诉李逵 各位哥哥 安心等着我 别着急 我登台 兄弟 这小的个头可不小 多加谨慎 我明白 燕青来的台口 这脚尖点地 蹭 穿上擂台 其实这类台不是搭的 就是庙里那乐台 那地下都铺着红地毯 燕青落的台上是生息皆无啊 冲着任元一抱拳 那官 我挑战 来 咱俩比划比划吧 任元打眼这么一开 又 又是昨天那小子啊 他砸了扁 把队链踹碎了 就差 还打伤了我的弟子 哎呦 我人气吞声 我放了他一忙 我认为这小子要知趣的 就得扬长而去 没想到这小子真不怕死啊 今儿头一个 他就冰上来了啊 好小子 你别叫我抓住你 抓住你之后 我啪这下 把你摔死 任元是暗自咬牙 正在这时 那主裁过来了 哎 慢 壮士 这比武打类有个规矩 先要报通姓名 先挂个号 而后按照规矩 才能鄙视 你姓什么呢 我姓张 叫什么名 我家就我一个 故此我叫张一 做何职业 货郎 卖货的 卖个针头 现脑 维持生活 张一 张货郎 哪的人 山东来州府的人 我张一啊 咱得把话讲明白啊 这个比武是有规矩的 官准立案 我说那些话 你听清楚没有 领奖不领奖搁在一边 倘若有失 换句话说 你被内官给打伤了 腿断胳膊舌 乃至把命打上 无人包裴 你可是自找的 这个厉害的关系 你编量编量 编量好了 才能鄙视 我主裁啊 我又不瞎 我又不容 我听得清清楚楚 不就这么点事吗 我既然登台了 我不怕死 怕死我不登台 好 有骨气 但是还有一样 你得立个字句 啥字句 你看 孔口无凭 立字为证 你得写两笔字 哪怕你不会写字 别人代写 你得摁个手印 到官府备案 这样望后就没有啰嗦了 哎呀 太麻烦了 行行行行 你代笔写吧 我 我这 摁手哑 这有人给代笔 写完之后 给燕青一念 还是那套词 燕青把手印摁上了 行了 这还没完 我请示 我请示 请示官府 问问周官大人 还有何 遇旨 你看 这事多多 就在燕青 刚一登台 那个周官大人 在厦门月台上 看得清醒的 有人就跟他说 大人 这小子就是昨天大闹 戴妙的那小子 我们怀疑他是梁山的人 这小子可厉害了 打伤了教师手下 多是恶徒的呢 哦 就是此人 正在这个戒口眼上 那主才说了 要请示 请示大人 有何遇旨 周官吩咐一声 来啊 叫张一 到我这里来 张一 大人有话 叫你过来面见大人 眼睛一补了脑袋 吞娘的 真啰嗦 没办法从台上下来了 穿人群过去 直接来见周官 大人在上 小人靠拜大人 就得委屈着 给他磕头 这是规矩啊 周官刺听声 然后打亮艳青 离着近了 这回看得非常清楚 哎呀 周官一看 这小伙长得真漂亮 你看那脸蛋 那个细复劲 黑针针两道贱眉 一对大豹子眼 皂白分明 通关鼻梁 方海阔口 牙牌碎玉 真够得上 是个美男子 但是眼角眉梢 身前背后 有百步的威风 你看艳青 这个好看 跟一般的 不男不女的 狗男女 他不一样 有些男人 长得嬉皮愣肉里 男身女态 叫人瞅着烦得好 艳青则不然 望着一站 上补天 下补地 是平平育力 嗯 周官看法多时 点了点头 你叫张一 正是 你是霍浪出身 我是做小妹妹的 张一啊 本官看你年纪轻轻 孤人心 叫你登台比武 为什么 本官替你担心呢 你看见没有 那秦天柱任无师 太凶猛了 相比之下 你是身小而力薄 年轻人 别头脑发热呀 一旦登台 有个闪失 慢说你家里人 痛心就是本官 我也觉得可惜呀 我看这样吧 可能你登台比武 是图钱 因为你做小奶妹的 一年能挣个 几掉铜钱呢 是不是呢 既然如此 这样吧 甭官赏你 赏掉铜钱 你愿意谋个差事 就留在我衙门之中 我给你找个差事干 何乐而不为呀 年轻人 你可怨也否 燕青不听此可文凭此言 冷笑一声 大人多谢你的好意 我是非要登台 泰安神州的支州 黄的人 找燕青谈话 一看燕青长得太美 有点惋惜 言语之间要收买燕青 说给他找个差事 另外还赏他几掉钱 其实这支州啊 两重意思 一呀他真喜欢燕青 觉得无论如何 他不是任元的对手 死了受伤怪可惜了的 另外一种意思呢 他是袒护着任元 万一这漂亮小伙 真有两下子 把任元给伤着呢 任元是我的好朋友 每年得的奖赏 我们俩儿一天做午 你要把他废了 我什么得不着了 他有这个意思 但那燕青听完之后 冷笑了一声 大人 多谢大老爷圣青 但是有一样 别看我穷 我也不突袭这俩钱 您说您赏给我钱 我无功受禄 寝食不安 对不对 君子取财得有道 我不能随便拿人家的钱呢 这是一 另外 我灯台 比我不突袭旁的 我就想教训教训 这秦天柱 他有点太狂了 我替我们山东人出口气 能赢得他了 最好 赢不了 我愿意倒霉呀 我跟那主才说得很好 我都欠字画压了 我宁愿我这小命大声 我死而无怨 请大人见谅 这个 黄大人一听 这小伙子挺肯 好吧 既然中言逆耳 由你去吧 谢大人 小人告退 燕青心里说话了 收起你那份好心来 你知道大爷我是谁 你知我来什么墓地 来这一套 燕青坐在心里有数 离开官走进人群 呵 老百姓看着 这小伙子 真漂亮 就他登台跟任缘比武 看看啊 究竟他这两下的如何 真是万人瞩目 燕青穿过人群 二次登台 那主才看他回来了 我说张一啊 真想比武不成 嘿 这有闹着玩的啊 当然是真的 好 既然真的 你把双手抬起来 本主才 我要查看查看 我说这什么规矩 你查看什么 嗯 还用我说吗 我要查看一下 你身上是否有暗器 嘿 哎呀 真啰嗦呀 我能带暗器来吗 好吧 你随便查吧 燕青把俩手一抬 再看这主才 从发柄 一直搜到脚底下 摸这摸那 把燕青摸得 浑身都发痒 燕青说这样行不 我把衣服脱了 让你看个清楚 燕青啪啪啪 把扣截开 把衣服删了 下边就是 敦当滚裤 燕青把腰带都截开了 我这裤子 你看看 中外啊 我可有点不文明啊 这鼻子我没有办法 他要检查 你看我这裤裆里的 藏着啥呢 说着把裤子吞下来了 里边有裤头 这主才一看 什么也没有 快 把裤子穿上穿上 哎 好了吧 这回你放心了吧 燕青把裤子提起来 脸上腰 带着 嘣嘣嘣 连紧着几扣 然后一叶 上身就光着膀子 这身肉 真招而喜欢 粉奶奶的肉 颤颤连连 另外燕青 前后心两臂 都刺的花纹 都刺的大朵牡丹花 好像这复朝人呢 有一种时尚 专讲叫 纹身 你看九纹龙使劲 为什么叫九纹龙啊 前心后背两臂 绣了九条龙 绣的是栩栩入生 有许多人呢 都爱纹身 所以燕青的身 闻得非常好 比一些人暗自撑气 检查完了 主菜扁了扁头 可以了 没带什么危险礼物 我说比武可以开始了 燕青一瓶 妈 等 你什么事 我主菜你不攻 我哪点不攻 你就不攻啊 叫大伙 评论评论啊 你光检查我了 怎么那人员你不检查呀 你瞅他穿去 里八层外八层 我怀疑他身上带着力气呢 那你怕我伤着他 我还怕他伤着我呢 也应该脱戏一副检查 乡亲们 大家说对不对呀 比一些人一瓶 真那么回事 哇 对 三成 也应该检查 让我们大伙 做个公正人 对 得检查 这主菜一瓶 我也是 没办法了 哈哈哈哈 任武师 对不起 应大家的要求 您呢 也得把衣服脱了 我们得检查检查 这个 任元新说 自称叫张一这小子 真刁蛮啊 没办法 把衣服脱了 老百姓在底下一看 哎 那身上穿着帽 国王的衣服 是什么衣服啊 怎么穿这玩意儿 铁背心 得扒了 铁砍尖 得脱了 哎 一切一切全扒掉 另外把裤子吞下来 还有铁裤衩 当众出丑 幸亏这铁裤衩里头 还有内裤 不解就赤身裸体了 全扒掉了 什么铁护腿 铁护胸 全去掉了 把鞋也脱下来了 燕心也不例外啊 哎呀 这主才 看他这鞋底是铁底 头衩带尖 后头带高 这不行啊 也让他脱下来 另换一双鞋 这回可好 任缘也赤身裸体 下边是兜当滚裤 蹬着一双普通的靴子 这任缘这气就活活的 心说我白准备了 另外 当众出丑 就听笔心有人议论 有人骂 呸 什么东西 怪不得前年去年 他获胜了 哪有了半天 他里边带着零孙呢 这都什么样 还穿铁背心 哼 空有其名 无有其实 就这样把人家赢了 也不光彩 真不要脸 真没出息 真是小人之辈 舌头板子压死人啊 老百姓是议论纷纷 弄得这个任缘 脸红脖子粗啊 把这些零碎 包包包包 拎到台下去了 交给他一个徒弟保管 这回主菜再说话 张一啊 这回你满意了吧 满意了 我看得清清楚楚 我就知道 他得带零碎 这回行了 行了 二位 开始准备吧 任缘 你拨了脑袋 没什么准备的 就等你发话了 等我发话 二位 各就各位 说个各就各位 再看任缘 站在东边 燕青在西边 这任缘 二臂七尤 咕咕 嘿 拉了个跨胡 登山式 尽可以攻 退可以守 伍着脸 瞪着脸 盯着燕青 燕青就往西边这一蹲 抱着俩颗膝盖 撕着牙 瞅着任缘发笑 吊耳浪当 毫不介意 再看这主裁 站到他们两个的中间 把小旗一展 开始 这下 敞得上去 静下来 大家的眼睛 瞪着 李维文啊 往台上看着 那李辉呢 也不例外啊 李辉的心 都提着嗓子咬 担心燕青的 安慰呀 李辉心说话 小兄弟 咱足劲啊 可千万别慌 打仗就怕心慌啊 老天保佑啊 冬月大帝保佑啊 保佑我兄弟 平安无事 你看李辉这人的心肠 特热 但说 晴天助任缘 任缘晃动双臂 左摇右晃 往前摸索着前进 心说 这小子怎么不动了呢 撕着牙 瞅着我笑 这什么意思 这不逗气吗 他走得太心了 燕青也没动 没办法 晴天助又往前走了几步 燕青还没动 但是没动归没动 燕青的眼睛 冰着他下半截 肚气而望下 他盯着 任缘一看 哦 明白了 他奔我下三路 小子 你错打了算盘了 我一条腿要扎了根 终有千斤 你能动得了我吗 哎 给他来个虚晃一招 引他进攻 然后就把他给逮住 轮板的 把他给摔死 任缘就下了狠叉子了 离得燕青不远了 把左腿抬起来 在燕青的面门倒了一下 就往他的眼神 燕青是干什么的 从小就学武 别看岁数不大 经验丰富 他盯着他下半截 这是虚晃一招 其实燕青早就打好主意 奔得上三路 你看这任缘还真就没猜透 他拿左腿一晃的功夫 再看燕青 随身形撑 从任缘的左嘎子窝窜过去了 任缘的腿一晃 人儿没了 任缘急转身 一看燕青在的后腿 他把双臂抬起来 张开蒲扇大的大手 来抓燕青的尖头 就他那大手 要揪住的话 燕青就跑不了 这一招叫胡扑子 就像老虎扑人的意思一样 吾就到了 这燕青一不光二不忙 往下一搓身 从他又嘎去 我刺灵 又抓过去了 他一下子扑风了 屁股撅起牢膏了 哎 又没扑着 这小子可急了 第三次转身 奔燕青就是一脚 哪知道浪子燕青 单天脾气往空中一纵 忍物 扶了晴天柱 身上跃过去 这身子够多轻 台下的老百姓 你看鼓掌喝彩 好功夫 好轻功夫 哎呦 这任员呢 左扑没扑着 右扑 落空了 三扑四扑 没有那么一会儿的功夫 这家就冒了汗了 他有点 稳不住心神了 方寸一乱 气得心直跳 心说张一啊张一啊 你跟我捉什么迷藏啊 你比猴子还快 好小子 你真气死我也 哎哎哎哎 他连着又扑了几下 还没扑着 燕青一看差不多了 小贼 我就叫你心烦心乱 你方寸一乱 抹好进攻 现在到了时候了 再看燕青 往上一掌身 探双臂 奔他的无关 哎 这也是假招 任员一看来势甚猛 赶紧使了个金龙双胶剑 狮子插花两臂一搭 护住面门 哎 这一招叫老军关门 他一户面门上当了 燕青一看他俩手抬起来了 中盘下盘都空了 再看燕青 往下一撮身 哎 这招可够厉害的 左手穿他的当里头 抱住他的屁股大 右手一推他的鹰面骨 抱住他一条腿 挖上一周 就劲使劲 这人两条腿是根 把两条腿要给搬起来 这人就悬到空了 有多大的劲 也使不出来了 那燕青身子都快 抱住他腿之后 往怀中一抱 一使劲 一掌身 血不得 你给我起来吧 你就 整个把这晴天柱 给举在空中 燕青低流 一转身 就劲使劲 哎 一发手 你给我抽去吧 这下青天柱 任员这乐色大的 在空中像风车一样 一转个 就问台下射出去了 老百姓一看 快上去 别发着 别发着 往两旁一闪 把专地露出来了 任员头朝下脚朝上 啪一声贴饼子 正好贴饼子 那任员本来 铺就中 这下摔得 湿湿湖湖 就听见任员 来了这么一声 顿时就翻了白眼 虽然没摔死 也剩了 不点一口气 台上台下一阵大乱 紧跟着 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好啊 打得好啊 这小伙子功夫真大 这回你多亏了 这回让个这小伙子多亏了 这下可捅了 马蜂窝流 台下前排 站的都是任员的徒弟 三十个 还有台轿子的标性大汉 手里拎着马蚌 拎着鞭子 拎着哨巴 一看老师 被人家扔到台下去了 这还了得 这三十人一窝蜂一样 就上了台了 打死他 打死他 吹了他 吹了他 过来把燕青就包围了 燕青能力再大 持手空拳呢 还关着个膀子 燕青一看这怎么办 就得抢他们手里的家伙事突围 就在这时候 黑旋风李逵在台下看得清楚 李逵一看 小子们你们起哄啊 爷爷大 我聊 你看这个场合 李逵可定愣 一个名师子 飞身迎跳到台上 那位说怎么不晾斧子 没敢拿 因为这检查地盐 那斧子和燕青的刀 都在那住处放着 但也不能持手空拳呢 李逵你说他傻 有时候还凭肩 他一看 后边是供桌 武功 咱那摆着 一对明晃晃 风魔铜的大辣签 那静神用的 那辣签上插着红辣 抵着四方的大底座 这家伙能有二尺多长 那分量也够沉的 再看李逵过去 把腊拔掉 李一手抄几个铜腊签的 这兵人多特殊 小子们来吧 我李逵大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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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哎哟 平 哎哟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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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十多个人 让李逵大点 伤就伤 死就死 燕青一下腰 夺了一条哨棍 哥哥 走 知道捅了娄子了 是非之地不能久待 咱们且说 那位主才 那主才一看 今儿这事大发 李逵那一报名 黑玄丰 李逵 这主才一听 啊 梁山的黑玄丰 我的妈呀 背不住 梁山的人都来了 这位吓得一口气 没上来 俩眼一翻 当时是昏死在抬口 那位支州黄的人 一看乱套了 一听黑玄丰 李逵来了 下边三魂 齐魄都飞了 赶忙叫人掺着 从后门他跑了 临跑告诉守备 快快 把梁山的贼口抓住 不能叫他们跑了 那守备没办法 点兵带队 就得过来围攻 当大官的跑 这下个乱了跑了 这老百姓算倒了血没了 一倒一片 一倒一片 人挪人 人压人 有的人就蹬着人过去 您说得死伤多是人 要不说 这看热闹也得分场合 往往心情挺好 一家人来看热闹来玩来了 遇上这种事情 这一乱 把命就得搭上了 特别是上了年纪的 急死的急死 才死的才死 哭爹叫娘 那官军想过来抓 李逵和燕青 谈何容易 人太多了 他们得挤过人群 才能过来 就在这时 燕青和李逵 蹬着人上了矮墙 蹬着矮墙 又上了冬月庙的大殿了 这高啊 哥两个上了 官兵就追上来了 啊 咱房顶上 别让他们跑了 勾不着 勾不着往上爬 现找梯子上面大殿 你想那大殿好几丈高啊 哪那么容易就找这梯子 好不容易把几个梯子 接在一块树的这 刚爬上来 李逵蹲着房檐这 哟哟来了 呵呵 我燕青兄弟 你露了大脸了 你在旁边坐下歇会儿 交给我了 你看个热闹 李逵接下几片大瓦 摞在自己的身边 上了一个 他举起一块瓦来 下去吧 孙子 啪哟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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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一个 刚一冒头 又一块瓦 这里会就接瓦打冠军 冠军摔死的摔死 脑僵崩裂的脑僵崩裂 上不来啊 守备急得要命 快取弓箭 拿箭射它们 哎 时间不大把弓箭手给掉来了 这玩意可厉害 三十名弓箭手 一字拍开 把箭搭上 是啊 瞄准了 啪 针 针 针 啪 啪 眼睛一看有点害怕了 我李哥 这箭咱挡不住 赶紧从后坡逃走 是嘞 哥俩一转身奔后坡 顺着后坡出了下去了 那个燕青会轻功 那么老高下来 往下一顿身 没什么事 李逵不会轻功 练的是硬功 从上那一跳起来 把地都砸个坑 糊涂 哎呀 哎呀 兄弟 我腿歪歇了 没事没事 哥哥起来 真没事 没事 随我来你我弟兄 往外闯 燕青和李逵 大闹神舟泪 真是闹得是麻洋人烦 跟炸雷一样 一个雷偏下响 家与户晓 是孵如皆知 咱们说了 燕青和李逵两个人 往大庙外头闯 无奈冠军是越来越多呀 两个人能力再大 双拳难敌四手啊 往东闯闯不出去 往西闯闯不出去 最后李逵说 兄弟 哥哥我豁出去了 我在后的断后 你快逃回梁山 找哥哥们去送信去吧 燕青说 李哥 你我同生死 共患难啊 我能扔下你一个人 我走吗 要活活在一处 要死死在一块 废话少说 在一同往外杀 两个人杀得跟雪葫芦相似 也闯不出去 正在这时 就听见泰安州四面八方 炮响如雷啊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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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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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啊 紧跟着 戴苗四周城里城外就乱作一团了 可了不得了 梁山发来大队人马 水不梁山的人进了成了可了不得了 那官军不打了 往下倒退 都撤下去了 哎呦李逵和燕青这才喘过这口气来 他们两个人也凭得真而切真 李逵问燕青 兄长你听见没听见 咱的人来呢 燕青别念头 我也是这么听的 那咱俩别走 赶奔城那是接应咱的弟兄 走走 两个人没走 反倒进了泰安神州了 书中代言怎么回事 宋江派燕青前来打泪 李逵不思而别找不着了 宋江放心不下 跟吴用和卢俊义一商量 得派人接应 卢俊义是自告费用 因为他原来说过这话 燕青是他的人 燕青去他能放心吗 因此 卢俊义一商量 我领机少弟兄赶奔泰安神州 宋江贬头 给了卢俊义 两千军兵 全带着能打的上将 双边大将胡雁硕硕 小李广花容 拼了火 秦明 未定我善拼归 又带着豹子头临冲 急先锋锁超 再能打的花额正如智身 行者武松 乳郎 谢真 谢宝 九伟归 陶宗旺 显得神 玉宝寺 等等众人 这都是杀人的祖宗啊 麻木三军早就开始往泰安州运动 另外 卢俊义一之令下 派了五百人化光成老百姓 潜入泰安神州 你看光看打泪的 那里边有不少梁山的义军 都身藏着利刃 当时一打乱套了 这些人集合起来 这才袭击泰安神州 您想想 这泰安神州没有有名的上将 充其量就是个守备 臣子老爷 一听说梁山的义军来了 他比谁跑的都快 是弃成耳头 支州大人一听守备跑了 我也颠儿吧 抱着大印带着家眷 他也跑了 官军 群龙无首 谁还比抗 是四散奔逃 那么大的泰安神州 等于是一座空城 所以 卢俊义没费劲 就占领了这座城池 出帮安民啊 又派专人去接应 燕青和李奎 都没等接应的联到了 啥得跟血儿相似 把众人吓了一跳 等李奎他们见着卢俊义 彼此哈哈大笑 卢俊义就说 二位可把我担心死了 李奎晃了大黑脑袋 担啥心 我兄弟燕青这回露了大脸了 把那个他妈的叫什么 晴天柱任员 给摔死了 其实任员呢 摔那只还没死 嗓子眼还有一点气 结果那会场一乱套 老百姓四散奔逃 踩着他过 把这位活生生给踩死的 李奎这么一说 大家自然是高兴 哎呀 卢俊义点点头 这就好 这就好啊 占领了泰安神州 派人打扫战场 拼后宋江的将领 没过几天 宋江令下 让卢俊义 引得胜人马 返回水波梁山 放弃泰安州 这就是梁山的战略战术 这城市啊 现在不能干 这是雷队 你要一站这 倒霉了 八方受敌 哪如退到梁山呢 形成一个拳头 一手而难攻 卢俊义领定之后 打开库府 仓库 那泰安州 富裕啊 金银财宝 铃罗绸缎 布匹 粮食 罗马 牛羊 能带走的 全带走啊 光这东西 拉了两千多车 落意不绝 是远远送回梁山 等到了梁山 众人纷纷祝贺 全把燕青给围起来了 小兄弟 小兄弟 你可替咱们梁山露了大脸了 我们早就听说了 连宋江拉着燕青的手 也称赞不绝 但是一点名都回来了 唯独不见黑旋风 李逵 嗯 宋江就一愣啊 李逵哪里去了 卢俊义说跟着我们呢 从泰安州出发前 我还凭他连说在笑的 怎么人没了 哎呀 这宋江实在放心不下呀 你看要把燕青拉起 这晚上好办 把旁人拉起也好办 唯独这李逵叫人操心 怎么办呢 燕青自告奋勇 要回去寻找李逵 宋江一白手 你太累了 你需要休息 这样子 让鲁智山无凶 散回去 燕鹿之上寻找黑旋风 二将领命下了水波亮山 散回头说李逵哪去了 一开始随着大队 走了不远 而李逵觉得下身沉重 要拉屎 这李逵吃的多也拉的多 李逵心说大队人马先走吧 他也没跟大家打招呼 脱离队伍到了道边了 哎呦他拉的这个慢呢 一蹲 就很长很长时间 等大队走的没有了 他也完事了 李逵把裤子系好 来拎着大斧子出来 一找队伍没了 嘿 他喵就丧气 你们走你们的 俺自己走更随意 他拎着斧子自己溜达 你倒看看道 李逵最大的特点 不认识道 你看上梁山出梁山 多少次了 你叫他单独走 他找不着 这里会越找梁山越远 越找越没影 我说把道走错了 这跑到哪儿来了 这 再往前走 前边闪出一座县城 书中代言 这座县叫寿章县 离梁山最近不过了 小城不大呀 因为这也没什么事 城门大开 老百姓随便出入 李逵拎着斧子 大摇大摆 进了寿章县城 到这儿他高兴 这好没人拦着 我自己他娘的也随便 我弄个肥吃肥喝 这回啊 闹闹个大事 这一县之中 最大的衙门 就是县衙门 我上那儿溜达溜达 你车这憋 打平来打平去 来到寿章县的县衙 卖大步 他上了大堂了 嗷嗷一嗓的 黑旋风 李逵 大瓦流 把斧子一碰 谁不害怕呀 整个县衙就乱了套了 这县官啊 刚退了堂 三班人一师爷什么的 还没来得及回家呢 李逵就赶到了 腾儿老这一嗓子 大伙一听是这黑爹 没有不害怕的 就像老百姓传言那样 谁家孩子不听话 当老人就怎么劝也劝不了 就用这句话吓唬他 别闹啊 一会儿李逵来的 黑旋风来了 当时的孩子就不敢闹了 要不管有什么事 发誓也这么说的 我要欺骗你 我碰上黑旋风李逵 你看咋样 都拿李逵发誓 这离这水不凉山 最近不过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这李逵去上县衙大堂 谁不害怕 这李逵一看 正中央是住案 有千筒子文房四宝 李逵拎着斧子上了高台 就坐上公位 哈哈哈哈 啊 这是当官的坐的地方 俺李逵也当一把支线 哈哈 他一看有块木头 书中代言这块木头叫金塘木 当官的八把桌子一拍 都说什么回事 这木头就起这个作用 故此叫金塘木 皇上的龙树岸上也有一块 那叫龙胆 皇上往往一生气 啪 把龙胆一拍 那意思 发怒了 说书的桌上也有块木头 叫醒木 各有不同的用途 单说李逵 把金塘木焯起来 对着这桌子面 啪啪啪 来人 他娘的快来人呐 不然的话 我火烧此线 把大汤给你们拆了 杀你们个鸡犬不留 能说斗下跑吗 三班人一师爷等人 下的斗坐一团呐 你看这别谁惹得起 有位师爷给出的主意 各位啊 想必李逵没有别的意思 他就想见见咱的人 我找俩能说的 快过去见见他吧 把他答对走了就没事了 后来啊 推举出两个胆大的 这俩人正是马快搬头 这俩人咧的嘴没办法呀 战战兢兢来到堂上 好汉爷爷饶命 好汉爷爷饶命 给好汉爷爷磕头了 别他妈咧嘴 呼桑这个脸怎么回事 给我乐 爷爷我们害怕乐不出来了 乐不出来也给我乐 不行我把你们切开晾着 说着把大斧子一晃 这俩人没辙呀 只好乐 这也乐比哭都难看 李逵挺高兴 这就对了 我问你们 你们那个支县跑到哪去了 我们支县大老爷 刚才还升堂问岸来的 后来处理完了到后堂休息 听说民了这一来呀 把他吓得从后门跑了 真怕娘胆小 我不信他跑得这么快 的确是跑了 不幸您去看看 逃钱带路 李逵压着这俩人 到了支县的内宅 一看呢空屋一人 里边是住处 箱子贵 没什么可看的 可到外建屋 李逵一瞅呀 这什么 一瞅帽盒在这摆着 那个支县的袍服 袋子都在这挂着 因为什么呢 退堂之后就得脱了 穿那边多变腻 升堂 接上差 有功再把它穿戴上 那换上便衣 它穿着不随便吗 所以这官服啊 挂就挂放就放 李逵一瞅高兴了 哎呀 使他一世 他把乌纱帽拿起来 扣到自己脑袋上 多少小点还行 往下摁了 一边一个纱帽 刺儿之颤有 有意思 有意思 哈哈哈哈 来来来来 把这蓝袍给我穿上 当支县的穿蓝袍 李逵穿上 那古人穿的袍子又肥又大 就是瘦一点 胖一点都可能穿 李逵把袍子穿上 大尔记上 一看有玉带 还有围上 来了 把鞋也给我换了 这俩人过来 把李逵脚上蹬地靴子 好不容易给扒起来 啼鼻子一闻 啪 李逵这脚臭得没对 你想多数日子 也不洗脚了 这俩人咧着嘴 把支县大老爷的超靴拿过来 好不容易给他蹬上 李逵试了试大小还正合适 就底儿厚点穿着笨 行了就是他了 来来来 跟我到前头 李逵走在院里 还试验室也卖着方布 嗯 穿上这套衣服 感觉是不太一样 怪不得都愿意当官 今儿子 我过一把官引 他二次来在大堂上 居中而坐 怎么就你们俩 去去去 把你们手下的人都给我递出来 哪个不出来 我要他的命 是是是是 这俩当头的没办法 来到配方 各位啊 别藏着了 看那意思 这李逵啊 没别的意思 就想拿咱们开开心 过一把锅儿眼 让他高高兴兴的 把他打发走就得了 各位别藏着了 走走走走 跟着起起哄吧 众人一看 这俩头都没事 也就胆壮了 都跟着陆陆续续 来到大堂上 排班站立 李逵一看 有二十多人 这还像样 哎 我问你们 你们官升堂 都什么规矩 那 没什么规矩 比方说有了案子了 大老爷升堂 我们呐喊堂杯 排班站立 大老爷把原告被告 带上来 各素其形 看看谁有理 谁没理 然后再断案 就是这么个程序 最重的马上收尖压起来 最轻的当堂就释放了 那咱也试验一把 来来来 怎么没有还冤的 去去去 勒鼓 你去 你去 使劲给我敲鼓 鸡骨鸣鸳鸢吗 这俩人没办法到了棠口下 拿起鼓唇来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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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了好几回 再看也没打官司告状了 李逵不愿意了 他娘的来的 怎么冷了场了 没人打官司告状 回爷爷的话 你老人家望着一坐 谁还敢打官司 都吓跑了 哎别跑啊 去去上街吆喝去 让老百姓只管来平堂 我不伤人我也不打人 来的是越多越好 去去去去 他一声令下谁也不敢反抗 真就着急来几百个胆大的 老年人居多 堂口下全是人了 李逵一看还行 没人什么也玩不转 这像个大堂的样子了 我往当中一坐 两旁站着人 下边有违国的老百姓 跟我看过的差不多 没有打官司告状 你怎么办 你们这二十多人当中 都是当差的 找个原告 找个被告 不管什么理由 让我断一断 听没有 哎 大伙捏着鼻子 心说 这位真能拿人开涮 哎呀 没办法呀 他现在就是太上皇 想怎么的 就是怎么的呗 跟底下人一商量 底下人说 你们能者多劳啊 二位头 你们就接待到底吧 你们俩一个装原告 一个装被告 哎呀 这俩人一听 那我们俩说点啥理由 瞎编呗 你看那怎么办 俩人像演戏 背台词差不多 互相这么一交流 编了一套词 行了 来到堂口下 扯脖子就喊 大老爷 冤枉啊 冤啊 李逵一听乐 把金堂木啪一拍 上得堂来 老爷我问话 是 这俩当头的互相撕扯着 来到堂上双双跪倒 小人参见支县大人 李逵装模作样的 往前一探身 把手都松开都松开 本官问你们 任何撕打斗殴 这个当头的甲说话 老爷 他欠我钱 欠了二年了 不给 今天小人向他讨债 他不但不给 还出于伤人 我实在压不住火了 因此我把他给打了 哦 你说说怎么回事 嗯 你是原告 哎呀 大老爷没那么八宗事 我根本就没欠过他钱 他纯属是哪吒我 我能给他钱吗 因此我们俩就骂起祖宗来了 他还把我给揍了 故此我把他给告了 这一说你是原告 那我挨了打了 我当然是原告 求大老爷明断 嗯 李逵想了想 这断案这玩意儿还真挺麻烦 这样吧 你是打人的啊 被告 哦哦 我打他 他不给我钱 我不打他吗 行 好样的 打人的人 我都赞成 男人嘛 就一点阳刚之气 行了 没你的事 你下堂去吧 这钱老爷给你要 哎 多谢大人 这甲 没事下心 李逵把桌地拍 指昏这个乙 我说你 知罪吗 老爷 我知什么罪啊 他污蔑我 算了算了 你瞅你那个窝囊 碎样 你是不是叫人给揍了 啊是 该 我就烦这大老爷们叫人去揍 连点阳刚之气都没有啊 打了白打 活该 啊 拈下堂去 来啊 在县衙外 游街示众 看你望后还窝囊不 大伙一听断的什么玩意儿 就得听他的 把新家拿来 把这仪给夹上 李逵拎着大斧子穿着官服 不放心 压着他到县衙的外头 来 来回给我溜圈 自个儿敲锣 自己说 没有阳刚之气 哎哎 漂亮 漂亮 哎呀 李逵看吧 之后是彭扶 大笑 李逵 在寿张县 装了一把支线 又生藏问案 又要三祸四 哎 这李逵讲得高兴 最后憋出心仓 把那假扮的原告被告 审问了一顿 然后叫他们游街 在县衙门前望东走的西 望西走的东 来回直溜 招惹的数百人在这围观 哈哈大笑 李逵乐得直晃 大黑脑袋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 花河上鲁智身 情者无松 五二郎 风是风 火是火 找到这儿来的 一看 是李逵 鲁智身就过来了 一把把李逵给耗住 我小子 黑鬼 把大哥都急坏了 你跑到这儿 顽皮什么 赶紧回山 五松也说 是啊 你挺大个人 怎么孩子脾气 弟兄们都等着你回山呢 我忘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不玩咯 不耍咯 这李逵提着大斧子 穿着支线这套衣服 跟着两个人起身回梁山 一进梁山 三道朴子城 金沙江七沙二道岔岗 算是见着李逵的 乌不大笑啊 你说这活宝 在哪整这么套服装来 李逵高高兴兴 进了中一堂 把大斧子放下 一看宋江在中间坐着 面沉似水 李逵有点触头 紧行两步 那意思想跟哥哥 陪个礼 解释解释 没想到这袍幅太长 没留神 脚正蹬到前筋上 这一蹬没站住 胡同摔个跟头 刺啦 把那袍子还撕开了 这一个跟头 把沙帽也摔掉了 两旁那头领受 哄堂大笑 宋江也忍不住 把嘴捂上了 这心说话这个活宝 真要命啊 这是什么玩意儿 争不熟 煮不烂 拿它真没办法 李逵 哥哥 你到哪里去了 哥哥 我呀 拉了跑屎 等拉完之后 找不着人了 我瞎走 走到那叫什么寿张县去了 我也不怎么的迷迷糊糊 进了县衙门了 我一往竟看生堂问案了 那些当官的 胡驾胡威 装腔作势 我也玩它一往 我把支线连跑了 这不 穿上他的衣服 也装了一把支线 也生堂问案 这李逵把经过讲述一遍 宋江笑着点点头 先帝啊 没有我的将令 你私自下山 毫不小事 按着山规 应当严重逞出你 无奈打了胜仗 讲功不过 算了吧 下不为力 听见没听见 军师无用把桌子一拍 李逵 再有下一次 就是大哥原谅你 本军师也不饶你 听明白了吗 是喽 你们嘴大 俺嘴小 听你们的就得了 李逵下去 又换上平常的装束 该吃吃该喝喝 咱就这么说吧 打这之后 水不良山 声势一天高过一天 真是另一个太平世界 按些宋江 担心不说 话分两头 但是说 泰安神州的支州 黄大人 领着守备都逃跑了 后来一看 梁山的人撤了 他仗着胆子 才回到泰安神州 心说这么大的事 不得不报啊 那仓库里的东西 空空如也 都叫梁山的人 给拉走了 这还了得了 他马上伸奏朝廷 不光他伸奏 寿长县也伸奏 一直到了东京城 皇帝驾前的伸奏处 这是专门啊 搜集各地的情报的 那寿长 跟雪片一样 落到桌上 伸奏处的官员 乃是御使大夫 崔敬 崔敬一看 这还了得 赶紧给上达天平 奏名皇上啊 等啊等啊 正好赶到初一 皇上升座早朝 八地徽宗 道君天子 升座九龙口 文武朝贺之地 分立两堂 殿头官高声宣指 有本早奏 无本卷连朝散啊 崔敬出班 赶紧跪倒 乌皇万岁万万岁 臣有十万火急的奏长 起奏天子 任宗命人 把龙莲卷起来 往前叹了叹身 一看是崔敬 这才问 爱卿 有何奏章 起奏陛下 水不良山 以宋江为首的贼寇 甚是猖獗 前些时 又兵占了泰安神州 烧杀强掠 愿意弧行 把仓库打开 把国家国库的东西 是掠夺一空 杀人越祸 罪恶滔天 此外的奏长 像雪片一样 到了奏事处 臣起奏 陛下圣财 请我主 龙木欲揽 那奏长一大桌 放在龙树案 把臂徽宗一平 又是良山的人 把脸上下一尘 不必看了 这水不良山的贼 甚是猖狂 这还了得吗 他们是一而再 再而三 跟朝廷作对 跟朕过不去 我三令无声 叫起兵马去围剿 无奈 无奈都不顺利 派的人选都不被朝廷出力 真是一大遗憾 崔爱卿 你看应该怎么办呢 崔敬一平 皇上向他问话 他往前跪爬了半步 启奏陛下 以臣之于剑 理应起兵较之 无奈目前的形势 对朝廷极其不利 大辽国兴兵进败 边关连连开仗啊 良想兵源都成问题 如果再抽调大批军兵前去剿匪 恐怕顾此识彼 以臣之于剑 我听说了 那宋江为了邀买人心 打出替天行道的牌子 许多老百姓都被他迷惑了 像这种贼寇 有勇有谋有奸诈 万难争脚 我的意思 皇上下一道名诈 赐玉酒佳妖 派专时赶奔水不量山去 昭安宋江 万一这帮贼寇真心悔改 把他们带到朝中 唯以重任 让他们领兵去攻打大辽 这样呢 是被公办了 不知陛下意下如何 这个 徽宗皇上思虑再三 扁了扁头 清言正和正义 是啊 现在兵力不足啊 既有外患又有内忧 要分散了兵力 反而不美 招安乃是上策 这样吧 陈宝善接旨 陈宝善在班部之中站着呢 他官拜殿前太尉之职 一品大员呢 陈宝善出班贵岛 吾光万岁 陈宝善 陈宝善 我命你为特使 带着朕的旨意 玉酒石瓶 凌罗绸缎一百匹 赶奔水不量山 前去招安 即日启程 不得有 臣遵旨照办 皇上一句话就拍了板了 陈宝善身为钦差啊 谢恩之弊 下去了 书密处逆了一道旨意 装到圣旨这盒里锁好了 派专人送到太尉府 紧跟着文武百官之中 跟陈宝善不错的 都来过府动问 过府来贺喜 有明智的官就说 我说太尉大人 皇上唯一重任 功德无量啊 但愿太尉此行 一切都顺利 梁山的匪徒 甚是彪悍 危害地方 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太尉 能把他们招安了 化干戈为玉伯 这是一大喜事啊 希望太尉好自为之 陈太尉点了点头 多谢多谢 多谢老兄的执教 领了执 马上得动身啊 领欲酒 领零罗绸缎 安排启程 就在当天的晚上 有人来送信 太尉大人 蔡京蔡太师 有请 请你过府谈话 哦 陈宝善一听 老太师召唤 不敢不去 赶紧收拾收拾东西 带着仆人四名 骑着马 赶奔太师府 这太师府那气派的不得了 到了府门前下马 有人到里头通报 蔡太师搭了个请子 这陈宝善 哈着腰 一直走进内书房 一看老太师穿着便装 在当中坐着 他赶紧过去见礼 卑知参见太师恩相 免了免了 陈大人坐下讲话 多谢太师 陈宝善在侧座坐下 老太师看了看他 宝善啊 今天皇上早朝 我身体不爽没趣 我听说皇上降旨 命你为特使 上水不良山 招安送江等人 可有此事乎 回太师 千真万确 万岁降旨 命我离京 赶奔梁山前去招安 哎 宝善啊 咱们同殿称臣 无话不说呀 这水不良山的贼 拥有此事义 着实可恨 你应当把他们全都抓获 抄家灭门 勇绝后患 但是现在力不从心 皇上做出这种决定 也是迫不得已 你我身为臣子者 应当替皇上多多的考虑 事实是 太师说的是 请问老太师 卑职此行应当怎么做才好呢 宝善啊 今儿我把你找来就是谈这个事 你不要忘了 你是皇帝亲派的特使 你代表着皇上和满朝文武 是也不是 千万别忘了 不能乱了国家的法度 乱了国家的钢厂 要威势良山 千万不要显得懦弱 你懂吗 给宋江他们的感觉是 朝廷有充分的能力剿灭山寨 但是皇上有慈悲之心 恩则四方 叫他们知恩 这才来投降 不然的话 你就犹如使命 明白吗 哦 是是是 悲之明白 哎呀 我有点不放心呐 这是个大事 宝善啊 我给你派个参谋吧 我府里头有个张干办 此人十分明理 也聪明 给你做个助手吧 来人 把张干办叫来 时间不大 这个张干办上来了 张干办呢 不是他的名字 他名叫张仁干办 就是他是有能力的一个办事员 在太师府挺轰火 人们不提他的名 都叫张干办 那么在太师面前 也可以说 说一不二 这张干办四十岁挂灵 长得细高挑大个 黄白脸堂 一对小黑眼珠 显着十分的傲慢 但在这个场合 当然得有所收敛了 张干办见过太师 蔡英用手一指 过去 见过陈大人 陈钦差 参见陈钦差 陈大人也站起来 点头哈腰 因为这太师手下的红人 不敢得罪啊 他往旁边吹手一战 老太师吩咐 你赶紧下去准备准备 跟随陈钦差 赶奔水波凉山 我的意思你都很清楚 不能犹如使命 有个大事小行 帮着陈钦差 你们两个人商议 切磋不得有误 明白 谨遵太师的君旨 如无其他的事情 卑职告退 不送 回头再见吧 给你摆 接风酒 多谢太师 陈宝珊回了府了 一路上 心里就盘算 我这官不好当啊 你说要按照太师那意思 到那块 我摆出大元的样子 我是钦差 那帮贼能不能接受啊 如果不那样的话 我第三下四 有识国体 也不合适 这火号如何把握呢 看得出来 蔡太师对我不放心啊 派了个眼线打在我的身边 名义上帮着我参谋事 实质起到监督的作用 难哪 陈宝珊回到府里头 还没等坐稳的 报事就又进来 回大人 高太尉驾到 高太尉现在何处 就在府门外 呦 请 谁惹得起啊 经营殿帅高求来了 陈宝珊赶紧站起身来 整理官服 亲自应接 到外面一看 高求 咱们口站着 后面带着卫队 他抢不起身过来 一攻扫地 殿帅大人 一向可好 应急来迟 当面恕罪 免了免了免了 陈大人 你我同殿称臣 如同兄弟 何必太奸 哎呀 太北 里边请 里边请 这高求也没客气 拔着胸脯 迈步直进的客室 分兵主落座 这陈宝珊就问 太北驾到 有何训事 高求把脑袋晃了一晃 陈大人哪 今天本殿帅有事 没参加早朝 我听说皇上做出决定 要招安梁山的草寇 正是正是 命你为钦差 前去招安 是是是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皇上有明诏 前去招安这些贼匪 我要见机而坐 见景生情 既我有识国体 又让这些贼能接受 错了 错了 臣的人吗 你对宋江等人 不能慈善 不能手辱 这帮贼 都是杀人的凶犯 滚了马的强盗 国家的药犯 何杀而不可留 无奈朝廷抽不出太多的兵来 才孤席杨奸 他们成了气候 对这号人不能客气 你到那 既要宣誓天威 也叫他们梁山的贼 知道知道朝廷的厉害 千万不能卑躬曲解 懂吗 卑之明白 这样吧 你一个人去显着孤单 我再派个人 做你的助手 我这儿有个李渔侯 跟随我多年了 明达市里非常聪明 我把他带来给你留下吧 李渔侯 在 拜见过大人 参见钦差大人 哎呀 陈宝山一看这主个不高 小黑眼睛直转悠 断梁的胡 三十五六岁 不用问 高求手下的红人 得罪不起 欢迎欢迎啊 高求说 我让他随在大人的身边 大事小庆 可以帮着你出个主意 多谢殿帅关照 好了 我今天要参加早朝 我一定竹拦这件事情 招安什么呢 都是些什么东西 这要带到京城来 忘后还好得了吗 哎呀 但是欲言一出 决定一下万难更改了 这样 陈钦差啊 你方才说的不假 你是见机而坐 见景生情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不能有失了国体 对他们不能心慈手软 卑之明白 卑之明白 高求说了几句话 走了 哎呦 陈宝山一晚上都没睡好觉啊 越想这差事是越难了 没等出朝门呢 来了哼哈二将 蔡太师派了个张干半 太尉高求又派了个李雨侯 这俩人我全得罪不起啊 哎呀 这差事苦啊 要知现在何必当初 我就撑病 辞退了就好了 现在不得不干了 简短结束 到了第二天 一切就绪 他带了随行人员八十名 张干半 李雨侯随行 起身离开大宋门 赶奔水波量山 刚到十里街官厅 他一看 同贯 杨健 高求 三个人都在这送行 他赶紧下了马 见过三位上司 彼此打了招呼 这仨人几乎是一口同声 让他不能辱朝命 是是是 卑之一定谨遵太尉的指示去办